刘备一听啊,孙夫人在背后,把一切的话都听去了,瞒不住了,连哭在喊,跪在孙夫人面前,把这套瞎话就说了。 你看曹操要打荆州,家里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行,回去又舍不了夫人,你看这个事怎么办? 后来哭的孙夫人实在没办法的,你想嘛,女人嘛,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既然嫁着姓刘的,能说在江东待着? 不论怎么说,也得向着自己的仗次,把刘备掺起来,两口子研究个主意,孙夫人说这么办,眼看快过年了,隆我禀明果胎,我陪着你名义上,赶奔江边烧纸,实质上手是金银细软,我跟你一起回荆州,你看怎么样? 哎呀,多谢夫人,刘备高高兴兴到了外面的赵云叫来,把这番话对他一讲,赵云心里又说了,心里话,军事啊军事,你真是妙算如神啊,给我三条锦囊妙计真好使, 现在使得第二个呢,告诉五百当兵的,过年的一天,在北门外等着,咱不提,光阴四箭,刘备也着急,展演之间这一天正过年了, 孙九安就在阴安宝殿上大宴文武,江东的英雄文官武将全都到齐了,因为持币战的一圣,江东举国上下热烈祝贺, 不管真的假的吧,郡主招了亲了,这也有一场关系,也得庆贺,国泰也参加了, 划拳行令推杯混缠,外面玄灯皆采鞭炮齐铭,带着五股风灯万民乐业的样子, 给这孙福人一看机会来了,偷偷地到了母亲的面前,可背着孙权, 娘啊,我跟你提点事儿,丫头,什么事儿,娘啊,这两条黄鼠天天哭,哦, 你这女婿哭什么,哎,人啊,都是有感情的,她的家是河北捉迅的, 据她跟我讲,每一年逢年过节,都要到家里面祭祖, 因为今年到了咱们江东,这个力就破了,皇叔心里非常难过, 有心敢奔江边,冲着北面去祭祭祖, 又怕我哥哥不答应,还怕民了人家不乐意, 所以呢,急得天天掉眼泪,我跟娘请示请示, 能不能允许皇叔敢奔江边捎几张纸,去祭祭祖, 哦,傻丫头,这算个什么呢, 人生在世,孝字当头, 你没听老人有那么几句话吗, 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 皇叔既然想要祭祖,这是大孝的心, 娘我怎么能拦着呢, 丫头啊,你也别在家呆着, 虽然你没有见过公婆,没有见过老刘家的人, 你也陪着你丈夫,敢把你江边遗迹, 在咱娘的脸上,你显着好看,听见没, 是,谢谢娘, 夫人这个乐呀, 听说我就讨你这句话, 这事可背着孙权不知道, 夫妻二人高高兴兴, 准备了东西, 刘备跨上了证据, 夫人上了脸, 带着都是新夫人, 丫鬟婆子, 普人普妇, 都带着金银细软之物, 为了防备万一, 孙夫人内陪戏甲全身的武装, 表面上带着五股蜡签烧纸祭奠之物, 食指上是逃跑, 背着孙权和百官不知道, 掏出北门直奔江边, 到了江边呢, 赵云正等着, 子龙急的, 恐怕这个主意叫人破坏了, 一看刘备来了, 这才把心放, 卓公, 臣在此等候, 子龙啊,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赶紧逃走, 烧纸烧个屁, 那是假的, 不过借那么个名目而已, 顺着大劲, 军臣几个人, 这就跑开了, 那么苗飞有个影,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刘备他们走了, 一时半时孙权不知道, 时间就长了能不知道, 当天晚上, 就有人发觉, 赶紧找张昭就报告, 先生, 刘皇叔, 慌慌张张气是吧, 郡主还跟着, 看着意思不像烧纸, 还有赵云也没了, 顺着跑了, 对了, 张昭命人到东府一打去, 可不是吗, 早了一天没回来, 现在天已经黑了, 张昭急的, 赶紧到燕安宝殿后宫, 见孙权报告, 哪料想孙权因为高兴, 喝的酒太多了, 顶一把醉, 婚礼不醒, 张昭叫了三回, 孙权也没醒, 哎呀, 好酒, 一直到天光亮了, 孙权这酒才醒过来, 一喝就怎么回事, 文臣武将都在屋等着, 主公, 大事不好, 孙权吃了一惊, 什么事, 刘备, 夫人, 赵云都跑了, 哎呀, 什么时候跑的, 昨天就跑了, 以祭祖为命, 不知道他们怎么合去的, 现在已经跑出很远去了, 哎哟, 你们怎么早不跟我说, 主公早就叫你老人家, 您喝的太多了, 换了三回, 您都没醒, 嘿, 这个害事, 可把孙权气急, 分辉上, 来呀, 陈吴攀张, 陈在, 在, 参见诸公, 你要是, 拿上点精兵三千, 都要骑兵, 不要步兵, 顺大将给我逐一赶刘备, 见识之后, 不容分说, 把大尔贼的人头给我砍下, 是, 那, 郡主呢, 一律同罪, 他要不回来, 也把他脑袋给我砍下来, 是, 两人领命到交军场点兵, 全是马兵, 马刀在手各拿弓箭, 点的都是精兵, 飞出北门, 顺大将就追下去, 他们走了, 孙权还不放心, 又气的, 马又在乌都呢, 背着手来回之溜, 文武谁也不敢抬头, 孙权自言自意, 气死我也, 大文贼呀, 谁把你杀了不可, 张昭这胆儿还大点, 主公, 臣子还有个想法, 你说吧, 主公啊, 您派臣武攀张, 临死去杀刘备, 我看这事够笑, 怎么讲的, 不是两位将军的能耐不行, 您想想, 郡主, 那个人挺厉害呀, 眼睛一瞪, 连我们都惧怕三分, 而且郡主满身的武艺, 既然跟刘备走了, 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 同甘苦, 贵患难, 生死于故, 那么要刘备的命, 他能干吗? 他必定瞪眼玩命, 你想他要玩命, 陈武攀张, 哪敢动郡主一根寒帽, 我看去了, 也是白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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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呀, 给我选黎同陆逊, 黎同陆逊两员大将上, 参见主公, 孙权一身手, 把自个跨得欲罢, 林全县摘下来, 陆逊啊, 林同, 我命你二人扁兵无限, 再后的追赶陈武攀张, 如果出了意外, 郡主发威不让杀刘备, 你们两个去了, 不容身说拿我这口宝剑, 把郡主的人头砍下, 回来见我, 孙权, 这叫上方天子剑, 到了现在孙权, 把兄妹的感情早就扔到九霄云来, 什么兄妹不兄妹的, 你出卖我, 我就杀你, 这些事情, 他们怎么策划, 吴国太并不知道, 孙权呢, 也不敢跟武亲说, 因为老太太腾姑娘, 这么一提, 怕村都再出了意外, 而且别人不提, 单表刘备, 跟子龙一商议, 在江边准备找几只船过去, 但是不行, 这块离着南徐最近, 江里面的船都是军运的战船, 要一构船非漏馅不可, 就得雇民船过去, 民船在哪儿, 在这儿开始往前走, 要走出二百里地以外, 有个地方, 叫三江口下哨, 要打鱼的渔船, 就得笨纳过江, 所以留备心着急, 那么军臣几个人, 急急如丧家之犬一样,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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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上来 子龙 你看了是不是追兵上来 赵云立马哼响回头观看 可不是 报主攻追兵真上来 快走 这要往前紧赶一程 还没走出十里地 走不了 前面有一座山叫青龙山 左青龙 右青龙 当下一条大道 就见青龙山前后左右 扶兵四起 金旗漂白 袖带飘摇 两员大将拦住去路 整个把去路给封锁了 刘备一手扶贝受敌 哎呀 我命休矣 到了这边跟子龙级商业怎么办 赵云一想 我抵挡后边的追兵 头条有人拦着 我在头条杀 后边追兵杀了 我家主攻无人保护 这可怎么办 赵云一招提 想起来 林行之时 军师诸葛亮给自己三条锦囊妙计 已经舍婚俩了 军师说的明白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再看第三条 现在我看就到了那时候了 赵子龙赶紧把怀解开 贴神把锦囊妙计拿出来 把第三条仔细看了看 哦 这么回事 哎呀 军师你真是神仙呢 赵云就按照诸葛亮的吩咐 来到刘备的面前 主攻 军师事先早有估计 让你如此赠般 赠般如此 哦哦 好吧 刘备听了赵云的话 一提马来到郡主的车前 甩凳立安跳下马 郡主 郡主 郡主孙人孙上乡 那心也是着急啊 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得惊重 一听自己的男人叫自己 命令丫鬟把车帘打开 黄叔 什么事 哎呀 郡主啊 到了现在 我不能不说 不能不讲了 虽然咱们是夫妻 有些事情 我还没敢对你说 要这句话 把孙夫人吓得 黄叔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夫人容病 不错 我的夫人甘夫人死了 我还没等续嫌 那周一周公平安排了一条毒气 命令旅犯过江到荆州前去提亲 说把郡主许配我 这是假的 打算把我骗到柴桑郡 拿我混荆州 就这样我到这来了 我可冒着危险 没想到弄假 成真 国泰开恩 把郡主许配我的身旁 虽然说咱们是夫妻 可是在我的周围 你哥哥孙权 大都督 赵公云 时刻要要我的性命 这一次 我说回荆州 说逃去打荆州 这都是假的 我的意思 打算逃回荆州 以免被人杀害 郡主啊 我可对你说了个瞎话 现在我把实话告诉你 你愿意跟我回荆州 你跟我一起走 如果不愿意 你来看 后有追兵 前有兵兵兰党 我这条命就算扔到这儿 郡主 你回到南徐 去吧 刘备真会哭啊 这一说郡主如梦方形 不由得柳梅道树 兴掩冤 心说 哥哥呀 哥哥 你也太狠了 拿你妹子对终身开玩笑 拿我骗刘备 如今弄假成真 我是老刘夕的人了 我能眼瞅着皇叔 被人给害呢 不行 合着我这条命 我也能保护皇叔 皇叔 你不必难过 既然我是你的妻子 咱们俘获一共 总然后得有租兵 我也不怕 你散退一旁 看我的 这回倒听好 郡主亲自出马 命人把车杖往前紧赶 后边的追兵 阳看就到了 公主阴着就上去 陈武攀章 首席绿刃 带你一只骑兵 像飞样 面上 他一看 他一看 头前跑的人不跑 军兵往两旁一分 郑中央有一辆车 车辆高铁 里面坐的是郡主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这怎么办 刚然发愣不知所欣 就见郡主眼眉一条 后面来的是陈武攀章 正是温神 两个人水凳下马把武器挂着 来到车前攻身室里 陈残见郡主 你们来干什么来的 奉孙将军我如所差 来要刘备的命来 请郡主大驾回南局 呸 陈武攀章 你们两个蠢才 刘备是谁 刘备是我的丈夫 我是他的妻子 这是国泰乐意的 哪一个胆大 感动皇厨一根寒蟒 也慢说就是你们俩 就是我哥哥来了 他也得讲究理 我要瞪瞪脸 他也不敢轻易就下手 要想要皇厨的命行 非我母亲国泰发话 别人说话都不好使 不用问 大概你们两个人 看着我们夫妻身边 带着点值钱的东西 是不是要验鹿抢劫 建财起义 不不不不不不 郡主您娶往我们 确实我们为这事来的 敢 好吧 不是要皇厨的命吗 过去要去吧 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 过去吧 哎呀 陈武潘章一合计 我们俩倒霉 孙将军让我们来了 我们敢杀呢 看郡主的意思是真极了 手握剑督 我们俩往前一凑 脑子都得搬家来 他杀我们俩随便 我们俩敢回首吗 我们俩一回首更活不了了 倒多在人家是亲兄妹 你别看这一阵着急了 把他杀了 过后他又后悔那一天 拿我们俩算账 不干这个事 两个人一合计 回去教练 那我们杀不了 这事怎么办呢 陈武潘章一合计 赶紧领兵带队回去了 郡主这才高兴 吩咐一声 来 推车往前走 有多少蓝党的军马 有我对付他 郡主这一招 一个太好使 兵不许任 剑不上弦 不用打 往前正走着 到了青龙山口了 就见对面 泡号裂天 门旗下两员大将 正是赵公锦的左右二将军 兵奉须上 那赵瑜也不败给他 知道刘备现在难须 如果他要想跑 在三江口跑不了 战船封锁江面 唯一能跑的 就是过了青龙山的山口 到三江口下哨 顾民传过街 周瑜事先早得料好 让丁凤徐胜 领兵无迁 包围青龙山 也慢说人过不去 鸟也飞不过去 丁凤徐胜一想 是不是我们都督多心呢 能来这等上刘备吗 要等上就更好了 派探马兰奇到头下探听 哎 兰奇回来报告 真来了 不但刘备 郡主赵云都到了 丁凤徐胜一想 要在这让刘备逃走了 都督一瞪去 我们俩都活不了 哪能让过去 所以我当兵的 扁炮烈队 二人提马 把刘备 众人给挡住 这点刘备 一句话也不说 有郡主来这顶着 再看郡主孙人 把车上往前一赶 来到丁凤徐胜的面前 用手点指 前面 丁凤徐胜吗 啊 正是我二人 郡主 我二人有盔甲在身 不能下马十一全力 马上一躬 郡主原谅 嗯 丁凤徐胜啊 你们在这干什么 奉我家周都督的令箭 在此揭杀黄淑刘备 有 昭瑜让你们在这杀黄淑啊 昭瑜受谁的主使这么办 嗯 郡主 这我们可不知道 好 昭瑜 你真是眼空四海 目中无人了 刘备是我的女婿 是果太乐意的 我哥哥没发话 郭太没发话 你就敢发话 截杀黄淑 你要造反不成 叶曼说你兵凤徐胜 周瑜我也照样要他的命 如果你们两个敢下手 就过来吧 哪个敢动 这一顿臭骂 把兵凤徐胜骂得低头不语 嗯 郡主 您别生气 我们是奉周都督的领监 你家周都督吃谁 他听谁的 还不是听我们老孙子的 废话少说 给我滚了下去 一顿臭骂得兵风徐胜 骂得不敢怀言 人马往旁边一闪 郡主纷飞声 来呀 车辆 过去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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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安安 过了青龙山口 兵方学生 眼睛朝着刘备过起来 哎呀 回去见都督交令吧 咱就把郡主 怎么骂咱的实话 跟都督一讲 你们有能力你们办 我们官小 不敢做主 两个人把军马收入 还没等跟周瑜去报告去 就见后面 沉头大行 陈虎攀张 临统陆续 四元大将追上来 因为陈虎攀张 领着几千人 让郡主臭骂一顿 两个人年头大个脑 带着人回去 打算见孙权 见孙将军 把郡主的话 一五一十报告 没走了五里地 英年正好碰 也陆续凌空 就见两个人 跟非一样 骑马赶到了 二位将军 可把刘备杀了 哎呀 二位你们来得太好了 杀个屁 跑了 哎 怎么放过去 搞你们也得放 郡主发脾气了 把我们俩骂了个狗血喷头 我们敢伤郡主吗 为这个事 要请示孙将军 我们是办不了 哦 看来孙将军还断队了 就怕郡主发脾气 你来看 孙将军发现上方天子剑以后 先斩后斗 说得明白 不管郡主拦着也好 谁拦着也好 过去了 先杀后说话 人头一看下来再说 包括郡主在内 咱们当武将 就得听主公的 主公就要这么办 咱就这么办 有上方天子剑 我们谁都不能占包 追 就追吧 兵河一处四将才在追 追着青龙山口 正好碰上丁凤徐胜 丁将军 徐将军 你们可看着刘备了 看着了 现在何处 放过去了 哎 怎么不拦着 废话 能拦还不拦吗 郡主发了脾气 把我们俩骂坏了 谁敢碰郡主一下 眼瞅着把刘备给放走了 嗨 看看呗 上方天子剑在这儿呢 连郡主一块儿杀 真的 这还敢说瞎话 追吧 六元大将和平在一起 又追下 单说刘备 急急如丧家之犬 茫茫赛漏网之鱼 喷了命了 带着赵子龙 跑到三江口 下哨的江边 哎呀 子龙赶紧顾船 赵云这匹 波龙马 燕的江边 上哨 下哨 来回溜了仨圈 一只船 也没看见 据说往日 这块渔船可多了 怎么今天 一只船也没有 望着浩瀚的江水 子龙当时 饿了脚上汗就下来 哎呀 主公 没有船 啊 哎 完了 子龙啊 时到现在 你们别管我了 各逃什么路 我命肯死在江边 刘备说的事 用手验剑都 拽出宝剑往 不像是一搭 就要在江边自闻 刘备逃到江边 身丰绝地 哎呀 我命羞 没有办法拽出宝剑 就要横剑自杀 常山赵云在旁边 伸手过来 把刘备拦住 主公且慢 咱还没到这个时候 臣不猜 愿扑出这条性命不要 杀退东吴的人马 刘备打了个嗨声 子龙 你就有通天的本领 怎么能敌注东吴 这么多的兵马 算了吧 不 主公你看我的 赵云这阵也喝出去了 超强上马 刚要没回头 大战东吴的军队 突然手下当兵的就喊 主公 赵将军 你们往江中看 船 船 船来了 赵云和刘备 外大江 遗嘲可不是吗 再瞅几十只大船 已经就开到江边了 这阵 刘备也高兴 看着意思是在荆州那么来的 再看船只靠拿 跳板搭上 有点船舱鱼走出一个人来 观金豪场 思涛雨上 乐呵呵的一笑 哈哈哈哈 主公 陈诸葛亮 恭候多时 刘备你看 哎哟我的先生 可把你判来 哈哈哈哈 主公 赶紧上船 这个事都在诸葛亮 预料之中 孔明在这等的时间不短 不过船只都隐蔽在 芦苇之中 叫外部的人看不见 专门在这个时候 把刘备接进大船 刘备的船刚一开 丁凤徐胜这些人就看到了 你说这个事这个别扭啊 怎么这阵来船把刘备接走了 打梁鹏往江东一看 哦 荆州兵 这六元大将是干着急 陆军下不了水啊 丁凤徐胜之跺脚 这这这这 这我们回去见到巫侯怎么交代 灵统往江东一看 哎 这不是咱的船 说时迟那时快 就见一只水军 燕江而下 噗嚷嚷 大旗顺风飘崴 看旗号的大字 闹了半天的柴桑俊来 飞龙舟的船头上 坐定一元大将 严甲速跑 回报令子齐 旁边有人给捧着 五沟身飞亮音枪 闹了半天 正是大都督 周瑜 周攻林 这六人这才高兴啊 跟当兵的在江边一块喊 都督 都督 您来的正好 刘备跑了 刘备叫诸葛亮接走了 就在您前面 周瑜已经得着报告 把周攻净气得 三沙臣暴跳武林 豪旗飞空 心里说话 丁凤徐胜 灵同攀张 你们六个人特意的饭桶了 分好几路就接着 刘备就接不着 硬叫他跑了 等回去我再跟你们算账 所以他领着水军 燕江追赶 一直追来追去 看着荆州的大船靠岸了 又眼瞅着刘备和诸葛亮 这些人弃周上了 周瑜也吩咐大船靠岸 紧跟着水军圈登的路 重新把队伍排排好了 周瑜飞身上马 抄枪 载后的就追赶 怎么追也追不上 赶来赶去赶到公安附近 周瑜正在追着的这时候 可了不得 就听见四面八方 泡号无雷 别让周瑜跑了 好 周瑜就一愣了 戈登把思江裸度定睛瞧看 就见荆州是伏兵四起 郑中 关羽关云长 郑西张飞张义德 黄中魏烟从正面杀来 三面都是低兵 周瑜 周瑜在马上 哎哟了一声 我又中了牛鼻子老道诸葛亮的计策 这番了得 吩咐了一声 退 帅领着东吴兵慌慌慌慌 退回大江的船上 你想想思想着毫无准备 中了人家四面埋伏 这个损伤能清得了吗 东吴的人呢 被人家抓到俘虏 不计其数 扔下不少枪刀器皱布帐航 所有的马蹄自重全扔的将边 周瑜能不上皇 刚逃到大船之上 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又回到江边 用雨扇一指 公姐 哈哈哈哈 哎呀 周都督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你的人情也太周到了 何必把我家主公送到江边 公姐 回去吧 但愿孙刘两家共同破朝 不要心怀嫉妒 你总有千条妙计 才能瞒得过山人 诸葛亮说完了 又告诉当兵的几句话 如此正般 正般如此 和荆州兵插着腰舔着肚子 一块张嘴冲大江寒 都督妙计安天下 赔了夫人要折兵 都督妙计安天下 赔了夫人要折兵啊 这种羞扫谁受的 周瑜在大船之中听见之后 只气得虎目冤翻 按摇了一声 剑窗崩裂 昏倒在地 将官们一看 嘟嘟嘟嘟嘟 一看周瑜不明白人事了 这还怎么办 大家没有办法赶紧败回 柴桑郡 把有名的军医大夫找来 给公警调治伤症 大夫们一看呢 还是旧病复发 原来他种的那支箭 箭头上有毒 大夫曾经说过 就怕生气 如果毒气归了心 把毒气扩散开 这人就完了 大夫们赶紧进行调治吧 拿出最好的金创铁扇伞 各种化毒的丹药 给周瑜吃下去 周瓮金这才迷迷糊糊 稍微环形过来 刘备 诸葛亮 现在何处 回都督 我们看得清楚 他们敲着德圣鼓 唱着德圣歌 也已回到荆州前去庆贺 好啊 诸葛亮 大耳贼 本度 岂能与你等杀 八甘休 你嘴也就这么说 实际上力量达不到 周瑜在病卧之中写了封信 勾奔 南居 让人告急 单说孙权 得着周瑜的报告之后 把孙权气得把龙叔案都走了 刘备 我岂能于你甘休 来啊 命程浦威大都督 展待周瑜 发明十万扫平金州 这个话刚说出去 大谋是张昭张子布 在旁边过来 诸公千万 诸公千万 子墓 银河南党 哎呀 诸公啊 不行啊 你修发虎狼之威 窃起雷霆之怒 听微臣有话演讲 您想想 曹梦德自从驰备大战之后 损兵折将将近百万 他能跟咱玩得了吗 为什么他不报仇呢 就是惧怕我们孙刘两家 共同抗曹 所以他不敢动 如果诸公就看在眼前这件事情 跟刘备真闹翻了 我们领兵带队攻打京东 孙刘两家两败俱伤 倘若曹楚乘虚而入 江东威仪 祝公不可不想啊 子墓 我也想过 难道一说 我的荆州被他霸占 我的妹子被他拐袍 又把公君弃得这样 就善罢甘休不成 不 当然不能 臣有一计 这个计策叫一箭双雕 哦 怎叫一箭双雕 诸公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不刘备走了吗 咱就卖个人情顺水推舟 把责任推给手下的战将 您呢 一面写封信 去安慰刘备 另一方面 派一使臣 赶奔许昌 面见曹楚 保举刘备为 金周墓 为什么保举他的官呢 就是卖个假人情 也让曹楚知道知道 我们孙刘两家 并没有破裂感情 曹楚也不敢加兵于江东 这是一 那么曹楚 那个人阻止多谋 诡计多端 怎么能加封刘备的官职呢 他要不封刘备 刘备避恨曹楚 那么刘朝两家 就要兵容相见 他们两方一打起来 主公 咱们是愚人从中得利啊 哈哈哈哈 如果北方败了 我们乘虚去许昌 刘备败了 我们乘是去荆州 这就是一箭双标之计 嗯 好 正和孤义 那么什么人可为使臣 敢奔许昌 诶 诸公 现在有一个人 这人姓化 叫化新 当年就曹楚不错 我看化新为使 大功可成 来啊 叫化新来见 时间不大化新来了 这人四来岁 黄白镜子 肩下壳 两颗小黑乎 两颗眼睛辨亮 小薄嘴片 舌颜善变 这是个说客 满肚子都是温着 孙权叫他在手下当从事官 当时跟化新 把这个事情一说 化新乐 主公放心 臣 保险大功告成 好吧 先生 就听你的喜信 带着四彩礼物 带着孙权 亲笔写的表彰 表彰的内容 就是保留被为金钟 化新是翟日启程 赶奔许昌 路上无话 这一天到了许昌 住在京厅馆 化新一打听 曹子没在京城 上叶俊去了 为什么去呢 说叶俊盖了个铜血台 现在台已经高成了 曹子上那块庆贺去了 文武都去了 不在 化新一想 他一半时回不来 干脆我也赶被叶俊得了 就这么样 第二天起身 又赶被叶俊 大家说曹子 十倍大战之后 随兵折将将近百万 元气大伤 但是曹子这个人 没怎么在乎 回到许昌之后 传下令议 招兵买马 祭草 囤粮 一点一点恢复他的元气 现在 他又点击了精兵四十多 这些人是每日操练 准备报当年失败之筹 这时候是建安十五年 正是春天 张和边上的铜血台 盖好了 曹子得信之后 决定到铜血台去庆贺 另外检阅自己的军队 伤势好大 十分隆动 在铜血台 落成典礼的这一天 曹子是亲自剑彩 登上铜血台 检阅三军人马 这个铜血台 功成浩大 就在张和的边上 三面浑山 一面淋水 风景如画 铜血台高 一共是十上 在左边有个御龙台 右面有一座金凤台 三台并立 有两座飞桥相连 千门万户金币交辉 花那钱就花了 为什么修正个台子呢 就纪念曹子想当年 攻破辽都 祭他的战归 故此修了这么个铜血台 曹子在台上坐着 这一天高兴 头上戴着汉堡金棍 身披满龙袍 朱鲤玉带 手里的胡须满面春风 文武站立在铜血台下 在身边左右 站着五百多名 五位军兵 一个个标形大汉 各拿刀枪 威风凛凛 曹子在铜血台上 观看军兵的阵子 什么一字长蛇镇 二龙出水镇 天地三财镇 四门周底镇 前军后军 左军右军 中军 五位军 这群的操法太精妙了 曹子亲自看着 等看完之后 曹子给余姓未求啊 哈哈哈哈 他要看看将官们的剑法如何 出了个主意 在铜小台的台下 一棵柳树上 拴了棵绳 曹子把自己的龙袍脱下来 记得这个绳绳 在自己的袍子底下 准备了个剑法 剑法正中央画着个红心 这红心也就像拳头大小 曹子把武将都给找来了 对他们说 你们看见没有 这是剑法 有人在摆布之外 能射中红心 我就把龙袍赐给他 射不中得 伐水一杯 哎呦将官没听好啊 一个个擦拳魔掌 要要欲信 全都手拿宝雕弓 飞身上 曹子又出了个主意 让曹氏宗族 姓曹的姓夏侯的 这都是曹子的一家 都穿红 其他的将官都挂绿 以便分别的清楚 不管穿红的也好 挂绿的也好 谁能射中红心的 龙袍就赏给谁 是最高的荣誉 几百名上将 全都飞身上马 站到戒手的外头 都在一百步以外 曹子分飞声 雷呼 三冲古响之霸 就将红袍队伍之中 一马飞出 马鞍桥上一员小将 头顶三叉束发紫金棍 提挂西川红金白花袍 外面穿着红袍 腰里寄金袋跨下 掌中薄雕 众人一看小年轻的 正是曹子的中族名叫曹兄 曹兄一马飞出 往来三次 曹兄一马飞出 这袍子是我的了 说的话 倾其薄雕工 拽出狼牙剑 一名珠红 搭上旋口 韩丽 正中红心 当明的连小罗在踏骨 射中了好剑法 好羞一笑 怎么样 这袍子何该归我 刚要催马去取龙袍 就见绿袍队中一马分出 马鞍桥上一丸大将高声喊贺 当 曹徐 丞相赐袍 应该归俺外姓 曹氏中毒何必相强 这袍子是我的 大伙子这谁 马鞍桥这丸大将 面不惊弱 身高九十块 身穿绿裸袍 跨下青宗马 人们一看认得 正是荆州的详将 名叫文聘 这个前文书咱说过 文聘原来保的是荆州刘表 刘表死了以后 他就跟刘从投降了曹徒 曹徒另一眼看待十分重视 知道文聘是文武双才 加风为标齐将军之职 那也是名列在第一流 就这么样文聘也是性骄气傲 今天一看曹修 剑重红心 他不甘示弱 飞马二出 把弓箭拽出来 曹修 你看我的 谁先设也设得中 你这是何必 一见也重红心 文聘高高兴兴 过得要摘袍子 那能行吗 红袍队伍之中 有人高喊 文聘 我们姓曹的人先设 你何必捣后 都有捣乱 你看我给你二人结贱 大家一看 飞是旁人 正是曹修眼中的红人 猛将曹红 这个曹红 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大将 跨下把掌中刀 冲锋陷阵 那是扑出一条命 曹修另一眼看待 在他的功劳部上 光救曹子就救我三次 曹红看着这个事 眼都红了 这袍子不归我行吗 一马飞出 把两个人让到后面 飞马赶奔白步之外 一挥前啪就一见 也射中红心 还没等曹红过得摘袍子 绿袍队中又一马飞出 马安乔医院大将正是张合 张合当然也给自己想了 三位 你们不用想了 这种百步穿扬的设法太虚了 身为大将就设这两下子 岂能见人啊 你看我的神社 张合来个爵子 使得邓里藏身反对的设法 这一招可太妙了 这匹马跑得一百步以外 就将张合一脚甩了一只的啪 一学身躲到马肚的底下 这支箭从马的后腿当里头发出来 大家一手真高 再看这支箭是箭重红心 又敲锣又大鼓 摇旗大喊 曹子在同学台上捧扶大笑 张合的设法是压倒一切 看来这袍子该归他 张合洋洋得意 刚要摘袍子 就见红袍队伍之中 有一人高声海河 张合 你的设法何处为情 干谋家的 这个人出来之后 大家一手飞去旁人 正是第一流的名将夏侯渊 这夏侯渊是个大花脸 这张脸蛋的长 红一道 紫一道 绿一道 蓝一落 都开得砸红过来 别看长得就都不要 胸怀景秀 这文武皆妹 那是个帅才 今天夏侯渊 也要大选身手 一马飞出 跑道借手 也用了一个 邓履苍身回头的设法 但是他的设法 还超过张合 人家说得明白 你们四支剑都设中了 我设到你们四支剑的正宗 与你四人体合 人家说话真算数 画到剑到是正宗 红星 正好设得四支剑的正宗 当兵的又喊 真神社 真是神社 咕哐哼响 夏侯渊过来 刚有摘袍子 绿袍队务之中 有人又一声高喊 夏侯渊 你们五个人设的什么玩意儿 这叫什么神社 你看我到 我不设红心了 我设柳条 八蛋 一只鱼尾剑直奔柳树的柳条 咔嚓一声把柳条错断 龙袍落地 众人急事欺人 谁呀 正是大将徐黄徐公平 这个徐黄飞身赶在柳树的底下 一哈腰 把龙袍捡起来 劈在自己的身上 催马到了童小台下 丞相 谢丞相袍 这袍就算归他了 刚搏马要走可坏了 激怒了重将 有一丸大将哇哇爆叫 徐黄 丞相命的是剑重胡心 你天来个花活社的娘 什么柳条 刨是老家的 哇哇 这人кр提没虚晃 虚晃抬头一头 正是虚褲 曹瓶手下 有两个最猛的大将 一个点威 一个虚褲 咱们说过 战完成的时候 点威死了 现在就剩下虚褲 那是独一无二的猛将 曹操另一样看待 身为教的当虎卫军的大量 这个虎卫军是曹操亲统的亲兵卫队 实处是专门保镖的 要想就冲锋县阵谁也掰开 不过这个人性如烈火失分的暴躁 不咱们讲理 来到徐晃的前面一伸手 把袍子秀他抓住了 徐晃当然不能给他 我说徐晃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这袍子是老家的 没给我 我就不得 两人在这一张袍子架得住 他俩使劲了 把袍子抓起去了 徐晃气就坏着 轮圈就打 他这轮圈都一打 徐晃也不干 伸手把他手腕子叼住 两人从马上踏到马底去 金箍中站在一块儿 徐楚啊 把徐晃的脸也打破了 徐晃徐公英 把徐楚潜心的衣服也撕开了 两只虎一样眼珠子都红了 打来打去两人不分上下 徐晃二次分身上马一抬腿 把八个金箍开山越车骨的大幅子摘下来 奔徐楚面皮 徐楚啊 把他们一闪 哎呀 动家不是我还怕你吗 肉一身蹦在马背上 一抬腿 把锯齿飞连大砍刀摘下来 这两个人是冰龙相见 二瓦攒番 在同桥台底下站在一处 众将在旁边一看全傻子 你说这个事弄的 本来是个喜事 大家一瞅怎么办呢 二胡相争必有一杀啊 赶紧过去拦着吧 谁拦得开 这是两只虎啊 哪一个人有这能呢 哎呀 看了看怎么成像还不发话 曹操坐到同学台上 罗胡须往下看 眼睛转着不知他想什么 两人打得更欢 五十个回合未分输赢 耳朵中就听 打人 坏了 这斧子叫八个金箍开山越 像半拉小车骨的大小 他那把刀是锯齿飞连 这门是人 背上上的进了锯齿齿 正好锯齿挂到斧子杆上 喀巴就咬在一起 徐楚心里高兴 徐黄 这回你把斧子撒手 往回里一带 这撒手 一咬他的兵 徐黄 鞠躬名的也是有名的上将 能把斧子给他吗 我不给 也往怀里一转 就见这两艰兵的金碰金 钢声缩点 拽着直冒火星子 正在这时候 一咋飞出直奔 他们两人来了 高声喊贺 你们两个人白活了 银河在此大战 我与你二人结尾 此人斗身为 才有利分二忙 来的这个人啊 正是大将曹人 要说曹子手下这些人 有猛的 有勇的 有足智多谋的 要养谋量最高的 就得说曹人 这人够一个帅子 才看徐晃和徐楚太不像话了 这才飞马过来 与二人结尾 一望掌中的宝刀 碰在他俩人的兵刃之上 这一震 把刀和斧子就震开 徐楚从马上也掉下去了 徐晃也摔下去了 两人在地上 咕着起来一看 是曹人 谁也没敢言语 那曹人在曹子的面前 说一话 正在这时候 曹子传下话 让他们赶奔 从小台台上回话 所有的众将 整理衣服来到台上 参拜丞相 曹子笑着 哈哈哈哈 总来 你们这又何必 姑 想看看你们的剑法如何 岂能可洗一领袍子呢 扯坏了没关系 每人赐龙袍一领 赎紧一批 这倒好 每人一份 众人跪倒在地 往上叩头 谢丞相恩赐之德 然后曹子吩咐一声 来呀 排酒庆贺 按照官之大小和次序 大家做好了 奏起公平大药 声吹细耀之声 众人交杯患然 开怀畅饮 曹子扭向回头 看见文官 各位先生 是方才 观看了武将的剑法 今日大宴同桥台 各位先生应当大展欺财 何不做家长已住一世之兴儿 愿尊丞相之命 文官干什么 刷笔杆呗 像曹子手下这些人了 什么王采 王朗 陆瑶 陈琳了 喝那都是胸怀锦袖 出口成章 啼啼成辞的人 每个人都做了文章 做完之后 交给曹子 曹子一看 千篇一律 不管什么诗词歌赋 都是一个意思 字里行间 都圣称曹子的圣德 什么圣德威威 欺功盖世 理应当身为九 意思 想要曹子串位 把汉县帝废了 他就当皇上就得了 话没明说 意思是这个意思 曹子看完了 重拜 大家在文章之中 对我所说的 有点言过其实 你们众位 不理解我的心 像我曹某 原来是笑脸出身 分享很好的读书 然后为朝廷 因此在我的家乡 乔军之中 修了书斋一处 每日里念书 谁知道后来黄金作乱 朝廷为我为贬军校尉 这样我弃文旧武 开始剿贼 打那以后 戎马生涯几十余年 我也不求别的 就求一样 为国家建功立业 为国家剿贼 将来我死了之后 在我的坟田地上 一同碑 在碑上 刻上一行字 就刻上 大汉 正习将军曹侯之目 我愿足矣 念自曹董卓 交黄金以来 除袁术破旅步 灭袁绍定刘表 随平天下 现在身为宰相 位列三公之上 仁臣之位已敌了 哈哈哈哈 我何敢他求 不明白事的人 以为我曹梦德 独揽大权 将来必要篡位 如果有这种想法 大拗特拗也 我记得苦梦之书 必须招公之理 这种事情 是坚决不为的 虽然我有大权在握 我没有别的办法 要没有孤一人 更不知道 几人称王 几人称帝 天下必然大乱 汉实的江山不保 我有心解除兵权 退归临下 又恐那些仇人陷害我 现在是进退两难 别看这样 将来天下太平之后 故还要退归临下 结甲归天 愿作一山林严氏 别的要求 我一点都没有 和曹子来个自白 公文武赶紧站起来 趴死在地 丞相大贤 虽周公一言而不及 大家这路歌颂 曹子吩咐大家起来 重新排牛 在这他酒过三寻劲也来了 师姓大发 命人准备文房四宝 曹子铁笔带手 打算要做同桥台师 刚提起笔来 外面的谋士进来 正是大谋士成运 趴着曹子的耳边 报成下 东吴派使臣化新来 哦 什么事 听他的意思 要保健刘备为金钟 这种湖北京湘九郡八十一州 业余都不应该刘备了 另外孙权 把妹子也许配给刘备 他们孙刘两家联合 对我们大为不利 这个 曹子一多是他 把笔掉地下 成玉一看这是怎么回事 曹子真动心了 而丞相 在万辣军中 生死关头 丞相没动过心 因和今日听着方才的话 把笔都落在地下 成玉啊 刘备人中之龙也 久未得手 仅一旦一得 京香九郡八十一州 若隆入大海 孤言能不动心了 刘备不是一般的人 曹子一甩袖子 赶紧停止大药 把文房四宝撤下去 据文武 商议这个事怎么办 成玉就说呢 丞相 您知道不知道 华新为什么来 为什么孙权 保证刘备为京州目 先生 你看何一呢 我是这么看 孙刘两家 比看表面上不错 按理争斗 为了京州 屡次不合 最近 刘备在南局 又把孙权的妹子 给拐走了 孙权 能不恨吗 但是他顾忌丞相 兵发江东 因此 眼淡的耳目 故意保止刘备 既讨好刘宣德 越要唐赛丞相 我们不能上当 此话有理 那么先生 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以我之际 我们不上当 我们不封刘备为京州 反过头来 加封周瑜 总领南郡太守 加封城府为江夏太守 我们这么封 周瑜这人是江东的宝藏 他要被封之后 更想的强京州 刘备不给 孙刘两家 必然开兵建战 咱们从中一力 何乐而不为呢 好 好计刺 旧一先生 咋呀 选华欣 时间不大 华欣上了同小台 曹曹热情接待 涉酒款待 另外在皇上面前 宝举华欣 为大理寺少卿 加以重用 刘在徐昌 刘在徐昌 发现两道旨意到东屋 加封周瑜为总领南郡太守 成普为江夏太守 你这招多快 你别看草丑不上当 周瑜可得上当 周瑜摄摆相案 接待天使官 一听说什么 皇上封之级总领南郡太守 热坏 这个总领南郡太守 是包括整个湖北省 所有的州县 那么荆州还在刘备的时候 那周瑜能干吗 更想把荆州抢回来 当天晚上写了书信 赵明孙权 想办法要回荆州 孙权也上当 见着周瑜的姓之后 赶紧把上大夫卢宿找来 卢宿 当年荆州 市里的中宝人 介于刘备 至今千年日月不还 何时归咱们 你看怎么办 啊 周公 文书上写得明白 他多想得了西川 就还咱们荆州 哎 他光是嘴那么说 要不动兵 何日能去西川 此唐塞尔 要这么千年日月 岂不等老了人呢 你敢问荆州一趟 去见刘备 让他赶紧把荆州交还 遵命 鲁肃没有办法 带着仆人 坐夜偏周 敢奔荆州 那么划分两头 代表刘备和孔明 自从上次回到荆州时候 人家君臣大肆信恶呀 如今广拒贤财 操练兵马 荆州是兵精良足啊 这一天孔明和刘备 正在听中议事 突然外面报告 说东吴的卢大夫 卢子敬求见 惨 刘备也一愣了 卢宿就干什么来 他问诸葛亮 孔明笑着 哈哈哈哈 主公 聪明一世 莽撞一时 您还用问吗 卢宿为索取荆州二 刘备就败听了这句话 老有要账的赌门 哎呀先生 如果卢子敬又要荆州 我怎样回答 主公不必为难 亮早就想好了 最近我听说 孙权命花心 为时赶奔许昌县草草 表奏主公为荆州 表面上讨好咱们 使得利用草草 让刘朝两家不和 东吴好从中余力 草草没有上当 相反的家封周瑜 为总领南郡太守 城府为江夏太守 草草呢 又想利用 孙刘两家不和 他好一路 这些人是唯利是图 可笑周郎 不明白曹子的用意 如今利欲熏心 他上了当 故此派鲁肃 先来索要荆州 主公 您还算吧 上一次不是把鲁肃 哭走的吗 哎 这招不错 他要荆州 您还接着啥哭 哎呀先生 光哭 能行吗 哎 到一定的时候 臣自有对答之词 好吧 刘备按照诸葛亮导演这个事 君臣两个人心里都有树 诸葛亮躲得屏风厚的 刘备吩咐一声 来呀 请儒自敬 时间不大 鲁肃来 献上礼物 聊依旧拜 刘备伸双手相传 自敬 独必多礼 来来来 请坐请坐 鲁肃说 我可不敢 现在咱们孙刘两家 接生亲戚 您是东吴的女婿 我是您的臣 仰敢跟您同坐 哎 紫敬说的哪里话 咱们都是顾教的 不必居厂礼 坐坐坐坐 紫敬不客气 坐下了 刘备吩咐一声 排白酒宴 招待卢紫敬 两个人喝了半天 光说闲话 卢素心里着急 头眼关脚 刘备脸上没什么表情 根本没想到自己来要荆州 心说你不愿意 我得愿意 把酒杯一瓣 抱全攻守 黄叔 此次 自尽过江来见黄叔 有一时乡求 不知黄叔 肯拼风 自尽有话 情想当面 被怨文高略 黄叔 我不为别的来 想当初 你们占据荆州 这块国土 乃是东罗的 因黄叔 无处逃奔 自尽从中担保 占据多年 如今我家吴侯 实在等不及了 请求黄叔 给我个确切的答复 您什么时候 能还荆州 我为这个事来的 刘备已经 裹不出军事所料 真要让来了 哭吧 再看刘备 把嘴一脸 无关挪位 这 不见 你别说刘备 真有两家子 哪回哭都掉泪 比个演员的表情 还丰富 再看刘备 连摇脑子再跺脚 吹胸脯都晃在肩膀子 这一栋哭 把鲁肃哭 就啥来言了 黄叔 黄叔 这是他们 黄叔有话 资管讲 何必痛哭 这鲁肃还就怕哭 贤者就因为这个事 把他哭就没词了 一看刘备又哭上 心里头着急啊 正在解劝之时 就听有人弹售一声 诸葛亮在屏风后 都转出来 手拿雨扇 慢慢腾腾 来到桌子前面 紫敬 扫赔 哎呀 先生来得正好 快点帮我 劝劝黄叔 诸葛亮 拉把椅子坐下 口打嗨一声 咳 紫敬啊 也难怪我家主公哭 连我都闹头 前者 我曾经打死 我们娶了西川 救欢经兆 大丈夫为人处事 以信义为本 能说话不算说 日夜思念娶西川 前文我跟你说 那么西川的刘章刘吉 是我家主公的同宗 我家主公大人大义 不忍多同宗之基 左右为难 再加上西川 山高路远 一手南宫 车不能双轨 马不能并配 我们不熟失地理 再加上我们荆州出定 兵不经 梁不足 转运困处 望思静 在吴侯面前 善言相讲 如其缓献才是 鲁肃是最好一个人 听完之后 无言可大 心说 我转告吴侯 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今后 我算不管这个事了 鲁肃 刺边的刘备 孔明 上传之赶奔 差丧 没见孙权 先见周瑜 就把以往的经过 诉说了一遍 周龙锦 文庭 死 阿姨 跺脚 嘿 子敬 你又杀了他们的大门 这是纯粹的瞎话 诸葛亮妖人爷 大耳贼十分的狡猾 这就叫唐赛 子敬你还记得吗 刘备走投无路 过汉江到荆州之时 就有吞并荆州的心 刘备还是他当家子呢 他为什么要抢荆州呢 何况宜州的刘张 这是瞎扯 那么嘟嘟你看怎么办 诶 诶 中午见没一手呼声一见 子敬 你不必去见吴侯人 现在你就翻回去 还敢问荆州 见着刘备和孔明 你就这么说 你说啊 益州的刘张 既然是皇叔的同族 你们不忍心去取 没关系 我们东吴跟他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东吴发兵去取 我们出人 我们出兵 我们把西船打下来之后 交给你们 你们搬了家 再把荆州还给我们 你就这么讲 嘟嘟 那怎么行啊 西船离着咱们 万水千山路途遥远 粮草转用困难 我们怎么能舍尽求远呢 遭遇一听 哈哈哈哈 子敬 真长者也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啊 我方才说的这是敬 这是假的 哦 这是假的 对 这叫言孔明和刘备的耳目 让他们毫无准备 就说我们收穿 大军路过荆州之时 让刘备孔明 供应粮草 让他赶奔 帐篷之中 慰劳我们的军队 他要不来环子罢了 来的时候 出其不意 攻其不畏 把大人贼杀在连营之中 乘劳攻去荆州 大功告成 此假图灭国之计 这事你还不懂 啊 嘟嘟的妙算 好 我回去 周瑜心里话诸葛亮 刘备 我叫你们先 你们可看不出我是一记来 他心里都想着不提 单表鲁肃二次返回军中 有人到里边一送信 刘备赶紧问诸葛亮 军事 鲁肃去而复返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嗯 主公您还不明白吗 根据日期推算 鲁肃没有见着孙权 一定在财桑郡 见着周瑜了 周郎又搅着自作聪明 出了一记 哈哈哈哈 当然什么记 咱还不知道 见了鲁肃之后 咱就明白了 那 我要见着紫敬之后 怎样答复 父公 你不用说话 你听我的 我说对 你就跟着说对 我说不对 你就跟着摇头 你就在旁边随帮畅影 就可以 哈哈哈哈 朱格亮又导演完毕 纷飞一声 请 把卢子敬请到厅上 涉酒捆带 卢肃这个人最老实 没说过瞎话 这回瞪眼说瞎话 脚的心里都发溃 那脸上都带出来 坑吃了半天才说 黄叔 孔明居士 我见着孙将军 把黄叔的处境 对我家吴侯已经讲过 我家吴侯十分同情 也十分怜悯 后来吴侯据文武将官 这样想的 既然黄叔 以西川的刘章是同族 你不忍心去取 情有可原 我们东吴可以出大兵十万 替你收穿 把四川得下来之后呢 您再搬家把荆州再还给我们 你看此意诸何呢 刘备听着眼睛直转 扒着这滋味 喝着这鲁叔的话 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不敢表态 他得看诸葛亮 就见孔明听完了之后 站起来 子敬太好了 感谢吴侯 感谢吴侯 太好了 太好了 刘备一看 哦 我得随帮唱影 孔明先生还好 我在旁边的邦乡 心跟着刘备也叫好 对对对 一定是资敬善言之力 十分感谢 十分感谢 鲁叔心里话 孔明啊 黄叔 这回你们可上当了 看这个意思 你们是一点没往别的地方想 中了我们周都督的记忆了 鲁叔心里讲 谁不能说呀 黄叔 诸葛先生 虽然我们出动十万军队 替你们收穿 怎奈路途遥远 路过荆州之时 望求黄叔供给钱粮 好好地换贷士兵 这一点你们不能推辞了 祖国亮一排凶奴 对 紫敬放心 让说你们替我们收四川 我们再不供应钱粮 余礼不合 这个你放心 到了荆州借手 所有的吃喝用度 全包在我们身上 这还不听 到了荆州附近 我家黄叔和我 必赶在御营 耗劳都督 亲自给都督接风 一言为定 司法难追 双方当时就定好 鲁叔告辞回柴桑 见着周瑜把事情 经过说了一遍 周瑜背着手 晃着脑袋 咬着银牙 鸿鸦 鸿鸣啊 刘备 这回我看你们还说什么 周瑜在这准备 报告孙权 调动军队 使得这么个计则 那么鲁肃走了以后 刘备不得问孔明吗 他不明白是怎么个事 啊先生 鲁肃方在说这些事 真假不知 你是怎么看的 主公 你看见没看见 这又是周郎的遗迹 周郎啊 你死期尽异 主公 这叫假图灭锅之计 刘备不明白 啊先生 何为假图灭锅之计 主公 在春秋时代 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晋国 一个是渝国 一个是郭国 那是晋国要取郭国 曾经跟渝国借路 渝国不明利害关系 就答应了 晋国灭掉锅国之后 翻回头来 又把渝国灭掉 这叫假图灭锅之计 周郁明则取春 实则欲取咱们荆州 称其不备 公其不义 打咱们个措手不及 这种计策 连小孩都瞒不了 何况是咱们 那么先生 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两自由组织 来啊 赵羽听令 打 参见军士 子龙 如此正班 正班如此 下去赶紧给我准备 准备 中军官听令 打 下去 告诉官女官场 张飞张立德 黄中卫 也如此正班 正班如此 不得有物 准备 南机官通知四方 胆起不提 单表赵羽 在维斯科 这个计算是 一点也跑不了 诸葛亮肯定上当 跟孙权通知完毕 孙权调动精锐军兵 水陆军十八 构奔荆州进发 赵羽在船舱里 坐着怀抱六级 威风催眠 赵羽心里的心花怒放 一边琢磨着 一边乐 哎呀 诸葛亮 你这么鬼那么鬼 到底落在我的 陷阱之内 周瑜正想着呢 报市里进来 报 报都督 刘皇厨派使臣 梅珠求见 叫他进来 一会儿小船 靠到大船边上 梅珠上来 参见都督 梅先生 黄厨可知道我 前去收穿吗 知道知道 这都商议好了 我叫黄厨与军事 在荆州东门外 准备酒席 给都督接风 好 我东吴替你们收穿 在人情上 你们要说的过去 知道吗 是 都准备好了 好 我们荆州再见 梅珠下着船走了 周瑜一看 设施更有把握了 开船 加速前进 这船感到了荆州附近了 就看了 江面上没有一只船 江岸上没有一个兵 也没有欢迎 嗯 周瑜演出一顿 就脚里有点不妙 周瑜决定亲自探探 叙事 来啊 大马 抬枪 才演出了诸葛亮 三气 周瑜 周公井 弃周登岸 带着丁凤徐胜 灵同攀张 陆逊吕蒙 还有城府 带着后续部队 选调精兵三千 赶赠荆州 探探徐师 一路上走着 周瑜就犯河 难道说 我的计策 被孔明猜中 不可能 要说他没猜中 为什么大江和路上 一个人都没有 说在此阳街 怎么不见人 周瑜这个心里就画魂 说说简断 眨眼之间 就到了荆州的东关 他一看 真没人 说刘备和诸葛亮 在这等着 连影都没有 他提马敢问 东关的城下 荆州城市有人没有 我家都督叫你们回话 可了不得 教镇官的声音刚一落地 就听见炮声震耳鼓号喧天 咚 咚 咚 藏头上竖起刀枪 全是军队 刚才在舵口后的隐蔽了 刀枪应日 七番招揽 女儿枪边冤大将是 严甲素袍 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再看赵云首扶着舵口 望下看 来者何人 我家大都督赵公尹 要见你家皇叔 我常山赵云在此 让周瑜与我大话 教镇官回来跟周瑜一报告 周瑜更纳闷 亲自点灯马往田蹄到了滬城河边 抬头看看 上面是子龙吗 正是赵云 都督不在东吴操练人马 来到荆州河干 呀 赵云一听鼻子没气味 哦 你赵云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呢 把火压了呀 一想有事 我就找刘备和诸葛亮说 你是个当武将的跟你废不着唇舌 周瑜想罢 这才说 咱咯 我已让卢大夫 此敬与孔明先生商量完毕 我东吴近起人马 前去收穿 攻打六章 在荆州路过 由你们供应钱粮 也和皇叔与军事 全都不在 哦 是这么回事 哈哈哈哈 周都督 我家军事早就料到了 你这是假的 名为收穿 实则要打我们荆州 攻其不备 出其不义 我家军事说 这叫假图灭锅之计 这种计策 瞒不过三尺的儿童 岂能瞒得过我家军事 我家军事让我奉劝都督 由哪来还回到哪去 不要自讨无趣 这一句话 把周瑜的笔给揭穿了 周公斤在马上吸了空冷气 马往后退了几步 这个 不好啊 如果诸葛亮真要猜中 是对我不利 他心里头刚想的 可怜我 就听四面八方 拼崩壁裂一样 啥啊 别让周公斤跑了 抓周瑜啊 周瑜是大惊失色 就见探马兰奇 从四面八方跑回来 刀尖点力 紧急地报告 报告 官军长 从公安杀来 张飞 从紫龟杀来 四面八方 全是荆州的人马 我们拔面 受敌 都督 早拿主意 好 退兵 说了个退兵 周瑜把马头莫装 赶紧往江边就退 赵云开城门 周的屁股就杀出来 寒沙之声震动白脸 四面是一片抓周瑜的声音 周瑜茫茫似漏网之鱼 荒荒如丧家之犬 是跑到江边 赶紧弃暗征兜 他刚上了大屯 就听见江面上 也是寒沙连天 流风眉珠 前后的随军 把周瑜夹在正中 进不能进 是退不能退 周瑜这回是惊慌失措 哎呀 这再如何少 再往岸上观看 荆州兵 把自个儿的军队包围了 这可惨哪 投降的投降 将枪刀器皿扔得遍地全是所有的东西 全归了荆州 周瑜如何不弃 眼前金灯烂晃 搅着天转地转 哎呀 气死我也 哭通一声 倒在船上 吐血昏迷不醒 周瑜这不是自讨无趣吗 两旁中将却吓坏了 赶紧过来 急救周瑜 周公紧在嘴角子上冒着血沫 手舞着伤口 诸葛亮 大耳费 我岂能与你等甘休 那呀给我攻 还说攻呢 都被人家包围了 就听见前面有鼓要之声 遭遇不明明是怎么回事 问手下人 何人击鼓奏药 灰嘟嘟不问也罢 假 到底怎么回事 诸葛亮和刘备 在江边的山坡上 言酒作乐 故意气渡住 哎呀 好 周瑜一琢磨 哎 惊着我 我不要了 干脆 我真打西船就得了 你看看我西船能拿下来 哎呀 兵发西船 这军队 重整还没等走呢 有人进来报告 到 诸葛先生 有书信来到 拿来我看 有人把诸葛亮的信拿回来 周瑜把风头撤掉 展书观看 再看书上是这么写的 汉军是中郎将诸葛亮 智书于东吴大都督 恭敬先生墨下 两只财桑一别 至今烈烈不忘 本族下欲取西村 两妾以为不可 一周明强地险 刘章随暗绕 足以自首 尽劳师阮政 转运万里 欲收全功 虽无其不能定其归 孙武不能善其后也 曹曹曹吞兵合肥 虎至江东 时时想到报持弊之仇 都督远征 家中空虚 如草头兵马乘血而入 江南未溢 诸葛亮不仁做事 忠言相告 往都督见远 哎呀 诸葛亮几句话 虽然是在信上 点中他的要害 周瑜一想 真是这么回事 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不取西川 被刘备耻笑 取西川 家中空虚 曹曹曹称血而入 就完了 这是进退两难 西吾脑成怒 打不能打 玩不能玩 左右一加工 周瑜受得了 这人气还大 又叫一声 口吐鲜血 不行人事 中文人一看 这个仗怎么打 左右急救 就把周瑜救起来 再看周公斤 面如黄钱纸 唇塞殿夜清 眼窝深陷 眼神都散了 嘟嘟 嘟嘟 嗯 哎呀 取过文房四宝 有人一想到要血上 赶紧给准备 就见周公斤 勉强挣扎的坐起来 提笔在头 给孙权写了封信 这封信写完了 自个看了一看 逃笔于地 又往左右瞅了 各位将军 啊 周瑜短命归天 不能与各位将军 共建大业 于此后 愿各位 善保无耗 嘟嘟 嘟嘟嘟 您怎么说这话 周瑜又哄过去 好半天又喘过这口气的 周瑜晃着脑袋咬着牙 啊 寄生于 何生料 大叫一声 当时就死去了 周瑜死这年呢 才三十六岁 岁数不大 众将一看 周瑜气绝 放声痛哭 哎呀 都督啊 幸亏人家 荆州没打 诸葛亮收兵带队 回来荆州 这还不错 要不就得全军覆没 咱们安却诸葛亮 刘备 咱且不提 单表东吴杜将 回到江东 把都督装炼起来 暂停在霸青 赶紧巴着里快马 飞爆孙圈 哎呀 孙权一听说 周瑜死了 大叫一声 昏倒在地 整个南徐全震动 大家又抢救孙权 好半天孙仲谋 这才明白过 公君 你可痛杀孤爷 孙权真难过 哭的是目中出血 中吴的人都哭 一方面孙权命令 全国是断国效 给周瑜炒住 另一方面 把周瑜的遗书拿过去 哭着 把周瑜的信打开 擦了擦眼泪 在定睛瞧看 信上是这么写的 予以凡才 和蒙疏欲 为人复兴 统于兵马 敢不解骨功之力 以图报教 奈死生不测 短修有命 于智未然 威屈一冤 遗恨何击 方今 曹头在北 江长未静 刘备济欲 有四杨虎 天下之势 尚未可知 此政 曹氏 甘尸之秋 至尊 垂律之日也 鲁肃忠烈 林氏不苟 可以待遇之认 哎 人之将死 欺言也善 上蒙垂渐 于死 不惜有意 孙权越看越难过 把这封遗俗反复去 看了三遍 哎呀 恭敬他 你有王族之才 故 遗仗作靠山之中 你今一死 我还更赖何人呢 说罢又哭 大家又劝 三天三夜 孙权是不吃不喝呀 大家好没办法君臣的感情吗 孙权告诉 一方面 段国效超度 一方面 命把周瑜的灵鹫送回原郡 在原顿要超度七七四十九天 路过台桑郡的时候 全国激烈 另外孙权的心里头 把刘备和诸葛亮恨 都长了牙的 心说诸葛亮刘备 你们挡着我的 非给恭敬报仇不可 周瑜在一书里头 重点是保健卢素 代替自个都督的职务 孙权当然百亿百岁 当天传下旨意 命卢素攒带大都督总统江都水路军马 那么江都这么大的举动 荆州能不知道 诸葛亮就得着报告 孔明暗中一笑 恭敬 你是自寻死路 这可别怪我意狠心毒 你逼得我这么办 等第二天得着确切报告 周瑜死的罢休真事 另外卢素身为大都督 把刘备乐的 来啊 排酒庆贺 世界上不就是这样 有一乐就有一哭 有一喜就有一忧 东吴那块报仇 人家这块排酒庆贺 刘备在酒席宴前问孔明 阿先生 周瑜一死去掉咱一块心病 下一步你看怎么办 主公不要太高兴 周瑜死虽然去掉咱们一个祸害 但是也去掉咱们一个左膀右臂 公警盖世奇才 只可惜不能与咱们留见联合 倘若孙留两家同心合力 共图破槽 咱可省老的尽量 虽然公警死了 人死不接仇 亮愿敢问江东前去调研 啊 刘备一听把脑袋晃得直播了 不不不不不 先生不行不行不行 东吴都把这憨死了 找你不找 拿你不见 你自投罗网深入虎口 那不是送死吗 先生这个事无论如何 我不能同意 哈哈哈哈 主公放心 周瑜在的的时候 我尚且不怕 周瑜死了我还怕谁 您放心 我敢问东吴文如泰山 另外东吴净出豪杰 倘若遇见制裁之事 把他请到荆州辅佐皇叔 您就放心 哎呀 先生非要去 我真不放心 带着谁保你 子龙一人足矣 把长山赵云找出来 当时跟子龙一讲赵云点头 身披虫甲 带着五百精兵 保护军士 做了船只三十只赶奔霸秋 朱格亮在船上坐着 晃着鱼扇 自个心里琢磨 到了东吴 我得怎么办 遇生这样的事我如何 遇生那样的事我怎么应付 那脑袋里要没个算计能行 别看他表面上谈笑风生 脑袋是始终不闲着 等船只到了八丘一问 朝鱼的灵鹫送到柴桑去了 叫全国超度 孔明一想 干脆 我们也赶奔柴桑 一路之上带着纪礼赶奔柴桑 等大船靠岸之后 有人到里面一报告 鲁肃这只生人大都督 正在这忙碌着桑事 一听说什么 诸葛亮来调校来 东吴的人当时就炸了 一个个虎目冤翻咬碎钢牙 诸葛亮啊诸葛亮 杀了他 夺了他 这回他自投罗网 自己找死夺了 给都督报仇 各拽召见眼睛都红了 鲁肃这个人是最好的人 私感情上与孔明不错 论公事面上他一想 这也不对 锅儿不打送礼的 狗不咬拉屎 这是一句白话 那么孔明千里飘飘跑到这来了 给我们吊销 这是两国的礼节 我们就动刀动枪 非要杀人家 这玩意理交代不下去 鲁肃当时把脸望下一尘 各位将军 不可鲁莽造次 大家见机而坐 见经生情 听我的令箭 任何人违背令箭 必斩 你看看 军令如山 大都督发了话 谁敢胡来 众将人气吞声 把刀剑带起来 就等着都督传话 再要孔明的命 有很多的战舰 一笔又 埋伏在灵堂的两乡 就要准备来坐出来 在这儿鲁肃 亲自穿戴好了 带人到江岸英街 两人见面 寒暄了几句 鲁肃一直把孔明 陪进灵堂 诸葛亮闪目定睛瞧看 这座灵堂是庄严肃目 在院子里高达灵棚 足有三丈六尺高 全是用炉席打的 下面摆着花头棺材 前面是灵牌 桌衣板栋 全都用青布和白布把它瞒上 左有金山又有银山 左金铜又有玉银 这块巫术的倒数超度 再一头广皮麻带笑的不下几千人 人人脸上带着悲哀 一个个俩眼哭得都跟桃一样 朱格亮的心也不是姿了 孔明来到官国的前面 千词后响 周瑜的影像在脑子里就出来 那周公尹 严甲素袍小伙打得个帅劲 明眸大眼 说话咔咔 做事四面见现 少有的人物 死了 你说人生在世 什么事不都遇得上 朱格亮心里的也是难过 赶紧在祭桌的前面 倒身下袋 吩咐把祭礼献上 鲁肃在旁边赔铃 朱格亮命人 把香辣扁刀 举香在手 插到三条腿的香炉里头 往后一退 二次跪倒 在袖子里把祭文拿出来 这么隆重的事没祭文也行 朱格亮当着东湖的人 高声朗读祭文 祭文上是这么写的 呜呼恭敬 不幸妖王 修短顾天 人妻不伤 我心实痛 泪酒一伤 君妻有灵 享我祭仓 吊君幼学 遗交波夫 仗义苏才 让舌宜君 吊君绕关 万里烹砖 顶见霸业 隔距江南 吊君壮丽 远镇八丘 景生怀绿 逃逆无忧 吊君风度 家配小桥 汉臣之戌 不愧当朝 吊君气概 建主纳志 始不垂斥 终能奋意 吊君不扬 蒋干来说 挥洒自如 雅量高致 吊君红才 文武涛料 火攻破地 顽强围绕 吊君当年 兄姿应发 枯君早逝 浮地流血 忠义之心 英灵之气 命中三纪 名垂百事 哀君情怯 惆怅千节 唯我肝胆 悲无断绝 豪天昏暗 三君创然 诸为哀气 有为碎怜 量也不才 奇迹求谋 诸无抗朝 浮汉安流 积交之缘 首尾相仇 若存若亡 何虑何忧 乌乌恭敬 生死永别 扑手气得 明明灭灭 昏如有灵 一见我心 从此天下 更无知音 诸葛亮足霸 是浮地痛哭 咚咚咚 拿脑子碰着地 连摇头再抓地 哭得是目中流血 这一哭 我可真有效力 把东吴的人哭傻了 仲将一看我 我看你一个个 不值得 回事 诸葛亮真哭 他跟咱们都督的感情不错 所以说人不伤心 不落罪 要这么看起来 他跟都督关系密切 不过这两国的仇敌 各位妻主讲不了 有的还这么想 那是我们都督心胸狭窄 自娶其死 不怪人家诸葛亮 你看这个哭 这小瞧了他 就有这么大的作用 刘备一辈子就好哭 用哭哭的半拉江山 这么了着 人心受感动 就连裴灵的卢素 在那边哭的 一行鼻子两行眼泪 卢素听着 心里都想着 心说恭敬 不怪人家孔明 你心胸狭窄 自己找死了 还得劝吧 好半天过来 给诸葛亮掺服起来 诸葛亮还不完 还哭 嗓子都哭哑了 大家好容易把孔明 劝出灵堂 但是人多了心不及 也有不少的人 看出诸葛亮是假哭 心说你猫哭耗子 假装什么慈悲 啥啥啥啥啥啥 暗中想下手 但是一看 诸葛亮的身边 站着长山 赵雲赵子龙 再看赵雲 耳目如电 闪烁放光 用眼睛看着周围的 一举一动 手握剑都 咬着钢牙 谁不怕赵雲呢 这些人一想 就是我们过去的话 也不是赵雲的对手 不也是自寻死路 再说大家心不及 有上的有不上的 诸葛鲁肃又没有另见 这些人又歇着气了 诸葛亮回到客室 鲁肃陪着又谈了一些闲话 诸葛亮代表刘备 向家族再三致意 留下黄金五千两 明珠一百颗 料表心意 鲁肃这就代表周瑜的家族 收下 料喝了一杯水酒 孔明告辞 罗素一只送在江边 眼瞅着诸葛亮这些人 弃暗登周 那么罗素回去 咱就不提 咱代表诸葛亮 那么孔明在灵堂 那个哭是假的 不对 真哭 要说孔明是猫乎号的假思 被这个理解错了 那哭什么 诸葛亮有诸葛亮的想法 孔明是这么想的 说就凭着周公敬这个小伙子的财 就凭着他的能力 如果跟我孔明同心合力 我们俩之间没有摸他 孙刘两家共抗曹操 那个曹操有什么难打的 偏偏的周公敬跟自己就不对眼 三反五次非要谋害自己不可 以致弄得这个结果 周瑜这一死 断掉自己左膀右臂 诸葛亮一想望后 我坚持的担子更重了 既有防备曹操 又有防备孙权 孔明心说我就是个操心的命 没个好 在龙中处理之后 到了现在耗尽心血 不知耗得什么时候 这替自己遭响也难过 所以他真哭周瑜 但是毕竟不是这么自己的至亲 也不是骨肉 呼唤一会儿到了船上 也就恢复原样 孔明刚坐的船上 就听岸边有人报告 有一人求见军士 请 说实话 这个人上了团 再看赵涛朱驴 逃在柳木道关 手拿浮沉 来到船舱里头 砰一把 把诸葛亮手腕子抓住 哈哈哈哈 胆大的孔明 诸葛亮你胆子不小 气死周公锦 又来吊笑 你是咋一巴掌 给个天枣吃 明其东吾吾人也 诸葛亮一听 吓得吸了口冷气 这是谁 定睛一看 哦 原来是你 来的这个人 正是庞统 庞世元 道号 凤初先生 这个庞统啊 可不是个出家的老道 古人凡是有学问的 都觉得自己清高 无论穿仗打扮 哎 或者是自己都要起个道号 庞世元在这套书上 那是铸了名的人物啊 加入襄阳的人士 一诸葛亮交情之后 当时孔明一看是他 乐了 哎哟 怎么在这碰着你了 快坐坐坐坐 两个人携手揽腕 亲近的聊不得了 坐在穿仓之内 述说自己心里的事 庞统啊 就把自己的心意说了 现在游浪四海 连一个地方都没有 到底是保谁 庞统拿不进主意 诸葛亮听完了 世元吗 那么你的意思 打算怎么办呢 庞统就说 故土难离 打算去保孙权 诸葛亮说 恐怕孙权不能中用 倘若不中用的时候 你可以跟荆州 投奔刘皇叔 皇叔刘备 宽仁厚德 必不屈足下 好吧 两个人谈完了 诸葛亮写了封信 告诉庞统 不管我在不在荆州 只要你去了 有我这封信 皇叔必然中用 说完了两个人分手 诸葛亮回荆州 见刘备交差不提 单表庞统 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赶奔南徐去找卤素 卢子敬正忙着给周一治丧 全东吴断果笑七七四十九天 一直忙活到了日子 把他的灵酒送到书城县下了葬 这个事算告一段落 当鲁宋忙公事的时候 接待了庞统庞世元 鲁宋一看庞统来头 心里特殊的高兴 因为这是人才 让庞统住在自己的家里 第二天起身报告孙宣 孙宣就问了 说来的是谁呢 主公 这个人可了不得 有今天伪帝之才 治国安邦之略 您没听说有个凤厨先生吗 唐统唐世元 如果这个人辅佐主公 那咱们江东取天下 一如反掌 比我鲁宿 圣强万倍 哦 姑 也早就听说此人的名望 现在何处 就住在我的府下 请 孙宣也是爱贤的人 在这会儿隆重接待 庞统庞世元 等两个人一见面 孙宣一看 心里他不痛快 为什么呢 这个庞统的长相 叫人瞅着变 身高将近九尺亭 大个 长得奔头大下巴 塌地梁子翻鼻孔 这俩大鼻子眼 说句玄话 小耗子都能钻进去 黑胡须往外刺刺的 两个怪眼冤翻 两个大三封的耳朵 破口咧塞 长得十分凶恶 孙权这么一看 心里先有五分不喜 行事话 这人怎么长这么难看 凶兜兜的 就这个人还有财源 这是心里的话 他没说 分宾主落座之后 孙权大宗考考他 啊 先生 九文大名 金姓得见 三成有姓 请问先生 平生所学 以何为主 他打算问问庞统 你那么大的学问 这一生学的东西 以什么为主 这一句话 庞统就不高兴 他这原信说话 我千里来头啊 你为主 我为客 怎么见面 什么辛苦都不问 问我学什么 这还用问吗 庞统心也不痛 随口就说了这么句话 哈哈哈哈 随机应变 无有规定 那意思 我爱学什么学什么 没有一定 孙权听了这话 更不高兴 就有九分不喜 脸蛋的往下一沉 哦 那么先生 你的才学 比龚锦如何 在孙权的心目之中 就是周瑜周龚锦 那就是样板 就是楷模 不管什么人 有什么能力 得拿周瑜这个尺子 横量一下 所以问了这么句话 庞统更快听 心说话周瑜 有什么了不得 我比他如何 说出话了 所以就不好听 哈哈哈哈 孙将军 毕生所学 于众不通 不管是天文 地理 人和 都在随机应变 我看周公锦 不是天师 不晓地理 不懂人和 自取其货 我要跟他一样 早就死到八丘了 哈哈 可坏 他是接周瑜的短处 当着孙权这么一说 正碰着孙权的心上 再跟孙权般 眼一瞪 有心发作 心说话 你这个庞统干什么 哦 你小瞧周瑜 你就是小瞧我孙权 这样的人 我岂能忠他 又一想 不行 一则是鲁肃介绍来的 二一则他是江东有名的民事 今天如果四个发怒 叫众人看着不好 孙权把火压了呀 勉强说了这么几句话 庞先生 我的江东 现在无有闲职 将来有用先生之事 再去奉行 咋呀 送客 让给撵出去了 庞统出了孙权的议事厅 口打嗨一声 没办法又回到鲁肃的府里头 在旁边把鲁肃挤坏 看了看 庞统走了 这才问孙权 主公 因何言语冷淡 不住用庞氏员 哎 子敬 你没听见 庞统空有其名 无有其事 此人一无一切 狂事也 这样的人 言过其事 孤 绝不重用 哎呀 主公诧异 那庞统 庞氏员 一定有识学 想当初 恭敬在日 多有请教他的地方 持别凹兵之时 火烧战船锁链川舟 他成第一宫 献的是连环祭 您忘了这个事了 哎 我怎么能忘 那是曹操自己 愿意把大船锁链在一起 与他和关 不必多说 故执意不用 鲁肃碰了一鼻子灰 一看没办法了 退殿之后 回到自己的府中 见庞统低头不语 摇头叹息 卢子敬劝吧 劝了老半天 最后问庞统 先生 难道你无异于东吴乎 那意思你还有心没心 在东吴待着 庞统打了个嗨声 看看卢子敬 子敬啊 我没心在江东待了 那么你御下河王 我准备投靠曹丞相 啊 水元 你要投奔曹丞事 以明珠投奋兔啊 这个事是万万使不得 曹丞汉贼 你怎么能帮助他呢 那子敬你看我得怎么办呢 以我之计 水元 你能不能投奔荆州的刘皇叔 刘备这个人宽仁厚德 李贤下士 你要能保着他 就能大展其才 好吧 方才我说投草草 儿戏也 我能保他吗 既然子敬 让我赶奔金钟 好吧 恭敬莫如尊命 明日我就启程 怎么办 水元 你要叫这不熟 我这里可以给写封 建局的书信 鲁肃真不错 诚心实意 给刘备写了封信 介绍庞世元的为人 如何如何 让刘备重用 写完了交给庞统 不过他跟庞统说呀 世元 你到了荆州之后 切莫忘了让孙刘两家 共同抗操 你得处使咱们两家和睦 这事情你要办到 你就算对得起我 放心 这是我平生之愿 当夜晚间说不完的心里话 次日庞统庞世元 带着卢子敬这封信 起身赶奔荆州 这个事说来也巧 诸葛亮没在荆州 巡查江南四运没回来 就是刘备主宰一切 这一日正在公平办公 听说江东的名士庞统求见 刘备也乐呀 庞统 知道知道知道 吩咐一声请 把庞世元请进 恭听 广市文这名 刘备可没见着 等这一见面 刘玄德一看 哎呀这个人怎么长 这么难看 心里头也有三分不喜 要不说这个人长得 可不一样 有的长得是开示大吉的脑袋 谁瞅着给人一个好人像 有的人一见面就叫人厌 当然不能以相貌取人 就拿刘备这种人说 见着庞统心里也不太痛快 心里没说什么 分宾主落座 庞统也看出刘备脸上的表情 庞统也不高兴 难道说我过大江千里来头 刘备也没看上我 他心里画魂 不过刘备比孙权强的多 先笑了 先生 远路而来太辛苦了 没说的 我听说皇叔李贤下世 正在招贤用人之时 故此来头 哦是是是 刘备一想我给他什么差事 这来保我来了 按他的模样 真不应当收留他 可是他来了 确知不公被外人耻笑 给个大差事吧 舍不得 怕他担负不起来 哎 有了 奉处先生 经厨方令 除先知 离这块东北上一百三十里 有一座雷阳县 缺少个县令 望先生 咱却屈身为之 日后有的优缺 必定相情 给了个知县 要一般人来说 给个知县 那了不得 知县有个外号 叫百里侯啊 七品的县令 大权在 我还了得 但是搁到庞统的身上 那就不同了 庞氏原本是什么才学 那个人多大的本领 听完了刘备这句话 庞统就好像冷水泼头 机灵灵打于冷战 刘备呀 庞统心里说话 都说你李贤下士 今日一见 不是那么回事 哦 你拿我庞统当什么人了 给我个知县 有心站起来 甩羞子就走 又一想不行 我没见到孔明 那我能走吗 有心当时大展奇才 写一写自己的学问 又一想没必要 好吧 等诸葛亮回来 三头对面咱说清楚 然后我再走不吃 就这样庞统 也没把鲁肃和诸葛亮的 见局信拿出来 庞统这个人还有志气 心中话就是我评论的能耐 拿别人的见局性 夸我如何如何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没多说 给刘备捉了个医 当时告辞 赶奔磊阳县上任 庞统到了线上 不理现实 他心里都有牢骚 有情绪 能耐发干活吗 每一天 是醒了不醉 醉了不醒啊 酒瓶子不理嘴 喝醉了就睡 醒了还喝 手下的三般牙医 黑红笔的师爷全傻眼了 一瞅这从哪找这么现官的 不管事儿 老百姓打官司告状 什么条词下送啊 打官司 他一概不记贷 这件事情就传到刘备条 把刘备气的 啪 一拍桌子 树炉阳杆坏 我法斗 新说话 庞氏员你太不像话了 该一脸不要脸了 你来了 我把你撵出去 不是那么回事 给你个县令 你嫌小吗 你怎么不办公呢 废我县令的事情 这还能容了吗 正想着这个事儿 张飞进来 大哥 你怎么了 三弟 你来得正好 马上带我一指令 赶奔雷阳县 查办庞统庞氏员的劣迹 我听说到 酒费现日 什么工也不干 如果真是乱咱们的法度 就地处置 怎么着 张飞转身刚要走 刘备脑袋又凉了凉 他一想不行 张飞 张三弟 做事粗鲁 倘若到那块 事情调查不清 毛三伙四的 把事情弄糟了 等一等 他又叫孙谦陪着 三弟呀 孙先生跟着你 有什么事 你二人商议 不行 你一人做主 知道了 张飞带着孙谦 骑马带朴 从赶奔雷阳县 一路上张飞就生气 破面书的 咱哪儿来的 看把我哥子气的那样 你把县上的事 什么也不干 我摔死你 他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等到了 磊阳县的东关外 人家县里的文官 武官都接出来了 唯独庞统没来 张飞问这些人 县令何在 哎呀三将军 哎呀您别提了 就等着您来呢 这个庞县令太不像话了 现在还没起来呢 昨天大概喝了有十五斤酒 喝了一天 睡了一夜 睡了一上午 现在还没起来 听见没听见 孙先生 这样的户 我不摔死的等待何时 完了 把他给我绑来 孙先生赶紧拦住 切瓣切瓣切瓣 三将军 林兴之士主公怎样演讲 你不要暴躁 那还等什么 不不不 咱们去看看 据我所知 庞氏元江东明氏 他这么办必有原因 等咱们查清子 问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真正没词了 没理了 我们再处置也不迟 嗯 好了 走 到公厅 张飞进了城 到了县属公厅 居中而坐 孙谦也坐下来 张飞一拍桌 去 把庞氏元给我带来 有人到了秦市之中一看 哼 这位县令才好呢 喝的无关都挪胃了 还睡呢 厉害 厉害 县令 庞县令 行行行行行 好久 别好久了 主公刘皇叔派人查办了阳县 钦差来了 哦 哪位来的 张将军 张飞来的 找你传话 快去吧 哦 张将军来了 我这就出去 再看庞氏元 咧咧咧咧 一走三望 满脸的醉意 来到公厅 张飞一看着火 就把他一出来 一拍桌子 庞头 你瞅瞅你这模样 哎 我大哥拿你当人了 把磊阳县所有的事情 拖活到你的身上 你干什么来的 这一百来天你竟喝酒了 把县里的事搁之不问 这还了得 我们这跟曹寨那不一样 跟东吴也不同 我大哥办事情 那可以说梁袖清风 给这些老百姓办事 要都像你这样 我们就没有今天 这还了得 他这一指问 庞总这酒就是行了 三将军 我不明白啊 你说了半天那意思 我把雷阳县的公务 耽误了 对啊 一百来天你不办公 你不耽误 是怎么的 哎 将军 我没耽误 一百来天才有多少事 眨眼之间我就能办完 我何必着急呢 是什么 一百来天的事 你一会儿就能办完 三将军不信 在旁边斩舵 看我处理现事 张飞一想 我看看你有什么能力 跟孙前一商议 在旁边打了车舵 庞使员这才吩咐一声 来啊 点鼓声听 咕 谈鼓一响 三班人已列列两乡 庞使员到里边 更临 居中而落 吩咐一声 发出放告牌 把这些打官司告状 所有的人 全给我带上公劈 把一百来天 所积压的案卷 报在诸案之上 喝 再看庞总把秀面高碗 伸手提起两只笔 左右手写梅花转字 嘴里的问着 耳朵听着 手里的写着 这些人打官司在底下跪着 嘚啵啵啵啵啵啵啵 各说各的理 庞总一边听着一边记 嘴里的还一边发落 张飞在旁边看 这人有两下子 就见到批判的这些公式 跟非一样 左一样又一样 左一样又一样 处理了一百余件案子 是分毫不错的 老百姓都是心满意足 临走的时候满脸陪笑 磕了头 高高兴兴走的 不到半日 把所有积压的案子 全都处理完毕 庞总把双臂往地下一愣 哈哈哈哈 这点小事还能难住我呢 慢说是这么点事情 就是孙权和曹涛 我看如掌上官文 何足在意 哈哈哈哈 张飞这个人 初衷有戏 你说这个人毛三伙四的 哎 遇上师子真细心 老张在旁边一手 行啊 这人是大财啊 要不是你说呀 几乎把事给悟了 张飞真是李贤下事 赶忙站起来 来到庞统的进前 先生 盖世其才 我亲自目睹 你这个大财小用了 我老张是个粗鲁人 言语不逊 望先生见谅 我替我大哥给你赔礼了 张飞说完了 倒身就外啊 这个人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呀 像张飞这种人 庞统最理解 庞世元赶紧转身站起来 把张飞扶起 三将军 我也有错 没有没有没有 怪我哥哥肉眼翻拆 没看出您的能力来 怪我老张百妈不是 要是我们先生诸葛亮在家 就没这些事 做做做做做 在这儿赔礼认错 张飞第二天 起码亲自到荆州 报告刘备 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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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 刘备如梦方苏 哎呀 三弟 果真如此 大哥 一点都错不了 我亲自看见 刘备也脚着脸上发烧 脚着怎么的都过意不去 偏感这时候 外面报告 军师诸葛亮回来 孔明这一回 刘备亲自接进来 诸葛亮头一句话就问 庞同庞军师 可曾来否 哎呀军师 你问得正好 方才我与三弟 正谈论这个事 是怎么怎么怎么 一回事 刘备从头到尾一介绍 孔明笑了 主公 庞同有惊天为地之才 胜量十倍 您忘了有这么句话 要得了凤图先生 天下可定 如今此人来头 这是大喜的事情 您怎么能让他当县令 说得刘备心服口服 脸上发烧 心里都发跳 纷飞一声烈队迎接 在磊阳县把庞同接进京州 这回分宾主坐下 庞同 这才把两封书信拿出来 一封是诸葛亮的 一封是鲁肃鲁子敬 刘备一看 更加敬物 心说话 高人员 那不像一般的人 就拿建举信来的 自个什么能力没有 那庞同有志气 显得更高大 庞同这一来 跟刘备谈论了三天三夜 这个人口死悬河 滔滔不断 大展其才 刘备大喜 当时加分庞同 中郎将副军师 帮助诸葛亮 总统荆州兵马 刘备心里说话 啊 当初我马跳谈袭 路过水晶庄 遇见司马德操老先生 说得明白 说福隆奉出 得一而安天下 如今这俩人都落得 我手中 一个左膀 又一个右臂 汉朝的江山 这回是不成问题了 心里这越想越高兴 那么 唐统 庞世元 为了赶尽 刘备 知遇 知恩 赶尽 卢素 卢子敬 和诸葛亮 剑举之力 人心都是肉长的 也得大展其才 拿出两下 庞世元 每天七早餐 可以操练 荆州的兵马 把自己的兵书战策 所学所用 一切的能力 也全拿出来 操练的有法呀 将官们也服 诸葛亮 诸葛亮 众人也高兴 这个消息 像长的翅膀一样 震动的江东 也传到曹操的耳朵里 孙权德这消息 心里不是滋味 后悔自己 不应当相貌取人 把这么个闲人 放出去了 那么曹操呢 心里他更吃惊 那个曹操 实时注意着 刘备的一举一动 听说刘备 不但有诸葛亮 又多了个庞统 曹操大吃一惊 三天三夜 没吃好 没睡好 听说这口坏 刘备本来就是人工之龙 有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 再多了个庞统 对我十番不利 这一天是据文武商医对策 曹操当众这么一讲 有的人知道 这个事严重 有的人还不服气 在文官之中 有人笑了 哈哈哈哈 丞相 不必忧虑 这算了什么呢 什么叫服龙 哪叫凤厨 这叫欺人之谈 这不您提到这儿吗 我早就给您出了个主意 管教荆州落在咱们掌握之中 让刘备死无葬身 知的 曹操 曹操一看 出主意这个人 正是大谋士 成狱 那么刨出国家之外 就属这个成狱 足智多谋 曹操对他十分器重 成先生 何以叫我 成相 自从持被凹饼 我们大败之后 您老人家日夜不停训练水陆军了 现在我们手下得精兵五十余万 也仰得不得铃了 该报当年持笔之仇了 再等就不好办了 看现在刘备的羽毛尚未丰满 我们趁此机会直下荆州刘备可破 孙权也就完了 常言说 当断不断 避流祸患 望成相 掘才 先生 功 早想着报 持笔之仇 但是我有后顾之忧 我想大兵 冬夏之后 又恐怕西凉的马腾 乘血入 如之奈何 这也好办 我还有一计 既然丞相怕有后顾之忧 怎么办 您传一道旨意 把马腾夹封为张南将军 把他骗到京城 先把此人除掉 后顾之忧不就没了吗 对 曹操一听有理 他们定了个毒计 什么毒计 叫汉县地盖了个渣 加封西凉刺使 马腾为张南将军 让他进京赋任 把这封旨意就送到天水关 咱们话分两头 再说马腾 前文书一带糟 咱们提过这个人 十八路诸侯陶总舵的时候 咱也提过这个人 马腾这个人很了不起啊 要讲究他坐镇西凉 兵精凉足 因为那个地点偏僻 不是在中原 很少有人跟着争斗 这些年来养精许锐 让马腾的势力胸厚啊 马腾这个人呢 还非常正直 想当年跟刘备共同发动一带招 想除掉草草 后来此事不成 马腾回到西凉 一直忍了这么些年 全心全意操练人马 马腾有三个儿子 长子马超 四子马修 三子马铁 还有个侦儿叫马代 加上他 人们给送了外号叫西凉吴之虎 都是能争贯战 特别是马腾的长子马超 这人可了不得 画下马掌中香锁香不敌 两臂一晃 绿油千斤 小伙儿长得又帅 能力又大 马超在他爹的面前 那是说一不二 这一天 爷儿几个正在率听议事 突然外边报 说圣旨道 嗯 这什么事 圣旨来了不能不接 马腾赶紧撤摆香案 亲自应接 招待天使官 悬读圣旨之后 这才听明白 让自己赶奔江南去打孙权 加封为征南将军 马腾心里画魂 但是不得不接纸啊 磕头谢恩之后 打发天使官走了 马上把马氏当族的人找来 商议此事 要分析分析 曹操是什么用意 大儿子马超先说话 爹爹 曹操汉贼 这人心怀魄测 面带奸诈 杀人都不眨眼的货呀 您跟他有血海的深仇 岂能上当受骗 我看今天传旨必不怀好意 爹爹 不能去 好啊 你说的有理 我对曹操这个人还不知道 无奈 天子明昭 为止不尊 掉头之罪 曹操出师有名 咱能落个抗旨不尊吗 马超一听 那么爹爹 您要赶奔京城 我也不反对 怎么办 咱们乘血而入 点起西凉精兵二十几万 借着您赴任为名 就杀尽徐昌 先斩曹操后统一天下 您看如何 哎呀 超二 事关重大 切莫急躁 怎么办吧 你领西凉兵 在天水关为我的后援 我带着你几个凶子 赶奔京中赋任 看看曹操是什么意思 如果曹操见你在西凉统兵 他也不敢加害于我 我到那见机而坐 见经生情 你看如何 马超一肚子不乐意 看着爹把这个事做出决定 又不好阻拦 一再的嘱咐 爹爹 您千万可注意 不要轻举网动 最好别进京城 孩子放心吧 父亲蒸杀半载 颇有经验 我多加提防救世 就这么样 马腾点了精兵五千 让马修马铁为前部正印先锋官 让大刀马带为后合 自从中军赶奔徐昌 临走下与大儿子马超是啥类分别 马腾在一路之上 就探听中原内陆的消息 知道刘备也已占领京乡九郡 知道孙权 现在江东的情况 也知道曹操的情况 心里就琢磨着 到了许昌 我怎样见机而坐 怎么能除掉国贼 他心里都拿不定主意 咱们叔叔简短 这一天就来到许都附近 离城二十里 安下营站 马腾也是加着小心的 心说我已经来了 我得通知曹操 我奉旨进京了 派人给曹操送信 曹操一听说马腾来了 正按着自己指那条道走的 心里他高兴啊 第二天 把手下中军主事参谋官 叫黄奎给叫上来 这个黄奎 他的老人名叫黄丸 曾经当过中书令 汉朝的老臣 这黄奎现在身负重旨 在曹操的左右 曹操也十分重用 黄先生 我命你赶问马腾的连营去一趟 这次他当征南将军 命你为参军主事 参赞军机 你代替姑 前去慰劳马腾的军兵 告诉马将军 明日上殿建架 军队放到城外 不必带到京中 听见没听见 遵命 黄奎领命之后 带着很多的礼物 牛羊 赶奔马腾的连营 靠劳三军 马腾一听天使官来了 能不接吗 把黄奎就接到中军宝杖 涉酒款待 喝着喝着黄奎看看 马将军 请你退掉左右 我有话跟你说 哦 马腾一手大概有机密的事 往两旁看了一眼 众人都退下去 黄先生 你有何事对我言点 黄奎一笑 马将军 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 这一句话把马腾吓得吸了个冷气 先生 你喝多了吧 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黄奎一剥了脑袋 马腾啊 我一点都没喝多 今天我叫欣赋话告诉你 我爹爹黄奎 汉朝的脱骨老臣 福保汉时的江山 可惜他命前福保 遇上了个董卓 又遇上离脚郭四之辈 他老人家含冤而死啊 我认为他 我也保一民主 哪知道又遇上个国贼曹操 我看他所作所为 不次于离脚郭四 更甚于奸臣赌卓 我恨透了他 将军 您就不想像曹操是何为人 千里迢迢来的京城 你来送命来了 黄奎说的可是真的 马腾这个人 警惕性很高 眼睛瞪着黄奎 脑袋里的转折 心里的和气 黄奎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是假的 是奉曹操的吩咐来试探我 注意啊 我儿子马超千叮丁万嘱托 我可千万留神 马腾想的这儿 黄先生 你是喝的我 曹丞相干过的忠粮 青田博语柱 驾海紫金粮 怎么能说是个奸臣 怎么能与董卓和离脚郭四相比 你这不是罪话吗 哼 马腾 你要再说我喝醉 你可就不对了 我今天来了不为别的 讲机密大事向你泄露 你怎么还跟我装相呢 马腾还不信 而先生 有何机密 有什么机密 曹操要杀你 我跟你说实话 这次加封你为征南将军 假的 因为曹操要攻打刘备和孙权 他有后顾之忧 这后顾之忧就是指你说的 如果把你除掉 后边的事情禁平 他要实心权益的攻打江东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 借着你见天资之明 把你给铲除 刀都磨好了 你还不知道呢 我跟你讲 如果我父亲不是脱骨的老臣 我要不是爱惜你是中良上将 也能冒着风险 把这些机密对你严调 马腾还没信 心里他何解着注意啊 别上当 一句话出口 是非就来啊 这个 不见到吧 啊 马腾啊 我把这些机密的事跟你说了 你还不相信 我问你 你当年奉了汉县帝的一代招 那个事情你就忘了不成 你跟刘皇叔干了些什么 你们想暗中除掉果贼 这个事瞒得了我吗 王辉真急了 把当年一代招的事 你闻一时这么一讲 马腾一听 这是真的 赶紧离席下座 攻身失礼 哎呀 先生喜怒 先生喜怒 左右耳目众多 不容疼 不加小心 既然先生 今时良言 相告于我 我感恩戴德 喜怒喜怒 这两个人言归于好 马腾仔细地问了问 黄奎就把曹楚 所有的计划全说了 因为他是中军主事 研究什么事的话 瞒不了他 他尽知的这些事 曹楚也是大义 没想到这个黄奎 心里有心眼 能把他的机密 泄露给马腾 这回靠一点没剩 马腾听完了 圆真虎 曹贼呀 你太毒辣了 先生 你看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怎么办 我在路上替你想了一万全之策 明天 你别进城 你就算带着兵马众多 要叫曹楚到郊外点兵 趁曹楚出城之时 将果贼出调 大军敬许昌 此事成意 好吧 马腾一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剧 能把曹楚给铲除 什么事都好办 两个人是一言为定 临走的时候怕互相出败 把曹楚有势力 说句现在的话 笼罩着白色恐怖 人心互相都不相信 要不起个事 发个愿 那那行 两个人刻破终止 对天启示 不管到任何时候 不准出卖对方 就这么样 黄徒离开连影 赶带许昌见曹楚 装得挺像 跟曹楚一说 马腾提出个困难 带的都是西凉兵 有点粗也 把他们放在城外 马将军不放心 带到城内 丞相又不允许 要求丞相到城外点军 马腾中午在城外攻后 好 曹楚点了点头 夸奖了黄徒几句 就决定明日中午 出城典军 黄徒回了家 这回回了家 黄徒思前想后 想这些事 想到曹楚要死 心里高兴 想到曹楚做这些事 恨得是牙长四尺 这个人感情要有心事 就流露到表情上 黄徒今天的表情 和无关 都带着生气的亮 回到自己的府里 还明眉瞪目 一语不发 他媳妇描视 一看丈夫这是怎么了 今日回来满脸 怒气跟凶臣一样 再三就问他 怎么了 在外的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 他也不言语 他媳妇再管怎么问 他也不讲 摆生韭菜 他也不吃 一直到掌灯的时分 黄徒一转身 奔了后院 奔他窃 李春香那屋去了 这个李春香 是他的小老婆 长得貌美天仙 人挺俊俏 当然了黄徒是喜欢 李春香这个人 可不是个稳当情 背着黄徒不知道 与黄徒的小舅子苗泽 两个人高打连环 这苗泽这小子 有手好闲 就仗着他姐夫 有钱有势 这小子前门出来 后门进去 什么架个婴 打个恋 吃喝嫖赌 无乐不作 无所不为 他就爱上这个李春香了 两个人明来暗去 可惜到不了一起呀 怎么办呢 把这两人头发 恨不得急白了 害死黄徒吧 不敢 不害吧 两个人冤阳 到不了头 怎么长呢 哎 今儿个机会来了 李春香 一看黄徒回来 面带怒气 一语不发 他掏着就跟苗泽说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苗泽说 我听说 他就议论军情 出离藏城 哎 你故意拿话 套套他 你问他什么事 你看他跟我姐姐不说 跟你他能说 你套他他心服事 你就说刘备好 曹曹坏 看他怎么讲 他要一句话说错了 把柄就到了咱们手里 咱们两个人就可以摆头到脑 行了 好吧 苗泽给出完主意听信 李春香这个音符人 特别多辣 心里揣着刀子 脸上还乐色色 摆了一桌酒宴 招待黄奎 要不说黄奎就是个贱货 在大老婆面前 绷着个脸 小老婆一哄他 他来词了 左一杯 右一盏 喝得挺高兴 借着这个机会 李春香就问 大人 刚才你怎么那么不高兴 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 哎 夫人之家 不必多问 要 你看您说的 我多次问过这个事 就是说您不生气 我敢问 谁惹您生气 不是生气 不是那个事 就为当今的刑事 想起曹丞相 孙权 刘备 马腾 这些事情来 大人 我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那你说吧 哎 夫到人家 不问朝政 但是在您的面前 我又不能不说 我看这个曹操啊 不是个东西 嗯 你怎见得 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个人 好坏我还不知道 听说他 邪天子 以令诸侯 手段毒辣 意狠心黑 这人什么坏事都办 上上下下的人 呜呜骂的是果贼 大人啊 您要保着这种人 您都跟着一块 海骂 我是您的夫人 连我跟着都脸上发烧 往后这种事 您可千万注意 能辞官 咱就不干了 您说他说的这套话 正是对症下药 今天黄奎多喝了几杯 听李春香怎么一说 眉开眼笑 哦 哎呀 居然没有想到 父到人家都明白 什么叫奸 什么叫忠啊 身为大丈夫 不能为我尽忠 真亏杀人员 夫人 你放心 好 曹曹活不了几天了 李春香一听 心就一动 马上又急去问 哎呦 大人 你怎么喝多了 这帮光恨 能把人就恨死吗 哎 我实话对李演讲 那是光恨的事 明日中午 曹曹失手凉分 脑袋就搬家了 那怎么就能搬家呢 哎呀 你看你抛根问底的 要不是你别人 我不能跟你说 我已经勾结好 西梁太守马腾 在点军场准备刀铺手 明日中午 曹曹到扁军场 哈哈哈哈 马腾一下手 他脑袋搬家 汉朝得江山保住 咱们就为忠臣 就不保果贼了 来来来 满酒满酒 不要再问了 还说什么 就这点事 他全抖了出来 李春香听得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心里的高兴 脸上不带出来 贾义的嘱咐 自己的丈夫 多加小兴 又满酒 又不在 黄奎高不姓姓 喝得有个大醉 躺在床上 他睡着了 李春香一看 他睡着了 亲手亲脚 开门到了后头 去找奸夫苗泽 苗泽跟条狗 是在床台里正蹲着 一看李春香 出来就问 怎么样 成了 是这么 怎么 明天他们要杀 曹丞相 可不是吗 一点都不假 好 我去报告去 这点苗泽 这小跑得比 铺子还快 翻过短墙 直奔 丞相府 前去告密 咱们再说 曹丞 毫无准备 苗泽到人 一告密 你有一时怕八 怎么一说 曹丞看了 是真假不了 是假真不了 哎呀 黄奎 仰敢如此 他吩咐把苗泽 先保护起来 让徐楚带了三千斤驴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把黄奎的腹包围 不过男女老少 是一概逮捕 一百六十多口 在被窝全套出来了 黄奎的脊驴还没醒呢 就被吴花大王 带进城乡府 曹丞也没审讯 先投入大牢之中 又具谋事商机对策 最后研究一个办法 明日焦军长点军 还点军 但是曹丞不去 吩咐曹红如此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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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吩咐众将听命 他们就策划好了 划分两头 单表马腾 马腾不知道城里的变化 就准备了五百刀铺手 第二天准备砍操作的脑袋 这一天穿戴整齐 在焦军场等着 看看正当武士 怎么还没来 马腾心里正在召集的时候 当兵的向他报告 哎 城门开了 来了 丞相来了 马腾打凉棚往对面一瞅 可不是吗 轻其散开 不用问 曹丞出城 何该老贼死在我手 他催马上前前去应接 结果马腾对头 就见对面红旗 啪 左右一分 哪有曹丞 当家一员大将正是曹红 曹红拍马 勿包刀用手一指 来 马腾 我家丞相对你不过 因何要陷害丞相 而哪里走 轮倒不就动 马腾一听 怎么 他话里话外 似乎我们这个事漏了 这什么意思 就知道事情坏了 一台腿咯噜 把自己的亮银枪摘下来 并不大话 与曹红就站在一处 俩儿子马修马铁 各晃亮银枪 加入战群 刚一伸手 四位的敢 抛 扶兵四起 所有徐楚 又有曹人 背后有徐晃 摆了个四门兜底阵 把马腾是困在阵中 马腾一共才五千人 马带在后 还带着一千 现在的手边就四千来这 而且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好准备 慌乱之间怎能应战 就马腾有通天的本领 一个人 怎能敌得住曹红四元大将 一个没准备 咔 让徐楚一刀 把左网子给卸起来 哎呦哭 马腾是翻身在马上掉下 两儿子一头 刚要过来援救 后边射了一只剑 正射在马修的后背上 马修叹叫一声 跌于马下 被人家生气活着 马腾也叫人抓住 马铁打算抢救父兄 劈马单枪忘了个衣床 阳面正好遇到虚晃 衣服的 把马铁就斩于马下 可怜啊 凡是马腾带来的亲兵卫队 无一生存 杀的死尸翻滚 遍地都是鲜血 其他的西凉兵没有办法 举起刀枪 全都投降了 曹红是大获全胜 压介着重伤的马腾和马修 赶奔腾向府 曹红一听大功告成了 好 扫鼓声平 鼓声响入暴头 把马腾 黄徽 马修 这些人全都带上了 往上一带黄徽 这阵酒劲才行的 到这儿耗悔 连晃脑就再多脑 呸 哎呀 我还是个念书的人 常年说 酒要少吃 是要多汁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一点都不讲 我是个男子汉 大仗多不 我酒后十言 倒霉 倒在我这个嘴上了 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哎呀 后悔也没用了 但是到了现在黄徽一想 哎 你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 就来个给你不认诈 见着曹操 黄徽一言 冤枉 冤枉啊 丞相 银河拿我 曹操看了看 黄徽 冤枉吗 姑 平生最不愿意冤枉人 好 你地说冤枉 今天我找个人与你对质 来呀 带苗泽 这才有苗泽当堂对质 才演出来马梦奇 心兵血恨 曹操传话 把苗泽带上 苗泽到了御史亭上 看了看 哦 他姐夫黄徽都在这 给丞相叩头 苗泽 我们不把经过一武一史讲来 是是是 苗泽跪爬半步 到了黄徽的面前 姐夫 承认了吧 你持久待罪说的话 告诉李春香 李春香都告诉我了 我报告的丞相 是真假不了 是假真不了 你不承认 就得皮肉受苦 承认了 哎呀 到了现在黄徽这个后悔 就不用提了 资格点头承认 在一旁气坏了马腾啊 马腾是冤争虎沐 心说话 怎么露的馅儿呢 哦 这才听明白 是黄徽吐露出去 啊 呸 黄徽啊 你这个书白念 我说句粗鲁话 你这个念书的人 都不敌小孩的屁股 你神马东西 坏我的大事 今日为啥曹操天意也 咱们骂也晚了 曹操喝的一声 把众人推出去 老老少少一百五十一口 接斩一室 老百姓看热闹 没有不掉眼泪 哎呦 这事都替马腾难过 那么翻回头来 再说李春香和苗泽 跪在曹操的眼前 苦苦的哀求 说我们办了这事 立了功 不要求别的奖励 就要求我们两个人 白头到老 好 啪啪 桌子一拍 叩 苗泽 为了功名利禄 为了英语人 你害了你姐夫一家 有何面目在我面前 胡说八道 讨风受赏 我赏给你 把大人绑在云阳势口 拔皮扁天灯 这多好 两个人得的是后果 够差 这件事情过去咱不讲 单表马腾的字叫马带 领了一千军兵身为后援 走着半道 横祸的消息就传来 啊 马带一听什么 我叔叔那出了事 哎呀 大哭连天 没有办法 赶紧化妆改叛 带领军队是 逃回天水关 见马超气送信 曹所呢 认为自个后顾之忧解除了 把精兵四十万 要讨伐孙权 江东的孙权就得着报告了 一听曹所起这么多的兵 报赤壁之仇 极具文武商医对策 张昭给出了个主意 说主公 凭着咱们东吴的实力 绝不是曹所的对手 赶紧派人转告大都的武术 让他求救于刘备 刘备不然做事 所以孙刘两家共同抗朝 好吧 孙权知会了卢素 卢素不敢耽误 马上派史臣带着自个儿的亲笔记 赶奔荆州求援 诸葛格亮旁统刘备 正在宫廷议事 接着这个报告之后 把史臣安置到集庭馆 军臣三人商议对策 诸葛亮说这个事好大 别看曹所起五十万军兵 就一百万也没关系 两自有退兵之策 第二天把史臣给找来 告诉他回去 告诉卢素 转告吴侯放心 高枕无忧 量自有退兵之策 史臣高个兴兴走了 刘备就问诸葛亮 军事 你也没说明白 但不知有何退兵之策 主公放弃 曹所认为没有后顾之忧了 有 马腾虽死 他大儿子马超还在 韩随还在 军队还在 你想 杀父之仇不共债天之恨 马弄其 岂能善罢甘休呢 我怕马超 恐惧草所人强马壮 不敢给他爹报仇 甲州主公写一封信 告诉马超 让他骑兵血恨 咱们荆州出兵为原住 马弄其 必然兴兵 马弄其 要兴了兵 抄曹所的后路 曹所还有功夫 敢打江南 敢打金州 不战自退 对对对 刘备点头 亲笔给马超写了封信 派人骑了八百里 流行快马 赶奔天谁问 面交马超 马弄其 话分两头 再说马超 自从爹地 领着几个兄弟 骑兵走了之后 马超就不放心了 坐墨不宁 吃喝不安 天天咒着围 何去这些事 要后悔 不应当放爹地去 要后悔 自己应当跟着去 就怕他父亲出事 还得说马超 料事料得对 日子过了很多天 突然得到报告 他爹爹跟他兄弟 全死在京城 啊 这是真的 马超还不太相信 突然外面哭着一人 跑进来 大哥 我叔叔两个兄弟 都被害了 马超一看 正是马道 这么一问 马带把京城的经过全说了 马超是大叫一声 昏倒在地 那母子连心父子天性 众将都哭了 还把主帅马超救起来 马超咬牙措齿 啪啪 只拍桌子 曹贼呀 曹操 我马超不杀你 曹操是势不为人 这叫点兵攻打曹操 给他的父兄报仇 手下战将只给出主意 将军 将军 你不可轻与妄动 曹操手下兵精良度 你我万水千山 敢问许昌 欺非容易 一旦到那块 打了外仗 报仇不成 把西凉还给丢了 将军不能不想这些事 马超呢 虽然一心一意 给爹地报仇 但是考虑着曹操的势力 有些犹豫不决 大汉皇叔刘备 有书信给将军 什么 刘备来信了 拿来我看 有人赶紧把书信 逼于马超 马超把风头撤掉 拽出信仰 展书观看 西藏上是这么写的 福念 汉实不幸 曹贼专权 欺君往上 黎民貂残 被与令先军 同寿密道 士诸曹贼 因令先军 被曹所害 实敢痛心 此将军不共戴天之仇 不同日月之憨也 若能率西凉之兵 以攻曹之诱 被当率京乡之众 一夜曹之前 左右家地曹可勤 望将军 见信肃行 被记贷 徽恩 好啊 马超把这封信 叫中尉将军看了 大家一头 什么 刘备愿意帮着咱们 拉脱了 咱们领着西凉的兵 攻打曹所的右面 刘皇初能出 金香九郡的兵吧 攻打他的侧翼 那么左右夹击 曹所是必败啊 马超决意已决 纷会一声明天交军场 给人大兵 宅日兴师 当天晚上 他父亲的好朋友 自个儿的蒙叔 韩隋 要宴请马超 马超带人到了 韩隋的府里 镇西将军 韩隋 隆重接待 在酒席宴前 喝着几杯酒 韩隋拿出封信 之而 你看看这封信 马超把信 接过来一看 魂都吓飞了 是曹操 给韩隋来的 心里的大意思说 告诉韩隋 如果能把马超 给杀掉 就封 韩隋为西凉头 马超吓得赶紧跪下 叔叔 赶紧把马超众人 送到徐昌 你赶紧立功 起来起来起来 马超啊 你错了 我要有那个心 我就不叫你看这封信 好 起来 我跟你爹拔带之交 我们痛恨曹贼 曹操的手段够多足了 你父亲的尸骨未寒 我岂能为功名富贵 做出这种魅良心的事 叔叔我 愿意其手下 拔步兵马 助你一臂之力 共同破槽 哎呀 多谢叔叔 马超 蹦蹦蹦 给韩隋磕了 仨小头 叔之二人 记忆已定 第二天 杀牛仔马 记了宝珠山 七粮兵 二十五万 一共是十六部的人马 是杀笨 长安 非得过长安 同关才能奔徐堂 这一路上 铺天盖地 这个事情就传到长安 长安有个太守 名字叫中瑶 那也是曹操的新处 中瑶已经是什么 马超骑兵 二十五万 攻打长安 这还了得了 中瑶连打也不敢打 分为一身紧闭城门 派人赶问 许昌告急 中瑶是这么想 我是打不过马超 就等着曹操来冤兵了 就一仗着长安城 城高水深 一手难攻 我城里还有五万军队 能守住 把旧兵判了就不错 切说马超 马孟起 领兵如刮风 闪电一般 杀到长安的城下 见长安城 闭着城门 高条吊桥 骂阵骂了两天 无人应战 马超是个急性 分回一声 啊 赶紧给我架炮攻城 四面八方 竖起云体 架和了火炮 连日往长安进攻 无奈连攻了十天 没攻进去 为什么 长安是一座古城 历史悠久 历代建都 岔铃都在这个地方 那城墙又高又厚 外边的护城河又深又困 那是西北的重镇 曹子虽然在许昌 派忠瑶在这为太守 也是精兵五六万在这守着 那人要把门关上 你就凭过去的武器愣望离弓 不太容易 马超伤兵随将攻不进去 手下的战将马戴庞德 这些人都着急了 当天晚上问马超怎么办 马超想了个主意 二位 我打算明天撤兵 难道说我们就回天水关 就这样就罢了不成 不 退兵有原因 必须如此赞办赞办 赞次赞办 行啊 就一主将就另见 马超出了个如意岛的第二天 西凉兵全撤了 无影无踪 有人把这件事报告 太守中央 中央不信 张上低楼大林盟看 一瞅 真来 他一想 真的假的 不是撤兵之计是假的 过了两天 派人出城打探消息 说西凉兵果然撤走 中央这才放心 他一想 一定是马超来的挺急 打了半天没打进去 西凉兵转运粮草困难 吃喝接机不上 所以他退兵了 好 中央一想 我这成立 要没柴火烧 水还都是咸的 困了这十四天 老百姓叫苦连天 借此机会 让他们出城 弄点水 成点柴火 然后我在守城 等待丞相冤兵 就这么样的方向 上午开城门 老百姓 居民人等可以打台取水 下午城门几密 到晚上禁止通行 仍然严守 一连这三天 忽然得着消息 马超又杀回来 下的中央赶紧把城门紧闭 吊桥高调 就在当天的晚间 中央正然跨宝剑巡城 这中楼狮子街就乱 咕 咕 了不得了 马超的跟马进了城了 把中央下的金 咕噜 在马道上就咕噜下去 心说这在天上掉下来的 还要怎么进了城了 赶紧令人 带马踢刀 赶问中楼 查看究竟 迎着面 正好遇上大招马带 马带领着便衣队 飞马尔来跟中央站在一处 中央是个文官 打不了仗 是多路而走 那又说他们怎么进来 马超的记车 马超知道这个城里头 缺柴和水还咸 包围这十天 老百姓就受不了 我要一撤兵 他们准处来打柴和取水 马超命马带 选了五百金兵 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 也打柴取水 等老百姓回城的时候 他们夹着到人群之中 就这么样回到餐 混在里边 埋伏在街道的左右 今夜晚间 这才举火点炮 中央啥啥子 马带杀退 中央 大开西关 在一开个城 马超的队伍 可老子往城里 天光一亮 西凉的大旗就飘扬在城头 马超得过长安 中央岭的残兵派将的退守通关 赶紧命令人奔徐昌告急 他屁股刚站在椅子上 马超的兵就杀到通关 马超给爹爹报仇 眼都红了 一点都不等 就要把我逼他 这通关建筑的山坡上 一手难攻 有人说 燕作八毛的通关 真不假 中央就凭着通关的凶险 在这块战区呢 赶紧向曹索求援 在这曹索也就接连得着报告 呀 曹索想坏了 韩随没有除掉马超 相反帮着马梦起来 找我出气报仇 好你韩随 早晚我抓住你再说 马上把攻打东吴和金州的几十万军队 调回徐昌 曹索急忙传令 救兵如图救火 要说几十万军队 都敢问通关 一时来不及 但是前方战争紧急 必须拜亲戚兵赶紧去救援 拿过一支令箭 曹红听令 叹 徐皇听令 我命你二人一政一负 带一万铁骑兵赶奔通关 前去帮助朱瑶 你们俩可记住了 十天之内要丢的通关 回来我杀你二人 十日之外要丢的通关 与你二人无关 我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 遵令 曹红跟徐皇 领一万铁骑兵 日夜兼程是赶奔通关 来得真及时了 中央一看救兵可来了 敲锣打鼓 把两员大将接上程序 这一万生理军这一加入 心就有点了 后一天刚按下禀 第二天马超的工程部队叫沙 咚咚咚 曹红跟徐皇还有忠谣 赶奔低楼观看战争的形势 曹红手发着城座口 望下一看 喝 这西凉兵战略 铺铁盖地 驾云堤吊炮无城 得亏我跟徐将军来了 要晚来一步 通关就丢了 藤相说得好 不让我们打仗 救手通关 曹红因此闭门不战 马超得着报告一听说 曹红手的冤兵来了 领兵带队的主将是曹红 副将是徐皇 不用这么打了 第三天马梦袭临兵 来着讨地骂着 叫政官就骂上了 曹红 你赶紧出来送死 徐皇 赶紧把脖子洗 赶紧送死 我将马将军功后多事 赶紧出来 曹红在城楼是一看 就有出战的意思 徐皇比他大几岁 将军 将军不可 你别生气 丞相怎么说的 告诉咱的明白 咱就是守城 不为打仗 等着丞相的大兵 将军 别听他说 咱们就当没听见 曹红的肚子气的奔奔的 头一天没出兵 转过天的马超领兵带队 又马了 徐皇告诉免战牌高宣 把这个免战牌挂到 同文的敌楼上 马超一看他不出兵 心如火鸡 哦 挂上免战牌了 我不允许你免战 在走兽 胡宣天在车功大剑 马超是神射手 这张弓是铁背 同胎弓 一只鱼尾剑就射奔免战牌 把免战牌的绳子射手 免战牌落地 这么说 挂上一回 马超给射掉一回 挂上一回射掉一回 曹红气的直奔 马超啊 气死我也 徐皇 你领兵守成 王非跟他拼个死活 不不不 不行不行 曹将军息怒啊 丞相怎么说的 不能出兵 哎呀 曹红又没出兵 到了第三天 马超一看他还不出兵 更生气 让当兵子在镇前骂 把老曹家祖文都骂得翻了 什么难听说声 连曹子当年在晚城张信我那块 如何如何干的 见不得人的事都给翻出来 曹红气得 奔奔是蹦多糟 马超啊 我绝不能饶你 又要出兵 徐皇抱着他胳膊 说什么也不答应 到了第四天 马超命人在马上都下了 张冰就躺在地下吧 打着滚去吧 张冰就把头盔摘了放在地下 马放在旁边放在 张冰两颗在地上躺在 曹曹啊 是狗熊啊你就别出来 是殷熊你就出来 曹红 空有七名 我有七十 你是老曹这个小崽子 谁说的 曹红实在忍不可忍 来呀 给我大一把大一把 领着三千铁骑兵 开城门就下了上 那个时候徐皇怎么不拦着 徐皇没在这眼前 上草料厂去看粮草去了 他就抽这么空的 杀出冲冠 人家早就有准备了 马超赶紧提前上 他是直奔曹红 这曹红也真不含糊 跟马超两个人大战了五六个回合 没分输赢 马超的左翼军队就赶上来 正是大将庞德 右翼军大将马带三路加工 曹红大赖 把曹红正困的正中 左通右杀 杀不出去 曹红一看完喽 不如不出来喽 正在这危机的时候 徐皇徐公平 领着圣力军杀出来 因为徐皇得之八旱 一听说曹红下了关了 徐皇得魂都飞了 哎哟 你咋发动呢 没有办法披挂整齐 这才能救曹红 在两军队 在两军队前 徐皇跟曹红冰河一处 降台一下 颇命地往外冲 好不容易甩掉了马超的围军 再回通关 哦 没等到城门两人 就听城楼上 一阵巴子响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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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曹洪 我叫马将军业以占领通关 而往哪里走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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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如雨发 马朝早就派兵把通关给占 曹洪和徐嬷 一看我得干嘛 可要了的 两个人是多路而走 望许昌就败下 还叫马超占领通关不提 表两个人走的半道 正遇上曹操的大态 曹操得着报告 听说是什么 把通关也给我丢了 这伙就不再移出来 一听说曹洪徐黄行对 曹操赶紧扎起连营 纷纷一声 呆起来 徐黄曹洪两个人 战战兢兢来到率案的前头 给丞相客头 当 你二人可知罪 我们罪该万死 严和丢掉通关 立行之事我怎样嘟负你能 让你等守十日就行 今天算来才第九天 怎么就给我丢了 曹洪说了 这事不怪徐黄徐将军怪我 因为马朝这小子太缺德 在底下把咱们老曹家的祖宗都骂放个 我实在压不住火 这么样我才下去 曹洪啊 领兵多年 亲不知马朝用的是金将之法 身为大将怎么能亲力上当 徐黄 曹洪年轻不懂 难道说你还不懂这些事呢 逞相容兵 徐黄委屈 就要把怎么建议曹洪 曹洪怎么不听 自己在曹料场点晕的时候 他下的官 那叫我怎么办啊 我下来救他 就把通关救了 曹氏那个人多明白 听完照 啪 桌子一拍 来 把曹洪推出去 杀 推出去 中将一看那把心 一来曹洪 那个人屡次立功 二一则曹洪是有名的上将 又是曹氏的本家兄弟 能杀了 众将苦苦的求情 曹洪这才点头 送出来 给曹洪寄了大过一次 在镇前利用 然后就问曹洪跟徐黄 马超何许人也 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徐黄就说 狗狗 这马超这小子 终之多谋啊 画一把掌中将所向无敌 这小子鬼主意还多 听说打残案 取通关 都是用的用命之色 丞相不可轻视 哦 好 我必擒马贼 言魂未尽 藏下有一员大将 瓦瓦就一层 把这大藏阵体呼善一层 好像晴天大个霹雳一样 这员大将 登登登登登 迈步来到中军宝大 参见丞相 朝着一看 正是五位军的主将 大将徐崇 徐崇 我上这 丞相 方才我听了徐黄徐将军 长他人的威风 灭我自己的锐气 我听着不爱听 马超算他 什么东西 哪一号有这么一组名将 丞相给我一支令箭 我要誓死大战马超 曹所大喜 徐初啊 不过你也注意 马超这个人极为无英明 也非是等贤之位 我怕你二胡相争 必有一伤 你要多加小心 没说的 关羽裂开 我没把他看在眼里头 赵云裂开 张飞裂开 难道说马超比这几个人还裂开 就是比他们招裂开 毛也不尽 好 你要能赢得了马超 你就是七海得胜 首公一叶 简单 曹所大部队来到同关之下 扎下连营 头一天 曹所扎下中军营 下后援在左 曹人在右 第二天四更造反 五股点名 徐初才要讨令 罗伊战马超 曹所在同关外 安营下寨 次日四股起身 五股造反 正在商议军情的时候 忽然探马兰奇 撒脚如飞进了中军宝藏 报 马超马孟奇 讨敌马阵 哦 正要找到报仇学恨 他来了 宰他 蓝奇官退出 曹所一琢磨 今天这次在同关 得亮个好阵势 让马超看一看 让他也变小瞧中原的曹丞相 纷纷一声亮全队 这个亮全队 就是前后左右中 五军全都亮队 曹所自统中军 上锤首大将军曹仁 下锤首大将军夏侯渊 同虎卫兵五万 在同关前不成方阵 曹梦德在青罗散盖之下 立马秧边 往同关前面是定睛瞧看 他一看呢 呼 西凉兵真了不起啊 大概也有五万支度 在前面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再前面是二楼出水阵 上锤首有一弯大将 金盔金甲 肃罗袍 跨下压骑花斑马 掌中停的三平大砍刀 这小伙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见眉虎目逼之口方 马前马后是摆布的威风 好围敢大骑上 绣着斗大的一个庞子 曹子知道 这就是名贯西北的大将 花刀将庞德 马超的左往右臂 往下锤首关销 一个小伙子 严甲素刨 白马大刀 那肚脐上绣了一个字 马 曹子点点头指头 这就是马超 亲叔白兄的 名叫马刀 外号人称 大刀马刀 前回抓他没抓到 往正中央观看 就见几凉的将冠 金盔金甲 盈盔盈甲 铜盔铜甲铁铁 盔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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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往大旗的左右关桥 还有一对门旗 这对门旗是白的写的黑字 上一连写 报复仇 兴兵血恨 下连配 除曹德 治国安民 再往旗角上关桥 一文大将是一马贪翻 马安桥上坐的正是 马超马梦起 再看马超跳下马来 摘盔蟹甲 林林身高 足有八尺五寸 细腰乍背 双肩暴龙 扇子面的身材 真是无体狼腰 投射带 放尺烟盔盔 二龙斗宝 黄金磨嫩 楼海带的绣烟钉 密杂杂扣银团 身上配 九吞八炸亮银甲 两肩头有吞肩兽 下有吞烤兽 中间有吞海兽 正中央冰盘大小 护心宝镜 亮如明月 再往下看 凤凰群双则马面 一双虎头却双插 透龙的银灯 再看骑着这匹大马 那是西梁 选了又选 拔了又拔的 千里一条龙 一根杂毛都没有 这匹马 披着背高八尺 头指尾长长二 可以说头上 生脚 肚下有鳞 蛤蟆脸 葡萄眼 大乖不长 高七色 大蹄碗 是中尾乱大 真跟胡文龙相似 望马超的脸上一看 这小伙长得太帅 笨棒 那小脸蛋长得 粉的撸着 那么个桃花 弯弯的两道月牙眉 一对大豹子眼 造不分明 高鼻梁方阔口 牙牌碎玉 齿锅冲红 大耳超乖 马超男人 长了个女人的相貌 左右的脸蛋 还有俩九康 似笑非笑 真好比天空的 讹杂三太子姓 跨下马掌中 胡头造金轻 走兽胡 轩天带弯弓插箭 露皮套床 这一对四嫩 盈装剑 一马贪婚 真是人赛猛虎 马赛滚 曹子看大 暗中称奇 呜 人言 锦马超 锦马超 胡云 不假 这小子真是一员虎将 他要是能投降归顺 保陆 该有多好呢 曹子有爱将品 越看越喜欢 看大了多时 双脚点凳 他比别人多出一码头 把金丝的玉编 在空中就化 对面 可是马超 马梦奇 听把 咯噔 把四嫩揉住 一晃掌中 胡头 造金轻 定睛 看看 就见中原 曹所的军队 布成了方阵 是不无整齐 郑中央 倾罗散爱之下 照定一人 头上戴着一字 向雕 郑中央安着一块美 身披红袍 朱登超学 妖际金带 挺大的草包肚子 外外舔舔着 这张大连好赛铜锣 面如油粉 两道大伙子们 一对挺大 三角眼 眼鸡脚往下担着 秤脱鼻子 淋交口 艳口的黄乎须 里头也有几根白的 首大欲边 微风淋漓 在马上端坐 一看 就知道是曹子 这就叫 仇人见面 分外的眼红 马超想起 父亲被害的经过 想起两个兄弟 死得那么惨 真是咬碎了钢牙 呆 正是你家马梦起来了 对面可是曹贼子 哈哈哈哈 孟起啊 你先消消 你们老马家 世代公卿 你们的祖先 是福伯将军马园啊 你们怎么今天背叛了朝廷 犯下不设之队 孟起 如能听我忠言相劝 下马投降 我保你在天子面前 高官得作 俊马得气 而不听忠言相劝 你来看 本丞相 要扫平西凉 呀 马超心里说话 你别放狗臭屁了 我今期就找的是你 马梦起火望上撞 马望前提 曹贼 拿着一走 摇枪就刺 你看曹贼说话行 打仗是不行 赶紧拨马 回归阵脚 两旁的重将能打药 左翼之中 一马飞出 一边往外跑着 这个人还一边喊 承下 把马超交给我 这人话到马到声音到 就把马超给拦住 马梦起 急忙 把马头带住 双手横行 定心瞧看 一看曹贼手下 真远大样 金盔金甲 赵罗普 面如宾州铁 黑度透亮 亮度透明 挂下马掌中 三尖两刃刀 正好比 烟熏的太岁 活了的金刚 三十挂铃的年纪 不认得 马弄起 用枪去指 呆 来人 报 你 在那 哈哈哈哈 马超啊 连我你都不认识 你要罢了 你商在西凉偏邦 本认识中原的民将 我王勇 是也 这个王勇 也是曹贼手下著名的王将 这个小子 阳空四海 目无一切 还一朝马超 二十挂龄的年纪 小猫孩子 你有什么能买 你浑身是铁 你能连几颗钉 说句难听的话 就是你娘怀着你那阵 你就练武术 你才练了几年 你能行吗 其实这个这场 真是出头露面的时候 人前贤身 奥利多尊 我要把马超 置于死地 或者生去活拿 哈哈哈哈 丞相得多乐 哎 这小子想得挺好 他可不知道 马超的能为 因此催马过来 晃刀战马超 大刀往窟中一举 招家伙 邪奸产背就砍下来 马超气得虎目 冤翻心里说话 哪儿这么个王勇 真是野鸡没名 草鞋没号 我杀的是曹操跟你什么关系 你自己来的是 自投送死 得了 打过你 干脆找你老子去得了 当然心里是这么想 马超稳坐马鞋 翻眼一手大刀来了 早也不躲 晚也不驾 眼看刀头奔 尖头盗 马梦起的枪在底下 望上一横 这一张叫海底捞月 打 正绷在三尖两刃刀的刀头上 王勇做梦没想到 马超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他这条枪是混铁铭钢 十心 王这条枪就九十来斤 兜的大刀上还有个号 也加着王勇没加注意 这口刀就钻不住了 哎呀 把他这三尖两刃刀崩起了 十当多高 王勇见识不好 拨马就走 刚一转马头 来不及了 就见马超后把一粒 前把往下腌 牙关一咬 心一横 王勇 你给我宰这 这可好穿了糖葫芦 在左内扎进去 枪间的在右内就冒出来 马超后把一压 前把一抬 整个把王勇在马上给挑起来 举到空中往地下一甩 撤一面 哭 把死时甩又沉来 马超手下的亲兵 拽出腰刀跑 我就补一刀 把人头阁下挑到七杆之上 马超穿回马 抬靴子底儿 把大枪上的鲜血擦了擦 王勇呢 没有主人的战马 是败归本队 西凉兵摇旗大喊 好啊 啥你好 我家主将七杆得上 马刀成功啊 咚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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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猛一头 哎哟 我兄弟死得太惨了 晃长中拔愣梅花亮银腿 是飞马直奔马超 马超 还我兄弟的性命 这个仗还有个大子 哭着上来 马超一瞅这家伙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这对锤个头还不行 足够呢有四号的西瓜大小 新说话你也是个无名的小族 来的快的让你走的也快的就得了 二马相交捶枪并举 没三个会合 就将马超反手一枪 正刺中咽喉 王猛的死尸翻身落了 当兵的过去 啃一刀把脑袋坐下来 挑到旗杆上 又是一阵敲骨掌握 说这话的工夫 不超过五分钟 两员大将双双毕 操操一操可了不得 今天主军中奔利 赶紧分出一声 哎呀 手下重将听真 刮风下雨 你们不知道 你们有多大的能力不知道吗 有脚的行的 再过去 不行的 不要自讨苦吃 错动我三君锐气 好 的那个意思告诉我 你们脚的不含糊 再过去 像王勇王猛这样 过去有什么用 他这个话说出来 众将都不爱听 旁边就集坏了大将曹洪 曹洪新说话 丞相您这怎么了 张马超的威风 灭咱们自己的锐气 马超他有什么了不得 我曹洪今天逗得他 有他没我是 有我没他 前些日子把通关丢了 好学没让丞相把我杀了 还立了大罪一条 嘿嘿 今天我要讲功折罪 想着曹洪提马向前 丞相 末将不才愿惠马超 曹洪直问马超 马超再马上仔细看看 嗯 但是曹洪 这小子比自己大不了几岁 直的是曹洪手下一文猛将 手提宝刀 眼眉都立起来 咬碎钢牙呀 马超心想 曹洪是曹洪的独把右臂 其实话这是曹洪的心服爱将 我要想杀曹洪给爹报仇 就得先把这帮人都宰了 有一个活着都是爱手的事 想着这并不大话 晃将是直取曹洪 两个人在同关的前面就站在一处 有时候刀碰在枪上 有时候枪碰在刀上 碰他碰他 人跟人斗是马跟马上 曹洪在后边关阵了 真替曹洪捏着一把汗 分辉成 雷鼓助长 后边鼓声如雷 三句大喊 都给曹洪助威 曹洪知道 哦 丞相给我助威呢 我更得卖卖力气 这把宝刀上下翻飞 刀光闪闪 好像刮风闪裂一般 恨不得一刀把马朝拼于马下 但是光那么想不行 他偷眼观桥一传着马朝啊 这条枪 无动无非 好像鱼打梨花相似 扔扔扔挂定风声 护住上中下三盘 上护其身 下护其马 风雨不透 你想碰人家 寒门也站不着 三十几个回合刚一过去 曹洪的鼻挖定脚就有点冒汗 哎呀 曹洪一想不行啊 难道我两军挣钱 还有吃亏不成 正在曹洪心里想着的时候 在曹洪的门堤下 有一人姓曹叫曹肯 他一瞅曹洪要吃亏 这小子招着急了 偷偷的踢马就出来了 这匹马跟剑打的一样 手晃大将是直奔马朝 他打算在背后来个偷袭 仰看马头就奔了马来了 眨眼之间到了马朝的背后 阴阳把一颗发大将一晃 你再一晃 这一招夺恋 明枪容易躲 案件最难堂 直奔马朝的后腰眼 他认为这一枪成功了 想错了 大将军言观六路 而听拔面风 马朝那是什么人 玲珑透剔 前面站着曹洪 眼睛和耳朵 往四外发按着 就怕有人暗算 他发现有一人 奔到后边来了 马朝就助力了 心说行啊 好 我假装给你来个看不见 本明稳住他 置而于此地 头前打着 他注意之后 听了听后边 恶风不上 无音声 眼看就到了 就见马朝 虚晃一枪 拔一带马灯 这马一转之 曹洪这一枪就扎红了 由于用力过猛 收枪不住 正好奔曹洪去了 曹洪也没加防备 这一枪 郑某的曹洪大腿上 没把曹洪给疼死 自己人给自己人来了一下 等曹洪发现了曹洪伤了 后悔也来不及 刚忘了一带枪 马朝就到他背后了 哈哈哈哈 小子你在这 这一枪给曹洪来的个透心 两死是 扎一蹈于马下 曹洪也败回 曹洪这一败回 不要紧 挫动了曹洪的锐气 庞德和马带子 再后一手马朝得胜 这阵不杀过去 等待什么时候 这一枪 冲啊 哇 西凉兵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各举刀枪 跟潮水一般 直奔操兵就冲上去 左右两翼都是骑兵 那马刀在日光照射下 闪闪放光啊 多人的耳目 马朝是一马当心 曹兵就站不住脚了 跟决堤的洪水一样 一泻千里 整个就败退下 马朝能乱来 他恨的是曹曹 那么多的曹兵 他都要命有什么用 他就注意着曹蒙登 再看曹子的侵罗散盖之下 拨拔面头 马朝冤争虎 再后的就注意着 曹子 儿男 哎 马朝一个枪击 一个马快 再后的紧紧就感 曹子回头一头 我回想 各可不好 他这一招一 互相之间人马一碰 曹子这匹马还惊了 没回自己的本队 这匹马往上一蹦蹦起又二十多高位 一拨马头奔东北方向跑下去 感情这个人一离队就更晚了 马朝心里高兴 天赐良机 曹子一盖死 拨马头就追曹子 把曹子给追得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呢 炸着他手下的军兵多 这一乱多少还能掩护 马朝手下的军兵 在后子替马朝关阵 看着很多人就喊 马将军 你老人家不要乱追 穿红袍的那是曹操 穿红袍的那个是 曹子也听了听着 好 其说坏了 我这红袍太显扬了 那马朝追我我还跑得了 曹子赶紧把马鞭子甩了 在身上把红袍拔下扔 心说我不要 跑了一步 马朝还在后子寻找追着他 人家西凉兵又喊上去 马将军 穿红袍的那没了 刘长胡里是曹操 他们那胡子比别人都长 马朝一看在后子还追 曹子心说我这胡子太显 显眼的 他娘的 要早知如此 何必留这么长胡子 早捡子没有 把三尺的配件拔出来 咳嗤 把半截胡子给拿下去 古人呢 对头发对胡子特别珍惜 那掉一根都心疼 今天事出例外 曹子忍痛隔爱把胡子去掉 刚隔掉了 当兵的又孩子 马将军 留长胡的那没了 留短胡的那是曹操 曹子一看 哇哩 怎么也跑不了 没办法把称医的李子发过来 咳嗤 把衣服里撕坏了 把下巴盒兜上了 那年头可没有口罩 曹操就戴上了 恐怕马超看见 但是马超兵得真真 还把马里都 闸眼之间把曹操就追上 曹操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心里头这个后悔呀 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 我讨伐马超这是何苦的 把我这条命扔到通关了 我手下那些人跑哪去了 平常你们吹五喝六 到了打仗的时候全跑没了 哎 哎 一抬头对面有一座树林 曹操的踢马进了树林 马超这个人脾气太暴 报仇的心切 一看曹操进了树林 马超怕他跑了 前后把一根砰就一枪 曹操也会点武术 在马上一侧身 啊 蹦锁被一拧 这枪贴了他内场 车溜就过去了 没抓着人 正扎对面的树上 磕吃这一下子 扎进去有半尺多深 可见马超使了多大力量 曹操下了一脑门的凉 还是拨马绕树而走 把马超急的 呃 呃 呃 背了半天劲才把枪拽出来 等拽出枪来 曹操已经跑出庭远去了 马超心里说话 哎呀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啊 我如果再把曹操放跑了 想给我爹和兄弟报仇是势必登天 今天说说话的 我也得把你抓了 是老树而追 哎呀 把曹操撵的就围这个树林钻开了 他不敢出树林 外的旷野荒郊 那一看看出多远去 一点挡他都没有 那能行吗 这个树林还起保护的作用 那就得说曹操独治多蒙 另外他骑这匹马也好 也是西凉的梁马 能转圈 肉肉肉之流 肉肉肉肉肉 围着个大树之转 马超想抓还抓不着他 再说曹操 光顾着急逃跑了 他没注意交进去 这匹马兴死也是急 让曹操打得都疯了一样 汪汪往前跑了 下面有个老树根 露出地面有半尺多高 这匹马没注意 把蹄子正好伸在里头 喀叭的一声 左边这马腿蹄子就折舍了 这匹马一方个糊涂 把曹操摔落尘埃 冒得也衰扁的脑袋卡特了 好 曹操一睁眼再看马超 咬阴牙就傻子 曹操一咬 而往哪里抖 抖枪 辩刺 马超抖枪 要刺曹操 曹操拔眼一闭 完 这算亡乱 这还有救 更在这千军击发的紧急时刻 就请这小树林里跟打了个陈雷一样 闹闹一嗓子蹦出一个人 手提宝刀是直奔马超 马超 求伤我主 哇 哇 划到马到兵的刀 呜 一道寒棱 扶问马超的后背便看 马超想坏了 我这一枪要给曹操刺上 后边的刀也得坐在我的身上 保自己的性命要紧 急忙把宝枪撤回来 使了个犀牛望月 回神望我一开 这一刀正剁的枪杆上 把刀也崩出去了 把马超振在这身子 摘三摘晃山晃 好学没在马上掉下 呜 鱼神 这马就地转了好几圈 马超的心是登登登登登直跳 回转马头定睛瞧看 好 就见对面一万大将 乌金魁乌金雅 跨下大花马掌中五金折铁刀 面如宾州铁长得是阔口里塞 真好比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一样 两个大虎牙支出于垂外 一对怪眼射着电光 那么来的是谁呢 正是曹的手下 头一元大将 徐楚 前文咱们说过 曹的手下 有两元最厉害的虎将 一个是典威 一个是徐楚 曹所都另一眼看待 身为虎卫军的主将 这虎卫军主要就是曹所的亲兵卫队 现在归徐楚带领 那么现在典威不在了 徐楚是独一无二的猛将 方才曹所出兵见证 徐楚安排营盘的事务 晚来了一步 等他到了两军镇 业以曹所就抬了 他在万纳英中寻找曹成像 跟疯了一样 仗着他也忠心耿耿 这匹马也快 早来早去 找到树林 瞧了 正于是这个事 所以催马过来 这才把曹所给救了 马朝一看徐楚的功夫 曹所一咕噜在地就起来了 树林外面 曹所的救兵 这才赶到 什么曹人啊 徐黄啊 曹洪啊 众人都到 把曹所搀扶到另一匹马上 曹所擦了擦冷汗 哎呀 谢天谢地 这才叫西湖仙 坑生丧命 大新春 两世为人啊 好闲好闲啊 众人保护曹所不说 马朝一看 对面使刀 这小子挺烈的 回头再看 资格没有一兵一卒 已经深入福心 恐怕鼓掌难鸣 嗯 留着你的放着我的 操贼 等改日我在抓你 报仇 这就叫好汉不吃眼千亏 马朝一拨马 回来同关 徐楚呢 不知道曹子受没受伤 也怕遇着马朝的伏兵 所以没敢追 就这么样双方罢兵 马梦起大获全胜 收兵回关呢 到了同关上 杀牛宰羊 是靠上三军 隆重祝贺 曹子这边 收兵撤队 回到连营 一个个是嗨声叹气 徐楚就咬碎 钢牙 亲说话 我们把马朝给宰了 搅得心里都不平 曹洪搅得打了外仗 脸上无光 是王勇王猛的亲属 搅得死了两个人 也心里难过 什么模样的都有 唯独曹操 服长大笑 一边拍挖掌 一边乐 来啊 告诉活头兵 杀牛仔马 犒赏三军 咱们也祝贺 大伙一听 这事都新鲜 人家祝贺打了胜仗 咱们打了败仗 还有祝贺的 曹子看出来了 纵外 你们认为我 疯了不成 哎呦 胡宇云兵家胜败之长 这算个什么呢 哎 马超 有勇无谋之辈 无必杀之 你们放心 他逃不出去 我的手心 曹子话可是这么说 连着十天 没有开兵建杖 马超每天都讨敌 曹子命令是 高挂免战牌 闭门不炸 不打 曹子传令 谁敢不听 一日凉 两日三 过去十六天了 马超的军队 咱们他骂呀 还是那出戏 把曹子的老底 都给撅上来 把老曹子的 八分都给翻上来 后来把当将官的气 把耳朵全堵上 新日话 我们丞相的爱情 可真大 叫赞 骂谈笑风声 言酒作乐 假装没听着 真是那么回事 曹子毫不在乎 哈哈哈哈 天天祝贺 你喊破嗓子 我就是不打 到了十一天头上 曹子得着报告 说这个同关的官杀 马超又来的援军 一目有两万生力军 都是枪兵 这个枪兵就是枪族 少数民族 英勇善战 善于骑射 要这两万就丁拔烂 曹营重将 一看我 我看你倒吸口冷气 哎呀 要这么说 马超的援军来的 对我们大大不利 唯独曹子不这么看 曹子更高兴了 哦 太好了 再贪再报 又过了五天 报 马超的援冰又到 又增加了三万生命军 同关的前后左右 都是他的军队了 哈哈哈哈 众位看着呗 马超的末日就在延前 大伙心说 我们丞相是有点反常 这怎么个意思 人家那增加援冰 他还说人家玩得要快的 怎么个意思 大伙又不敢问 曹子看出来 周公 难道你们笑我不成 啊 成相 我们可不敢这么办 但不知您闭门不战 适合良策 听说马孟起增加了 援冰民返校 这是为什么 哦 早晚 你等必然知晓 那么你们笑我没有退敌之策 哪位将军有良策叫我 曹仁在旁边过来 丞相 我有一句 你说吧 最近我看着 马超确实是个犹豫无谋之辈 但是要说一点谋料也没有 这么看也是不对的 现在到无惧通关 咱们是寸步难行 但是我观察了一下 他的军队太际中都在通关 左右没有 您是否这么办 传一支密令 离这五十里地 有个黄河渡口叫蒲板金 如果从扶板金偷渡黄河 暗中绕到通关的背后 那马超可就倒霉了 民领重兵攻余前 那些军兵攻余后 让他伏背受敌 断去他的良道 彼军是不战自乱 丞相您看怎么样 好 曹仁啊 你跟我想的一处去了 这件事我早已料到 咋呀 选各谋士 谋什么上来 曹仁开了个紧急的军事会议 把刚才曹仁所说 就做了布置 命令大将徐晃负责 曹仁为父 两人是领兵三万 偷渡蒲板金 另外呢 他让夏侯渊 就在这个中军大营里头坐镇 虚打着自己的旗号 每一天仍然是闭门不战 把马超的注意力 全吸引到营盘里头来 神不知鬼不觉 曹兵这大部队是渡过黄鹅 曹仁不放心啊 让夏侯渊在这坐镇子 他偷着领三万兵 带着徐晃曹仁 几百名上将 连夜就赶门蒲白金 渡口 到这为什么呢 这是黄河最窄的地方 水流也不那么急 但是说它最窄 要到河西岸 起码按线的米数说 也有三十米 那也够宽的了 曹仁命人探了探水深浅 一找船 没那么多 就要有几十只小船 从老百姓那块租借来的 那要说渡三万军队 那哪一辈子过去 后来曹仁出了个主意 赶紧用草边上浮桥 搭浮桥而过 嗯 一夜晚间 必须给我渡过 浮桥以前 全部渡完 不能让马超知道 忠命 曹仁督帅的军兵 搭了九道浮桥 在搭兵的壳楼袋 在浮桥那不够 曹仁怕迟缓 搬了把椅子 坐在河对岸 并经侨悍着 众将还列一左右 诸吹三军渡贺 要说你再着急 人上一万无边无厌 人上十万彻底连天 这三万军队 再加上马 梁台自重 枪刀器皿 锣鼓帐房 那是多少东西 就是九道胡桥 可劲那么过 一夜之间也过不完 当兵的都带着小跑 曹仁有话 由宛渡者力斩 军令如山那还聊得 各赢各少 各夺各朋 扑的命的渡河 曹仁看了看 什么时候呢 回丞相 业已四惊天了 哦 还有多少军队 没有过额 回丞相不多了 还有六千人亡 加快速度 准备 加快速度 天亮一千过完 连人载车在扶球啊 那么过 曹仁认为马超 不知道 嘿嘿 没有不透风的墙 马超也不是省油灯 在同管这连较将半个月 曹仁闭门不在 马超心下怀疑 回到同管上 据文武重将商议 他的大将庞德庞立民 他兄弟马代 另外还有他的蒙叔韩隋 带着十六部的将主 大家商讨此事 韩隋啊 官拜镇西将军 与马超的爹马腾 生死之交 老头的足智多磨 另外在战场上 经验丰富 韩隋就说 侄儿 曹仁诡计多端啊 半月不出战 必有变化 我们不能马虎大义 叔叔 我也这么想 多派蓝旗官 四外扫探 人家马超啊 把探马蓝旗 早就杀下去了 这都是戏作 这些戏作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哪都涂了 什么事探听不出来 曹仁偷渡 扑板金这个事 人家官生知道 等马超接受报告之后 哦 呵 曹仁行啊 想要过一支军队 转到同团的背后 截断我的归路 让我伏背受敌 你错打了算盘了 大大过 马超跟韩隋一商量 让韩隋领着省力军守同团 每天仍然讨敌骂阵 你曹仑不是骗我吗 我也骗你 把我的旗号留到同团 马超领着马带庞德 带了一万生命军 偷渡峡谷 赶奔 扑板金 埋伏到山二里 树林里的石拉的背后 都是马超的器皿 神不知鬼不觉 在暗中偷着看 要按照马带庞德 早就飞马而出大声 马超特别 兵度过半而机制 一战必胜 让他过 过得一半的时候 咱们再伸手 所以避住呼吸 他们等着 马带庞德看来看去 将军 过这不得连了 多数都过了河 还有一步没过去 看曹子正在岸边督队 这时候再不下手就完了 齐队 马超预声令下 一万生命军 从山坡里杀出来 可了不得 曹兵一点都没做准备 那么两军阵前 以弓箭为先 马超手下的军兵 一个是能骑 二一个会散射 箭不虚发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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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朝值得 不行 朝鲁想现在要镇定 主要的当大将要镇定 在这我要心慌要一乱 整个千功尽弃 这几万军队是全胜不下 想着那朝鲁一身手 把乐下的宝剑拽出来 大军急需渡河 不准乱 有进无退 哪个忘回一退是就地处斩 朝鲁在椅子上坐着 没动还 你看看主将是兵的胆 兵是主将的威 当官的在这坐镇 当兵的就不乱了 一看丞相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 乱了一阵 马上次序井然 仍然编队渡河 死就死了 没死的还强渡黄河 正这时候有人向曹子报告 丞相 马超笨您杀来了 现在不到半里了 再探再报 何必惊慌 读合 眨眼之间又过去三千 还有三千来人没过去 曹子心说不渡完 我是不能起来 报 报成像马超黎明可不远了 您赶紧快走 不要着急 继续渡河 和他倒真有个稳定劲 这句话的声音刚一落地 就听见一马烫翻 有人呐喊 曹子呀 而往马路头 曹子水脸一头 马超离着自己连五十步都没有 曹子这回可稳定不住了 从椅子上背一蹦蹦起多高呢 再往两旁一头 虎卫军兵全扑上去 阻挡马超 那哪挡得住 就见马超手起之处死尸翻滚 巫童虎汤狼群一般 眨眼之间杀散曹兵 直奔曹子 曹子下着顺河样就跑 其实说话多倒霉 前者没死的树林 这回死在河边上 怎么那么倒霉 又碰上马超了 正在这危机时刻 就将黄河之中来的一只小船 谁打船当船下水浪 欺快如飞 船头都翘起来 眨眼之间到了岸边 有一万大将飞身跳的爱上 主公 不被担惊害怕 陈宝架 来一条 来的谁啊 大将徐楚 徐楚是虎卫军的大将 专门思泽保护草子的 方才呢 奉丞相的令箭 到了河西岸 看看过河的人马安排得怎么样 顺势回来 找了一只比较好的船 来接曹楚 没想到这只马超到 徐楚的眼珠都都红了 双脚点臀本 飞身坐在岸上 这只也不管君臣之礼了 伸着大手来 抓住曹楚腰中的羽带 一伸手 把曹楚夹到卡尽窝里头 一牛身 扑背小船 双脚贬地 敞 离着小船 一丈多远 徐楚就蹦上去 小船一摘位 好学没翻了 徐楚分飞灯 来呀 开一趟 八名水手 调转船头 搬将窑堵 拼命地往对岸窑 在这马超就已杀到岸边了 呀 哎呀 天不灭曹啊 三番两次在我鼻子尖底下跑了 这回我看你往哪跑 大枪是够不着的 咯咯 一抬腿把宝枪挂上 走兽湖 宣天带着超弓搭箭 马超是神社 把箭搭成对准 草筒 啪 就是一箭 无奈有徐楚在这保着 保到一望 把箭搏落到水中 在这马带庞德岭的骑兵也杀到岸边 马超一看纷纷上 来 一起开股上 射 这家就在岸边的一万来的人要一块射 那箭跟下雨有什么区别 咱眼之间把过河的人射死无数 马超也不闲着在一旁也射 咱没说马超是神社 箭不虚发 把小船上八名水手全给射死 把草子给吓得 趴在徐楚的脚跟底下 抱着徐楚的大腿 哎呀将军啊 快些过河 丞相放心 有我在就有丞相了 徐楚身披着重甲站的船尾 危战不动 手提宝刀是不大凋零啊 就这么让徐楚的身上 还中了六七箭 因着披着好几层甲粥 射不到的肉上 都按在甲粥上 徐楚一说 呀呀 小船走着走着 刷啦一吊个打了行的 他回头一看 八名水手一个都不在了 怪不得小船打了行的 徐楚真有两脚吧 哎 双腿一刹 刹开的撑住这只小船 屁股一晃 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用他这种劲晃着那小船 直接被掀了 马朝在东岸上看着 也一条大拇指 啪 八咬 真虎将也 马代在旁边告诉他 哥哥 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这就是曹子手下的名将徐楚 有个外号叫虎侯 这小子才有呢 哥哥望后见着他千万注意 来呀 给我追 马朝照样追可要一样 别看曹子损伤军兵无数 到底过了河西岸 天光一见亮 双方收兵 马朝回到同管 向韩隋演讲了一遍 韩隋挺不高兴 之二 对咱不利 要这么说 咱们腹背受敌 两面加工 这才如何是好的 叔父放心 我想了这么个主意 咱们爷俩轮班来 一天 您对夏侯渊 一天我对曹子 第二天咱爷俩在换 我对夏侯渊 您再对曹子 咱们两面欲敌 曹子总有通篇的 这本领也难以施展 好吧 是的 现在也直可如此 就要这么样 双方对垒 一直到了九月 有时候打也是小打 有时候不打 就连着夺日子不打 曹子的梁台 也接应不上 马朝的梁民 也接应不足了 双方都要着急 说今年也怪 九月的天气 天气就暴冷 按新名词 可能是寒流吧 这个北风 挂了一根刀子呀 对曹子很有利 就在河西靠的黄河 筑起了冰坑 掺水或沙子 就可以修成 住了临时的堡垒 曹子可以吞兵 对马朝是更为不利 仰看到了九月底了 马朝跟韩淳一商量 叔叔 就这么一天一天 往下混 咱们二十几万军队 两米接应不上 怎么办 哎呀 这儿啊 我有个事早想跟你说 我怕你又不愿意 叔叔 你说咱们自己人 无话不贪 侄儿 当然了 你给你爹 和你兄弟 报仇的心切 杀父之仇 不共待天之恨 可有一样 目前看来 实在是没法打 你看天气暴冷 当兵的手脚都伸不出去 这个账没法打 又想在这耗下去 咱们的吃喝也成问题 我看这样吧 派史臣赶奔曹营 前去请和 咱双方霸兵就得了 等着来年春暖花开 再打主意 之而 你意如何 这狗 马超有点不乐意 但是又不好说别的 低头不语 十六部的重将 连庞德马代都过来了 将军 老将军方才所说 一点不假 干脆 咱们就退兵得了 马超一听 连自己的人都这么讲 重命难尾 好吧 我同意 谁当使臣呢 韩随说我这有人 叫杨秋去 准行 这个杨秋虽然是个武将 舌颜善变 胆大心气 那是韩随的心腹 身为韩随手下 拔布的统领 杨秋带着他们的信 带着几个卫兵 起身赶奔曹所的土城 曹所一听什么 马超派使臣来了 这是没想到的事 因为曹所最近心里的也发烧 两米尖不上 几十万军队 一天光吃的吃多少 光烧的烧多少 特别是今年暴冷 当兵的手脚都冻坏了 连曹所都感觉着冷 里头穿皮眼心 外边陪皮袍 肚子都打哆嗦 想要进兵不能进 想要退兵怕难看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 一听说来了使臣 正中下回 请 杨秋到了里面 把书信献上 对着曹所一讲 我家马将军 韩将军 愿意隔地请和 曹所一想正好 你们先提出来 比我提强的多 好 杨秋 杨将军 既然你家主公提出来 本丞相 愿意罢兵 愿把何西所有的地盘 退归你家将军 然后我就 班师回京 双方 永结蒙好 来呀 射几款待 在这款待 杨秋 写了封回信 让他回去 告诉马超 寒嘴 从这一天开始 双方是霸兵不战 各自做撤兵的准备 真撤兵啊 没那事 曹所把杨秋打不走了之后 当晚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 问各谋士怎么办 大谋士假许 假温和 赶紧进言了 成相 您可不能退兵啊 这是马超的遗迹 他准备来一年春暖花开 再咱进兵 成相咱们往返徒劳 何必呢 我看咱们退兵可对咱不力 我说好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一计 你 计将安出 哈哈哈哈 成相你看见没 马超有无谋之类 就在那撤兵之时 咱们这么这么这么 本如此 本这么这么 让马超死无葬身 之地 贾许贾文和给曹所出了个主意 用了一条最毒辣的离间计 您看看 古往今来这种离间计是最毒不过呀 诶 很多人还都上当 怎么个计划 咱们一会儿再说 曹所就假装退兵 和又搭了几座福桥 车马行人 所有的军需用度 开始往许昌那边撤 那么几十万军队要想撤 也非是一日之功 当然曹所不能陷撤 每天领着战将在这都着队 两方面已经不打仗了 同关上的人马也开始往下撤 有时候你看看我 有时候我看看你 双方都看热了 马超就发现有些不妙 跟韩隋上 叔叔 曹所多大呀 我对这个人向来不相信 别看现在撤了兵了 我怕其中有变 叔父 咱们还得加紧提防 一方人心涣散 对对对 孩子 你说得太对了 咱们爷俩这么办 您那头天手下回温 我守曹所 第二天 您在守曹所 我守下回温 您看怎么办 行行行 孩子说得太有理了 马超跟韩隋分兵 互相监督曹所的变化 说来这个事也巧 这一天正是韩隋的班 监督曹所退兵 曹所手下的军兵往下退着 曹所领着亲兵卫队 站到高坡之处 监督 韩隋的兵呢 把刀枪都放下 抱着嘎嘴窝 在旁边看热闹 有的当兵的一指挥 哎 那就是曹丞相 是吧 清旗散盖之下 那就是曹丞相 那不在高坡呢 当兵的指手挂脚 都当心情物挤出来看 曹所一瞅 郑重下怀 看了看旗号是韩隋的旗号 心说我记诚意 这回成功了 曹所在高坡上骑着马下来 众位弟兄们 不错 我正是曹梦德 没什么好看的 我也不是三头六倍 大家愿意看就看看吧 他毫不在乎 韩隋手下的西凉兵 非常惊奇 行啊 无怪乎曹村那么大的名望 这人真是胆大 哎 离了我们不远 人家毫不戒备 叫人把这个事 报告给韩隋 韩隋在门旗营里 仔细灌脚 可不是吗 那正是曹所 刚要传令 妖宿三军 不准离队观看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话还没等说出去 就要听当兵的向他报告 报告韩将军 刚才曹丞相说了 请你在马前答话 他找你 哦 韩隋想两国的仇敌 他找我干什么 又一想 既已然定下合同 双方说明退兵 就不是仇人 那么朝朝找我 我不去归为失礼 听听怎么回事 韩隋这匹马在门旗上冲出来 直奔曹所 韩隋手下的卫队一看 人家曹所手下的军兵不拿刀枪 我们拿刀枪显得多不带劲 把刀枪也都放下 远远的保护韩隋 只有他一匹马来到曹所的近前 马头对着马头 这回看得可太真切 呜 长相 找我韩隋有何话讲 再看曹所满脸堆笑 把玄虎皮的斗破望后一撩 马边挂上 韩将军 哎呀 你呀 不要贱卖 咱们这叫各位欺主 那么有果仇 没有私恨 我说这话对了 想当年 共保县地 同殿称臣 这话说起来长了 你父亲在日之时 我就在他手下 效力当差 说句套近乎的话说 我还管得叫熟熟呢 哈哈哈哈 韩将军 你还记得吗 你我二人同举笑脸 共赴超纲之时 咱们那这才二十出头 日约蹉跎 老江之意 你来看 你我病法都已经发呆了 曹三老家常 让人听了挺中肯 韩随不住地点头叹气 可不是吗 光阴四箭 催人老 真是斩人刀 不久就得入了黄泉了 是是是 韩将军 妙龄几何 曹三问韩随多大岁数 韩随马上回话 回丞相 韩随今年四十岁 我四十了 哦 你都四十了 哎呀 怪不得长江水后浪 催前浪 城市上一辈新人 换旧人 我们的子女 现在都成人了 你看这个曹子 词儿还挺多 嘚巴嘚 嘚巴嘚嘚巴嘚 竟叙说家常 跟韩随 唠了有一个多时辰 后来两个人互相一抱拳 各自归队 两方面还安排撤兵的事 早有人就报告马超 马超跟韩随不一样 今儿个他之本 对下回问 那可以说 严阵以待 功上先 刀出去 要密牌刀香 马超 披挂整齐 在这巡城 毫不懈怠 吃晚饭掌灯的时候 要他的心腹人 向马超报告 说今天韩将军 跟曹子说话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非常亲切 谈笑风生 嗯 马超心说 这怎么着 叔叔 你跟曹子 是两国的仇敌 有什么话可说呢 别看退兵 退兵将来还打呢 马超吃完了晚饭 带着庞德马 带二十个亲兵 起身赶带 韩隋的营盘 韩隋呢 也刚吃完饭 一听马超来了 赶紧把他接进来 叔侄分 宾煮落朵 刚喝了两口水 马超就问 叔叔 我听人跟我讲 今天在两军镇前 您跟曹子谈话来的 啊 对呀 我是跟曹丞相谈话 那你们谈些什么 哎 一句正经话也没有 诉说一往 诉说家常 啊 叔叔 难道就没谈军国大事 军队的事情没谈 没没没没 侄儿你这个放心 军师秘密 我岂能对他言讲 曹子是精细之人 焉能透露 没说这些事 是啊 叔叔 我有一言出口 不知道您愿意听 我看曹子这种人 最好少接近 跟他有什么说的 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好孩子你放心 日后我尽量杜绝 说的深夜 马超回国 睡不着觉 对韩隋的话 是半信半疑 当然了 马超也不能不依心 又派下不少新夫人 刺探 韩隋左右的动静 银儿俩开始产生不信任 这是个开始 曹子的收兵撤队 回了连营 把谋士们找了 曹子是洋洋得意 跟贾温和说 贾先生 你知道我在梁军阵前 跟韩隋谈话的用意吗 哈哈哈哈 丞相神算 不过这是离间纪的第一步 要想挑拨韩隋和马超的关系 还必须如此如曾 您必须亲自写一封信 给韩隋 写个信写得紧要的地方 您拿笔把它涂抹上 让外人看了 好像有意把它勾掉了一样 密封之后 处于韩隋 韩隋这封信接的手 他也怀疑 说不出怎么回事 马超准宝知道 知道之后 他必定向韩隋要这封信看 那么马超一看 这封信抹得乱七八糟的 他必定对韩隋产生怀疑 他要问韩隋是怎么回事 韩隋必然无言可答 他们双方这就快开始了 兵容相见 专相就可大功告成 好 好妙策 这招多毒辣 曹所亲自提起笔 给韩隋写了封信 这封信是无中生有 韩隋之中 好像跟韩隋定了什么密谋 两方面要理应外合图害马超 就是那个意思 在紧要的地方 哪笔都把它勾了 像个草稿一样 然后用信方 把它封好了 加上火印 故意的多派投书的人 那是给马超送信 也不算宝贝 就是扬言叫他知道 这封信就送到韩隋的大仗 韩隋不知道 一听曹子给自己送信来 赶紧把书信打给定睛 瞧看 呀 韩隋找这什么信呢 上次的言语含糊不清 勾勾画画乱七八糟 怎么事呢 正在这么时候 外面假夜的说想 马超来了 因为前者马超对韩隋 就产生了怀疑 派了不少的戏作和耳目 词听韩隋大仗左右的动静 这个书信刚一到大仗 马超就得着报告了 马超心里说话 叔叔 你可不对呀你 你背着我不知道 跟曹子书信往来 你们要干什么 那我非得看看不可 等他来到韩隋的中军宝障 卖不进来 这封信就在拨上放的 叔叔 我听说曹子给你来信了 我正看 你瞅瞅 人家韩隋问心无愧 就把这个信递给马超 马超从头到尾一瞅 嗯 叔叔 您把这个信都抹了干什么 没没没 之二 这可不是我抹的 原信就是这样 马超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叔叔你骗我 怎么来信能这样 谁能把曹稿寄出来 我也纳闷 我认为曹子大概一时没有注意 不对 曹子是精细之人 岂能办这种事情 叔叔 咱可这么讲 你我两家同心合力 共破曹贼 可不应当存二心 你要有什么事 瞒着我可就不对了 韩隋一听 马超对自己产生怀疑 把韩隋急得啪啪之跺脚 八超 我跟你父亲拔在街交 一个头磕在地下 多头之后 异性的手足啊 好 这次我发兵来 就是帮你的忙啊 我不图名不图力 就图给我老哥哥报仇啊 你可不应当这么对待我 上游青天下游地 我含隋口不应心 要背着你看出 见不得人的事 让我死得乱刀之下 你看怎么样 马超还不相信 叔叔 你再管怎么说 你也解脱不了我对你的怀疑 孩子那你叫我什么了 我跳的黄河我喜不清 哎呀 哎 马超 这么办吧 明天我就要求跟曹操谈话 你躲在门棋的后边 你仔细听听我们俩谈的是什么 当面我质问曹操 为什么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 你是什么意思 你暗中射箭也好 暗中出其不意 把他要了狗命也好 表白表白我的心意 你看如何 马超这才相信 叔叔 你要真能正办 足以表明你的真心 侄儿愿意谢罪 好了 两个人约会好了 马超是愤愤呼应 到了第二天 韩随连早饭都没吃 上火了 满嘴起得撩泡 心说我冤了 你这是什么事这是 多咱把这事闹清楚 自己这个心就放下 赶紧领兵带队 到了梁军镇天 马超全城披挂整齐 藏在门棋的后边 定睛看 就叫韩随分手 来啊 对面智慧曹兵 我要请丞相大话 为了引曹瑟过来 韩随也没拿着武器 出人一码头 站在两军阵明显的地方 等着曹瑟 曹瑟得着报道 已经什么 韩随找我谈话 那我能去吗 不用问了 你跟马超都定规好了 我就要一去千功尽弃了 那曹子料事如神 命曹洪庆 你要去如此这么说 对了 曹洪领了三千军队 也不拿兵阵 来到两军阵前 啪啦 门前一开 曹洪这匹马先出来 对面 韩将军吗 昨日我家丞相 给将军的书信 量已越过 不用说别的 咱们双方就按信中之士 半声 一言为定 再见再见 说完了曹洪 搏马就走 马超在门齐后的 听得真真 啊 韩随啊 伶牙俐齿 你欺骗于我 闹了半天 你跟曹都定好了 今天还故意 跟我耍这一套 当时他就变了脸了 马超也是翻脸无情之人 双脚点灯 马往前提 咯咯 一抖长度的包枪 直奔韩随 这嘴里祖宗奶奶的 吴一枪直奔后勤次来 韩随手下 有十六部的将官 大家赶紧过来劝 好不容易算把马超给劝住 一人两个回到中军帐 韩随连跺脚再晃头 又歧视又发愿 马超就是不信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马超领着金兵 回到自己的营盘去了 他走了以后 韩随低头被语啊 连晚饭气的都没吃 哎呀 马超这个人 怎么不允许人说话呀 这个孩子这个是不可一世的 韩随这一掉眼泪 他手下十六部的将官都不干了 将军 老将军 我们可不应当说这话 马超 他说个什么东西 按理说 您是长辈 他是晚辈 在您老人家的面前 俯首天耳 得像个晚辈的样子 您看看他 专横跋扈不可一世 您没瞪眼 就好像您是他手下的老管家 就像您是他手下的朴聪 扑了过来扑了过去 我们看着就不顺眼 拿这件事来说 马超把您的祖宗都罵翻个 这是干什么 不允许说话 压着别人三分点 老将军 咱们双方面 共同破槽 我看拉倒 要依我们的主意 这是逼的 您哪 干脆保了曹丞相就得了 要不就将来把槽都破了 马超也饶不了您 您没看这个形势 有人带头这么一发言 别人也经常跟着说看 将军 干脆就定下来 保曹丞相得了 就凭我们这些人 打得过曹丞相 大家再三解劝 含随低头不语 这件事做不得呀 马超虽然不是东西 我跟他爹马腾八百之交 我要做出这种事来 怎么对得起我的蒙凶 哎呀将军 您怎么还拘泥于场里 这个事是他逼的 就是马腾有在天之灵 也能原谅 您别想这些事 再想 您的命就保不住 嗯 好吧 韩随是决心已定 谁可为实 敢问曹丞相 我去 报名的还是杨秋 八目的统领 杨秋拿了韩随一封密信 敢问曹丞 等曹子接待完杨秋 把信打给一看 曹子俩手一合 心里说话 大功成义 你看这个离间计多有效 上次打多少年的仗 上次出动几十万军队 看来还是一致为高 马上捆带杨秋 杨秋就把马超 如何跟韩随不顾这个事 你俩怎么变脸 详细经过都对曹丞说 曹丞说 好 我一定杀马贼 给韩将军出气 双方邀会好了 明天晚上半夜 举火为号 看见韩随的连影火光一起 曹丞这大兵杀进去 里面外合手 窝捉马超 临走的时候 曹丞许了愿 说大功告成之后 夹封韩随为西凉侯 夹封杨秋为西凉太少 要给那锦袍两领 玉带一条明珠百克黄金千两 让杨秋带回去 杨秋等回去 见着韩随一五一十这么一说 韩随乐坏了 拖了 十心十意 保着操作 当然手下十六部的将官 人人也都挺高兴 整个就算把马超给卖了 当大 就这一天可太难挠了 一直到掌灯的时候 众将群都到齐 披挂好了配刀悬剑 等候发动 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么机密的事 让马超知道 他怎么知道 马超这人 有勇无谋 又不会算计 又不会预料 怎么传着他耳朵的 是这么回事 自从那一天和韩随 两个人闹翻之后 他愤愤回应 对韩随就产生了怀疑 每天派人 监督韩随的一举一动 听说 韩随派人进了曹营 马超就更花魂 这一天晚上 以巡营为名 带着亲兵卫队 三十名 赶奔韩随的营盘 他可不知道 今天晚上有事 因为他助力了 离得很远 马超就下了马了 分塔尾辽战群 涅足浅中 奔韩随的营盘 正敢撂上的 还没注意 马超就摸着 营盘的外边 韩随里的人 正在屋里的谈话 马超隔着帐篷 摘一耳侧听 就要听里头说这个 韩将军 今天晚上的事 没变化 没有 大家放心 三今天就拒火 马超就完了 啊 马超一起了什么 哦 你跟曹贼勾搭着一起 幸亏今天晚上我巡逻 要不就我死到屋里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马超想的 一伸手 叹叹叹叹 拽口防身保健 飞身 就闯进 韩随的营盘 韩随在屋里的正装 阿姨抬头 呀 你看马超好像胸身附体一样 闯进来 马超用手一指 韩随 老屁股 眼看吐我 吾 照韩随就一宝剑 因为事情出于突然 马超又太猛 韩随还怕他 这慌乱之间一着急 他用左胳膊一躺着宝剑 这胳膊能躺着入宝剑 咔嚓一声 马超把韩随的左臂砍掉 没把韩随疼死 哎呀一声翻身塞倒 手下的重将各拽刀剑 往上一窗 把马超困在正中 别看几十个人把马超给围上 马超毫不在乎 帐篷里地方小 他左右开弓 连着砍倒两员将官之后 飞身跳出帐篷外 来了 都出来 这些将官要跟他冲到帐外 把马超包围混杖在一处 那三十个骑兵赶紧拨身回去 给马带庞德送信去 要不说一人舍命 万将难离 那马超是真勇 别看在部下一口宝剑 上下翻飞 寒光缭绕碰着就死挨着就亡 眨眼之间叫他砍倒了一片 几十个人叫他放躺一半 剩下的扶伤而走 我的妈呀马超太厉害了 马超杀得跟血人一样 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出的血 还是别人身上崩出来 他一看名人都走了 寒随还没死呢 二次摘礼 当他提着宝剑进了营 他一看 地下一汪雪 寒随不见了 那么他光过打仗呢 寒随就在这挺着 早被亲兵救走 马超一看杀得不成 转身出来 赶紧把自己的坐骑 找着飞身上马 再想回鹰盘 来不及 就听见四面八方 号泡如雷 夜已到了举火的时候 惊天动地 人家寒随手下 十六部的将官 十六部的兵马 沙将出来 把马超一个人 困在正中 马超是毫无威惧 赶紧把宝剑还侠 一抬腿 咔噔 摘下自己那条宝枪 抖身为 毁盗西凉兵 他好像一头狮子一样 碰着就死 挨着就没命了 横童四面 力挡八方 宝枪所到之处 弧光崩陷 往前一刹一溜糊涂 往后一吹一溜糊涂 谁也挡不住 那马超是本套书上 有了名的猛将 大海撂头 别看 韩随手下兵多将往 哪一个也不是 马超的对手 打着打着 马超一合计 不行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打仗了 我没劲不就完了 赶紧冲回我的营盘 找着我手下 两个兄弟再战不吃 拨马就走 刚一拨了 就请着对面 炮声惊天扶平四起 灯球火把量子又松 赵如波动 门其开出是一丸大将 马超借灯光一手 这丸大将 跳下马来 身高过丈 手批毛刀 哇哇爆叫 马超啊 来来来 我大战三百合 才由徐楚 罗伊 战马超 马超 马孟起 在突围的时候 正遇上大将徐楚 这个徐楚 咱们说过 那是曹超手下 有了名的鼓叫 这家伙这几天呢 就憋着一口气 为什么呢 他恨马超 尤其是曹超 在他的面前吹嘘 说马超不见吕不知勇 徐楚就不爱听 心说话 一个小白脸 他有什么能力 他是没遇上我 我们俩有了机会 就好好干一张 今天晚上 如雷万了 他恨不得一刀 把马超斩于马下 在曹操的面前 历着一个大功夫 因此 伦宝刀直取马超 马超呢 现在是个激将 一个人深入重围 今天晚上 不拼命也不行 一看徐楚来了 晃掌中宝箱 二人就站在一处 真可以说是二虎相争 马超真有履物的能力 这条枪上下分配 恨不能一枪 把徐楚赐于马下 因此两个人 打了个四军力敌 不分上下 眨眼之间 就是五十多个回合 徐楚心里的合计 行啊 这个马超真有能力 他脚着戳盔甲便 一拨马 退回本队 这小子野劲上 摘一盔卸甲 脱了个大光盘 露着一身黑色的剑子肉 护心毛都一杀了一杀了 再给他提毛刀戳这个大裤衩 二次杀到马超的马前 两个人又站在一处 马超心里头 也赞成徐楚 心说真虎无将也 看来不把平生的能力拿出来 今天是闯不出徐北去 马超抖身为 二次战徐楚 又是五十个回合 未分输赢 正敢向徐楚宝刀轮请 斩 斩 斜肩铲妹 但马超就砍下来 马超手机眼快 身子往旁边一散 哎 躲过宝刀 一回手 噗 把徐楚的腕子给抓住 你给我 一夺徐楚的宝刀 马超另一只手 把枪举起来 罩着徐楚 当凶辩刺 徐楚 赶紧身子一散 哎 一番腕子把枪杆给抓住 这两个人在马上就争夺开 他抢刀 他抢枪 暗人就拧在一处 三晃两晃 一个没主意 糊涂糊涂 两个人在马上就掉下来 他们赤手空拳 在地上撕打 有时候马超把徐楚踢在地上 有时候徐楚翻到上面 本脸都打破 正在这个时候 西北方向 砲砲连天 一只生力军杀进去 为首正是大将马带 后面跟着盘德 因为得着马超亲兵的报告 两个人大吃一惊 集合军队来救马超 来的是比较及时啊 操兵一乱 他们两个人杀进来 这才把马孟提给救起来 当然也有人 把徐楚给救回去 隆等虚处顶盔冠甲 重新换马 这时候马超早就杀出去了 今天晚上这个乱 西凉兵自相残杀 有属于韩随的 有属于马超的 再加上曹操带来的军队 混战到天命 遍地全是死尸 什么叫白骨堆积如山 哪叫鲜血流成河呀 就是这么回事 马孟提这一仗 打的是败兵损将 容等天光见亮 看自己身边 就剩下三四百人 马超紧咬牙关 跟他起成沙巴干净 庞德过来 将军 哎 谁让我们中了计策呢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将军擅保护体 留得庭山寨 不怕没柴草 咱们赶紧走吧 等咱们回到西凉 重新召集本部人马 再报仇不迟 哎 好吧 马超回头看了一眼 心里是无限愤恨 率领的残兵败将 逃奔西凉 且安心马超大带逃走不提 单表逃走 大获全胜 又收下韩隋 和韩隋手下十六部军官 高兴 把同官占了 又把长安光复 曹操是隆重祝贺 逮这些兵不到半个月 曹操惦惦记许昌的事 也惦记京州和东吴的事 他恐怕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 京城有变 这就打算撤兵 大谋是假许一看 丞相不行了 您怎么能半途而非 马超人中之虎 虽然大败他没死了 据估计必定从整人马再犯中原 丞相应当一不作气 把马超置一死地才对 好的当时也表示 说我也是这个心 不过在外边停留的特急 恐怕惊中有变 这样我暂时班师 日后有着机会 再二次捉拿马超 临走的时候 曹操把夏侯渊给留下 咱们说过 夏侯渊够个帅才 曹操对他最亲人 留下精兵实了 让夏侯渊坐镇缠满 监督着马超 如果有个风吹草动 给曹操送信 其他众人班师昏许昌 曹操破马超这件事 很快在全国就传开了 这个惊人的消息 也传到了汉中 汉中有个当头的 名叫张鲁 现在官拜汉明太守 什么郑南将军 官师不小 这个张鲁也得着消息 哎呀 张鲁一合就不好办 曹操最近破了马超 现在囤重兵在长安 离着我可不太远了 能不能朝着早晚里的人 把我的汉中给吞并了 咳嗽吧 张鲁是极具文武商业对策 说到这儿 咱们把张鲁还得说上几句 远在他祖父和他父亲那一辈 他们就统治汉中 这个统治的方法 与众不同 张鲁的祖父叫张灵 这张灵啊 大概念过几些书 专门信那些邪门外道 又写天书啊 又念咒啊 又看风水 在山中串走四乡 妖言喝重 说什么 入了我这个道 能够消灾免难 入了我这个道 能免去刀兵之苦 这个山区的老百姓 因为与外地隔绝 很愚昧无知 对张灵的话就信任 人生一世 都想求个太平安乐 所以不少的人 就入了他这个教 后来张灵给自个 这个教起了个名字 叫五谷道 什么叫五谷 就是咱们吃的五谷杂粮 因为你入的这个道 必须叫五斗粮食 管你是高粱薯子 管你是豆子 你交五斗就行 就可以收你 就这么样资格的一个道 就叫五谷道 越窜势力越大 越窜势力越大 这教徒不下几十万 可以说汉中一帝大人孩子 男女老少 几乎都入了他这个道 张灵把基础砸下来 他死了 传给儿子张恒 张恒继承父业 仍然主持宣传五谷道 声势不减当年 张恒干了好些年 死了 把这个东西又交给张鲁 这张鲁看来 比他祖父比他爹还强 张鲁很有凶心啊 在五谷道的基础上 资格资历为汉民太守 加封自己是五谷道的尸军 我是最高的首领 变相的说 就是这儿的黄省一样 他手下不封什么官长 凡是教徒 五百人里头 设一个官叫祭九 两千五百人设个大官 叫大祭九 一万人设个最大的官 叫智头大祭九 最高的就是他这个尸军 层层结智 在张鲁呢 给治病还有个招 别人治病 是吃药扎针 保他不减 比如说谁有了病 就把你放在净事之中 让你交代自己的罪过 你平生都有些 哪些告不得人的事 当众说出来 然后记载到书面之上 说病人还有哪些要求 也写在书面之上 他一共写三份 一份祭天 一份祭地 一份扔到水里 祭水棺 这个名字叫三棺水树 病好之后 你交五斗粮食 表示敬意 你就算我的教徒 这招可挺厉害 管治好治不好 有的真的好了 就非常信张鲁 所以年生日久 张鲁在汉中统治的基础 非常老实 一共就是三十来年 曹操呢 不是不想吞汉中 就因为路途遥远 汉中多山 一手而难攻 所以中原的实力 老也达不到这 后来朝廷颁发旨意 就封张鲁石寿的汉民太守 镇南将军 给他个徐衔 只要他年年进贡 岁岁朝臣 国家就不加兵 所以张鲁这地方 成了避风港 你看中原那块打得那么热 什么袁绍袁树 十八路诸侯啊 就他这 什么事没有 张鲁是兵精凉足啊 这一次曹操破马超 风声不得汉中 张鲁不能不吃惊 把文武找出来 这么一商议 怎么办 手下有一个谋士 叫阎谱 这阎谱说主公啊 别着急 我看咱们这个汉中 气数已经到了 如果曹操加兵于汉中 对咱十分不利 一尘之计 咱往西边挪挡挡挡挡挡挡 西边呢 就是刘章刘继玉 管领的四村 如果咱把那个地方 给拿下来 天府之国 比咱这强多了 四十一周俊归了咱们 林老人家自立汉民王 我们就是海外的天子 又何怕曹操呢 得追 张鲁一想 这话说得有理 带着一说 西川的刘章刘继玉 跟我有仇啊 当年杀过我娘 杀过我兄弟 干脆趁此机会 把四川就得过来就得了 就这样的领兵带队 命人进犯西川 就有出四川的心 这个消息很快 就传入成都 传到西川之主 刘章的耳朵里 刘章这个人 也是地处偏僻 四川天府之国 在这一带多好 管领四十一周郡 勿赴民风 也是兵精良足 多年不打仗 但是刘章这个人 耳软心活 没什么主见 你看太平年代到新 遇上打仗的时候 就没了主意了 他一听汉中的张鲁 要新兵半夜 要吞并自个儿的西川 急忙找文武商议对策 怎么办 仰看战争就来了 刚说到这儿 就听手下有一人 朗声高颂 独公 不必担心 汉中的张鲁 没什么能力 还要打咱们西川 是自取其货 臣不财 愿献一策 可破张鲁 刘章一看 说话的非是旁人 关败别家之旨 张松张永年 那的那个官名也特殊 什么叫别家 按现在的新名词说 就好像是高参 刘章对他另眼看待 张先生 你有何策可退张鲁 张松说我有主意 您放心 您还不知道 现在全国最强大的 莫过曹丞相 灭吕不平二元 中恒天下 最近又破了马超 声威大振 早晚必一统天下 您呢 写封信 我在这珠宝之前的东西 赶贝许昌去他 顺说曹丞相 兵取汉中 如果丞相兵取汉中 那张鲁自顾不暇 还能打咱们西川吗 比不战自退 这是万全之特 主公您看怎么样 好 太对了 就一倾家之意 就这么样 刘章亲自给曹丞写了封信 命他为使臣 带着之前的东西 什么针珠玛瑙 翡翠钻石 西川的特产 让张宋张永年 赶奔徐昌 张宋在路过荆州的时候 这个消息 就被荆州的戏座探听 报告了军师诸葛亮 诸葛亮一听 哦 西川有人奔徐昌 马上派人到徐昌 探听这一消息 咱且不提 单表张宋张永年 这一日到了徐昌 末章住的金瓶馆 准备入相府去见曹丞 哎呀 不容易呀 曹丞自从破了马超 回来之后 搅着自己立下 提供一箭 简直偏比一下 装不开他 汉朝所有的朝廷大事 都在相府上 曹丞轻易不出门了 谁要想见他一面 都好像登天一样那么困 张松来了 登圣记 一直等了五天 也没见曹丞的面 把个张松急呢 这可怎么办 哦 后来明白了 我没递门包 要给门上的人打点的高兴了 这个事就好办了 真不假 第二天张松 递了二百两银子的门包 这成相府把门的 才允许他接见 张松喜出望外 到了第二天 吃完早饭 到相府宫后 排来排去 排到他头上 张松脉步 到了相府大堂之上 给曹丞失礼 曹丞是军中高作 这些日子以来 曹丞怕 脑门子都闪光 嘴咧的在正中坐着 看了看张松 曹丞一看就不高兴 因为什么呢 在张松长得心中古怪 身不满无耻 那脑袋长得是两头肩 跟嘎儿一样 奔着头翘下巴 踏地梁子翻鼻子头 满脸都是黑点 你这小眼睛 狗幽呼 黄娇娇的呼须 吸不愣当 两个山风耳 望前一脉步 伸着一摇风 离老远的看 就像个猴一样 好想一瞅 这样的人还能当使臣 就有八分的看不起 阿娇 你叫什么名字 外臣张松张永年 奉我主刘章所差 给丞相进贡 来了 这是我的礼丹 曹丞把礼丹拿过来 看了一眼 往桌上一放 我问你 当年你主说的明白 年年进贡 岁岁朝臣 言何多年不来进贡 回城下 因为俗道梯区 贼寇四起 路上十分不宁静 故此没有按年来进贡 走 无大兵一同天下 中原言有则靠 你这不是胡说吗 这曹丞就算不讲理 当着这么多人 这一句话 顶撞了张松 张松要没两下子 能上这会儿当使臣来 那也是鼠中的人物 舌剑春刀 说话赶唐 张松把俩小眼睹 心说曹丞 你太不像话 怎么的 说个白话 官不打送礼的 狗还不咬拉屎 我来给你送礼的 你当着这些人 这是干什么 言辞的脑筋 蹦起来 张松这活也脏了 哈哈哈哈 丞相 你说什么 天下太平 那我请问 南边有孙权 北边有扎鲁 西边有刘备 再加者不下一百来万 怎么说天下就太平了 请问丞相 这又作何谍事 张松这话也够烈了 顶撞曹丞 扎了这么多人 把曹丞掩得 根楼一整 呀 这是曹丞没有想到 有心变脸 又一想起吧 人家都说 将军额前跑下呢 摆向肚子 穿开船 我要那么一坐 岂不被众人 小瞧我心胸狭窄 有心不这么多 还有气 曹丞把袖子一甩去 退路后堂 把个张松给遵着 曹丞这一走 手下的亲兵们都过来 一推张松 哎哎哎 姓张的 你这种人还配当使臣吗 刘长怎么把你打过来 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 看见没 我们丞相可生气了 你顶撞我们丞相 按理应当说就把你治罪 我们丞相看待你原来不易 不愿意跟你计较 啊 你啊 走走走走走走 你这种人还当使臣 望外是连推在散 张松火望上碰 哈哈哈哈 哦 曹丞相挑了我的理呢 实话对你们说 我属中没有产命之人 什么叫产命之人 我们呢 没有流须拍马的 叫我顺着曹丞说 没门 顶撞就顶撞 他那么对我 我就这么对他 当然这个话说出来 就伤了曹丞手下的人 刚说完这句话 就听台阶下有人喊了一声 什么 你属中没有产命之人 难道我中原就有这种人吗 张松一听声尖红亮 挥头一看 下巴上了一顿 在日长得身长八尺 黄白子面皮 肩下壳细眉毛 无流长须飘于胸前 飘飘然亚赛 神前将士相旁 是个文人 不认这是谁 来的是谁啊 正是曹丞手下 府中的主播 姓杨叫杨羞 杨德祖 这个杨羞也是博学多才啊 逃出曹丞之外 谁也挑不起 但是对曹丞 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谁要伤了曹丞一点 就像碰到心烟一样 他一看张松在说 说话就是没骂街 话里都带词 杨羞不外提 过来把他拦住 张松这个人 方黛丞说过 蛇见春刀 令人不服我 这俩人一见面 是针尖对了脉盲 你想说倒我 我也想难倒你 说来说去 两个人到了外师落作 杨羞 杨德祖 新说话 张松 别看你能说 今儿子我就把你难倒 给我们丞相出出气 踏水端上来 杨羞显的 啊张先生 万水天山来者不易 说你来四川到许昌来 天山万水不太容易 张松心说话 嗯 今天咱俩较较较较较 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满面陪叫 哈哈哈哈 我奉主公所差 虽赴汤蹈火万水不测 哦 好好 那么张先生 请问你们西村 风土如何 这叫烙贤壳 贤壳之中 可带着文章 你讲着你四川不含糊 又没有产命之人 你们那风土如何 四川什么样 比我们中原能比吗 就是这么个意思 张松马上就回了 要说讲起来 处为西郡 古号益州 若有井江之险 地连剑戈之雄 辉还二百八成 综横三万余里 鸡鸣全废相闻 市井屡言不断 天非地貌 罪无水汗之忧 国富民凤时有管贤之乐 所产之物 追击入山 天下莫可皆 这张松多能摆我 把这虚川说的 跟一朵花一样 说我们的 有吃有喝 有玩有乐 那简直是太好 哪也比不了 阳修又问 既然风土如此之好 请问蜀中人物如何 要讲的人物 文有相如之父 吾有福波之财 亦有重景之能 多有君平之言 三教九流 出乎其类 八乎其翠者 不可胜计 岂能尽数 这张松也真恋 把蜀中这个人描绘的 说我们的文的 就像司马相如一样 那么有才学 武的就像福波将军马园一样 那么有能耐 说医上就好像有重景 大医学家 那么大的能耐 说在服务者念书的 这些人身上 就像君平一样 那么清高 三教九流 出乎其类 八乎其类 有的是 那能数得过来吗 杨修一句 行了 张松 口子宣和 滔滔不断 怎么也问不住他 这怎么办 哎 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我何不这样问他 难住 张松 曹操手下的谋士杨修 要难倒使臣张松 想了个主意 急需又问他 先生 您在刘张手下 献为何止 你当什么官 张松回答 张松不财 乱冲别家之人 朕不称职 敢问公 为朝廷何官呢 张松挺客气 说我冲个别家 不过不称职 您当什么官 杨修回答 某建局成相处 主播事业 哈哈哈哈 张松朗声笑 跟童忠一样 笑声之中 带着讽刺 看了一眼杨俊 我听说 你的祖先 世代三英 位列三宫之上 因何公 做区区相处一例 真叫我 可发一笑 这个话里头 就带着刺 杨修 刚报了官名 张叔就讽刺他 说你的祖上 太义杨镖 位列三宫 你的祖先 都了不起 怎么落在你这辈子上 别看说话 夸夸其谈 你得相府当一例 你不当手下 打杂的 杨修文庭 连撑就哄 可不是 正说的病根上 在 某虽居下手 但丞相 唯以君政 乾粮之众 不为不众 这个当官大小 是小事 主要 我早晚在丞相的台前 听从教诲 你以后 别看我官去 我为的是 跟丞相学能的 在丞相的左右 听他的教导 这话就是找借口 张松一笑 哦 听丞相教诲 我又不明白 松文曹丞相 文不明 孔孟之道 无不达孙吴之机 尊物强霸 而居大位 安能有所教诲 你开发民工儿 真叫我可笑啊 哈哈哈哈 这张松可真烈 步步进鼻 把丞相曹丞 说了个什么不是 说文帝也不是 武帝也不是 狗屁不通 就懂得强横 你跟他学 你学什么 这一句话 杨修不爱情 哎 先生此言差语 你久居西川 不明白我们丞相的为人 我们曹丞相 有今天伪帝之才 治国安当之列 别的我且不说 我拿一样东西 叫你开开眼 杨修说完 拉开抽头 拿出一本书来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丞相 新著的一本书 你看看这个书 就知道我们丞相 有没有能力了 张松拿着书来看 崩头人写的四个字 梦得新书 杨修还给解释 张先生您看看 这是我们丞相 大展奇才 效仿古人 孙武兵法十三篇 做的用兵的药法 一看个这个 就知道我们丞相 能力大小了 张松看了一看 从头看到尾 把书盒上了 哦 我当什么书 就这个书 是你们丞相做的 错了 哦 那不是我们丞相 做的是谁 我听说 这种书 乃是战国年间 无名士所作 你们丞相 改名惯性 切为己有 这就是个文贼 像曹首这组人 只能欺骗你 其能瞒住我 张松也 杨修不服劲 哦 要照你这么一说 我们丞相 抄袭别人的 是啊 何以见得是 抄袭别人 当然可以 我跟你说 像我们西村 对孟国新书 这种书 三尺的同盟 连小孩都会背诵 是吧 哦 这个书我们丞相 写了以后 尚未流传于事 你说你们西村的儿童 都会背 未免提我过甚 哦 张松说你不信 现在我就给你背 你就听听 张松把手一背 朗声高颂 就把孟国新书 从头到尾 啪啪啪啪啪啪 全背下来 是一字不差 再一背完了 杨修杨德祖 大吃了一惊 哎呀 心中啊 张松可了 这个人 有一种强积的脑袋 过目成颂之才 什么叫过目成颂 看完了就不忘 一字不差 这种人 神人也 看来我们丞相 驱逮了 我方才也是误解 他过来赶紧把张松拦住 先生 吃财之间 言语作有冒犯 望先生见谅 如先生的大财 我必顶您 丞相文以重认 先生 你可别走 杨修杨德祖 这个人也不错 那么你值得人 你有能耐 你就不能再小巧 好严安慰 让张松住在这 第二天 杨修杨德祖 面见曹操 跟曹操一讲 您不能慢带这个张松 应当为以重认 两国通好才是 曹操把脸望下一沉 什么 他有什么能 哎呀 成将 昨天我们俩人谈了半夜 此人不但口四悬河 而且胸怀己羞 就拿您那本书来说 让他看了一遍 他就全都能记住 高声朗诵 是一字不差 此人不闻强谊 丞相应当给予重用 曹操一听什么 他说我这本孟德新书 是战国无名氏所著 不由得活往上转 把孟德新书给我收上来 都给我撕毁掉 一点不留 可能是曹操有点心里发聩 偷袭人家战国无名氏的著作 切为己有 叫张松说的病根上 这要流传于世 岂不为外人耻笑 因此孟德新书这本故作 就没流传下来 谁也没有 杨修在旁边还说 丞相 那么对张松之人 您应当怎样重用呢 此人狂事也 别看他夸夸其谈 明日叫他到西教场 看我军队的阵容 然后再遇 尊敏 曹子想在他面前 夸要夸要武功 你说话 你小小一个使臣 我要把你吓唬不住 将来我怎么扶西川 等到第二天 就在西教场 点五位军兵五万 把杨修张松 请到降台之上 让他列席参观 曹子来这块点兵 徐楚领着五万五位兵 操厌阵法 那可真是 盔甲鲜明 衣袍灿烂 军容整齐 不云不乱 刀枪应日 格局森严 曹子心里都满意 斜着眼睛看着看张松 张先生 看我镇容跑 你属中 见过这种镇是吗 曹子心说 怎么样 叫你说一说 你们西属那地方 见过这个吗 这一问张松 就正冷笑 称下 我属中 没有见过兵阁 唯有人一儿 这话顶撞得更厉害 我们那块不讲的重兵 看这干什么 我们那讲的是仁义 讲的是太平 当着文武重将 几百名谋士 张松言语这么一说 曹子是不然大弄 张松 你特不像话 实话我跟你说 乎官天下储备 接曹剑儿 某大军所到之处 功无不取 战无不胜 顺无之胜 逆无者亡 如知之乎 曹子脑筋都蹦下 你说怎么着 顺我就活 逆我就活不了 你知道不知道 张松也笑 对对对对 我知道丞相用兵如神 战必胜功而必须 但是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灵教 那么丞相在昔日 攻打吕木浦阳之时 晚成战张秀之日 持弊遇上周郎 华荣遇上官宇 隔须气袍于同关 夺传并建于魏水 这些事要作何解释 哎呦张松这句话 可说的病根是 意思是说 曹子你别吹 哦 你就攻必取 战必胜了 那么当年在补养的时候 叫吕布好 就让你烧死 这怎么解释 哎 晚成战张秀的时候 点灭牺牲死了 你也跑了 儿子侄子全死了 这又怎么解释 华荣道家遇上官宇 持弊当家 83万军兵 全家人烧没了 怎么解释 当着错人 别说短话 曹子一生就有这点短处 整个叫张松 全给兜出来 那曹子能受得了 独有的勃然大动 打 胆大的狂事 竟敢来到中原 口出狂言 无灭于我 这还聊得了 我呀 把张松推到下面 乱认 分屈 当时刀副手过来 往下一吹张松 杨修 杨德斗和其他的谋士们 受不了 赶紧过来劝 承向喜怒 承向喜怒 大家劝曹子 说张松也是西川的民事 人家来送离来 如果把他杀了 是不是对天下讲究起来 好说而不好听 承向喜怒 赶紧把他饶了就得了 大人不见 小人怪 劝了半天 曹子愚怒未消 把张松放回来 乱放赶出许上 一顿乱放 把张松撵出去 哎呀 张松是窝火带憋气 离开许昌之后 一边走着 张松一边生气 心说话嘲嘲 哦 你就是这么一种人 妄自尊大 傲慢贤士 得了 我这趟来算 白来了 我怀里带着好东西 不能给你了 张松怀里带着 什么好东西 张松这次来 自己有自己的用意 他看出 他这个主公刘章 不是赤酒的人 早晚西川 备手不住 想把西川四十一州郡 让给曹子 他偷偷地 画了一张定图 这张地图 可是军事秘义 那顶上山川地里 各种关矮路口 离着多远都什么样 全记载得明明白白 如果按着这张图 近四川 那可以说是长驱之路 结果让曹子把自己 揍了一顿 撵出许昌 那还能给他 哎呀 张松心说话 人的眼窝子都是浅 曹操以相貌取人 这样对待我 起始不平 又一说 我回西川 见着刘章 我怎么说呀 临行之时 夸夸其谈 说些大话 这回回去 没法交代 哎 他忽然想起来 都说荆州的刘备 宽人厚德 李贤下士 哎 我奔荆州 留着留 看看刘备 何许人也 就这么样 他没走原来那趟道 绕路奔荆州走 刚走到成州借口 就听对面 一声炮响 把张松下了一愣 这怎么说 就见秀吉高挑 对面一只人马 飞奔而来 围守一丸大将 严甲速跑去 白马长枪 领着五百人 在这巡逻 此人看见张松之后 赶紧咯咯 把大枪挂好了 歪身下马 登登登 紧跑几步 到了张松的马枪 攻身失礼 对面 这位先生 敢是成都来的吗 呦 张松把马带住 不才正是从成都来的 将军为谁 那么请问先生 您是不是张松 张永年呢 正是我 安家先生 末将应急来迟 当面恕罪 礼仪过去了 那些当兵的下马的下马 放起刀枪 都给张松施礼 吓得张松再马上也下来了 将军免礼 将军免礼 请问将军何人 报常山赵云士爷 哎呀 你就是明镇四海的赵子龙 是我 奉军士和我家主公之命 在成州借口 迎接先生 先生赶紧跟我忘礼请 什么 张松已经接我来了 哎呀 对比之下 怎么比呀 好想拿棒子 把我撵出来 人家对头正接我 张松的心里热乎乎 葬了马之后 跟子龙同行 赵云还说呢 前面背下 薄酒一桌 给先生赞臣 在路旁边 都准备好了 设了一座大帐 里面是丰盛的酒宴 赵云赵子龙 烟勤劝酒 对他尊敬的了问 张松更感动 吃饱了喝足了 休息了片刻 子龙陪着 仍然奔荆州进发 到了荆州的借手 天色就好 正然走着一声炮响 对面发来一千军兵 揮手啵啵啵 大旗飘摆 膝脚之下 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 卧缠眉单凤眼 面如重枣 是无流虚烂 拍马来到子龙的面前 咦 子龙 可把张先生接到头 赵云用手一指 官将军 这位就是张松张先生 云长也翻身下了 来到张松的马前 攻身势力 先生 奉我大哥刘备所差 在此恭候多时 啊 这就是过吴关 斩六将 明阳四海的关羽 这些了不得的人物 我可都见着了 张松下马 官云长过来 非常的亲热 陪着他 一直到了荆州 借手 天色已经晚了 让张松 住到金庭管役 外面有军队保护 里面有子龙 云长陪着 张松是睡了个舒服觉 心说话 行啊 都说刘备 李贤下士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啊 他们怎么知道我来呢 啊 甭问 大概有人 打探我的消息 报告给刘备 刘备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为我的四十一州军 大概在我身上 要打主意做文章吗 要那么的就是正好 我正好要卖西村 他心里的琢磨了 一宿没有睡好 刺着天光见亮 熟悉已闭 云长死龙相陪 赶问荆州的东门 离城到十里 对面鼓要喧天 鞭炮齐鸣 听到哩当 听到哩当 都大口气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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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敲锣大舞 跟过年一样 就见袖琴之下 一六战马一字拍开 为首正中央 袖琴齐落散盖之下 正是刘备刘轩德 上锤手军事孔明 下锤手是军事旁统 所有的文武官员全接出来 刘备打梁鹏一瞅 二弟军长 子龙都回来 正中央陪着个小个 不用问 这就是张松了 刘备赶紧滚安下马 亲自往前跑 登登登登登登 跑到张松的马前 长衣耳外 先生 哎呀 久温先生圣灵如雷贯耳 恨云山条远 不得听叫 金剑先生三声有信 被迎接来迟 当面赎罪 刘备一下马 孔明庞统都下的马 张松是受宠若惊 哪见过这个场面 滚安下马 撩一副贵刀在地 皇叔再上 皇叔再上 松 有何德能之处 敢劳皇叔远路应接 对我如此恩待 我感恩待得终身难忘 我给皇叔磕头了 不不不 先生清奇 先生清奇 快到我的荆州 听说先生 有点成都赶问许昌 我久温 先生的圣灵 今天听说 你又要回成都 因此在此 尊厚 望先生不弃 赶问荆州歇马 能住上几天 拜早晚 听教在先生的面前 赶一声有心 说得多客气 跟小玄在老师面前一样 张松都不知道 北在哪 不知道说点什么合适 众星捧月一般 进了荆州 高坐于堂上 刘备传话 杀牛宰羊 犒赏三军 采旗高挑 是隆重祝贺 迎接张松 张松就在这坐着 眼泪巴达巴达往下直掉 心里头回肠 九转不识字 想一想前几天再许唱 我那成什么了 有人难为我 有人瞧不起我 冷言冷语 要想见草草 还得闭门包 好学没把脑袋混没了 再看看今日的荆州 对待我这么呀 人心都是肉胀 我呀 非保刘备不可呀 就等着刘备张嘴 我就把四十一周郡 让给刘备 张松是这么想的 可是刘备在九夕宴前 根本不谈这个事 就问天哪 问地呀 问人哪 问军事啊 问其他的 只字不提西川的事情 张松心里头莫名其妙 哎呀 我猜错了 我认为刘备对我这么好 就是为西川 怎么不提呀 刘备不提 我怎么提呢 头一天根本没说 到了第二天 酒席宴上 刘备只谈闲话 还不提这个事 张松就忍耐不住了 把酒杯一放 啊 黄叔 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领教 不知可说否 先生 有话请讲 被 愿闻高的 黄叔 不知你手下 还管着几座州军 张松是有目的 有意义的这么说 故意挑逗 明知道就有一个荆州 问他还管有几个州军 还没等着刘备回答 诸葛亮在旁边说话 张先生 荆州也是借东吴的 每每使人取逃 今我主 也是东吴的女婿 故全切在此安身 诸葛亮给解释了 管几个州军 一个都没有 就是暂时我们住这个荆州 还是人家的 庞统在旁边也说话 哎 乡国主乃大汉皇叔 凡不能占据州军 其他皆汉朝之蠢贼 都能强大土地 为智者不平烟 庞统在旁边也说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家主公 大汉皇叔 民政严寸 德高望重 宽人厚德 这么好个人 连一寸土都没有 别的那些蠢贼 占据周城府县 占据这 占据那 都有实力 念书的人 看着这些事 实在感到不平了 他们两个人 一抬一行的 正说着 刘备非常客气 哎 二宫修言 我有何德能 敢多忘哦 刘备还拽上 我有什么能的 敢抱那么大希望 二位别往下说 他们三人跟演戏一样 一人一句台词 这一说完了 张叔站住 不然 民工乃汉师中心 仁以冲在湖四海 修道说 占据周军 一我观看 就说取代于正宗 而居地位 也非例外 你看张松说 说皇叔这么大的名望 外说是占据周城府县 当皇上 也不算过分 刘备赶紧晃脑地摇手 公言太过 公言太过 你说这太过 不让张松往下说 然后又把话题 刹到别处 要谈上 张松心中火急呀 听说我给开了个头 怎么又不忘下说呢 如此是三天 三天之中 天天排摆盛宴 对待张松 照顾的无微不至 张松不能多待 临起身这一天 刘备率领着 全城的人马送行 在十里昌庭 又盛排宴 临走的 刘备情悲带手 先生 何望先生不弃 刘夕三日 今日相别 不知何时 再能平教 哎 烈着嘴就被哭开了 这眼泪呀 巴达巴达 一对一双往下掉 人心都是肉长 张松的眼泪也掉下来了 把酒杯放下 口打开了 黄叔 叫我说点什么 您这个人太好 临别之时 黄叔 您就没有别的事了 没有了 但怕早晚再也能见到先生 哦 黄叔 跑出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事 没有了 我想不起来 张松一想 怎么的你也不提四川的事 叫我怎么办 得了 不是你不提吗 干脆我提吧 把这杠揭开吧 实质上 刘备诸葛亮旁从 早都灭好锅了 不张嘴 张嘴多掉价不值钱 非挤着张松主动的说 张松 这么上套 张松一伸手抓住了刘备 说了几句话 黄叔礼贤下士 宋明和肺虎不愿意离开 临别之际 我想叫您去取西春 你脚下站的这个荆州 四面瘦笛 中游森泉 长怀虎聚 北有草草 美玉金春 非酒恋之地 你知道不知道 哎 哎 我早知道如此 但未有安静之所 黄叔 黄叔 宜州显塞 卧也千里 明言果腹 智能之事 久慕黄叔之德 若能其荆香之郡 藏去西指 霸业可称 汉时可细异 迎打西川 这 被央敢如此 刘继玉也汉时宗亲 恩则部署中 酒意 他人 岂可得而中摇呼 刘备就露出心意来 不是不相取 刘继玉那个人 站了多年了 刘备想问一问 别人去了 能不能守得住呢 某飞 卖主秋农 金玉民工 不敢不披肝立腹 刘继玉 随有一州之地 秉性暗绕 不能任贤用能 加之张鲁在北 实私侵犯 人心离散 此得民主 宋此一行 敢问徐都 专誉纳捆与曹 何其 这个老贼 自成奸凶 傲慢贤士 故此来头明宫 明宫啊 要取西川危机 然后北出汉中 收复中原 黄正天朝 民垂青史 拱莫大烟 民工国有取西川之意 某愿效全马之劳 以为内应 为神尊义如何 这回张宋全抖了出来 我去找曹操 结果曹操对我那样 我来 我到这块看看主公 你如何 你对我这么理贤下事 我受不了你 我就是想叫你进四川 如果你有心要取 那可太好了 暂去四川天府之国 北定汉中 以图中原 汉朝的江山就振作起来了 如果黄鼠你乐意去 我就当内应 这不全倒了出来 刘备听完心中高兴 君是庞统一拽刘备的袖子 其实话主公你就答应吧 才演出来 刘备进兵 定西川 刘备送张松 两个人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张松苦苦相劝 刘备也有一尽四川 不过话爱口没法说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 也就没有什么瞒着 啊先生 深感君之后裔 乃刘继郁 与贝通宗 若公之 恐被天下人妥骂 刘备怕挨骂 张松一听 不然 大丈夫处事 当努力建功立业 顾边先行 今路不娶 必为他人所娶 悔之晚意 慌疏再不能犹豫了 啊 不过贝文 蜀道七驱 千山万水 车不能方轨 马不能并配 无欲取之 用何良策 这四川这道士不太好走 刘备听说 两匹马病着都走不开 车如果正着到头走路 都走不了 如果就取四川的话 怎么进化 张松一看 正好啊 在袖子里的蹭 拽出自己准备的那张地图 献于刘备 主公 您看看这个 刘备接过来是如何至宝啊 展书一观 这上的标的这个清楚 远近狭窄 山川险要 库府前梁 一一记载的明明白白的 路程都有多远 哪一块有多少军队 谁守着 这是个军事机密 全交给刘备了 刘备接过来再三感谢 把地图交给孔明收管 临别的时候 张松又说 我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孟达 一个叫法政 我回去之后 就劝刘张 请皇叔进村 皇叔啊 借此机会可图大业 如果您见着法政 孟达 千万别见外 就像见着我一样 有什么事 只管跟他们讲 好吧 这才攻守告别 且安下刘备 回荆州 听信 咱不说 单表 张松 张雨明 回到成都 头一天 没见刘张 回到自己的府里 当晚准备了一桌酒宴 把好朋友法政 法孝之 请来了 法政来了之后 看望张松 张松一点没掩瞒 就把路上的经过 全对法政说了 最后说 我已经把地图献给刘备 想请刘备进村 你看怎么样 法政一拍桌子 对 刘皇叔 仁德不于四海 咱们主公刘张 不是创业守业之人 非刘备不可 你做的太对了 两个人正在谈论 门一开 孟达在为他进来 这三个人是形影不离啊 孟达借灯光一瞅 法政和张松满面春风 窃窃私语 知道有心复事 孟达用手一指 哈哈哈哈 我猜透了 你们二位在干什么 张松就问 啊 孟达你说我们干什么 你们要出卖四川 哎 这话太难听 孟达 你说我们要把四川 献于何人 嗯 非献于刘宣德不可 哈哈哈哈 太对了 来坐一坐一 三个人商量了半天 最后 法政和孟达就问 下一步咱怎么办 张松说这么办 明天我见刘章 我就劝刘章 请大汉皇叔 刘备进村 我让刘章 派你们两个微使臣 见着刘皇叔 您把心里话都说出去 无论如何 想把四川 让刘皇叔占据 行 三个人命运已定 当晚乌化 四日天光见亮 树西已毙 张松见刘章 刘章 刘章正着急 日夜盼望着张松回来 一听说回来了 起初往外 马上召见 一问张松路上的经过 张松口打嗨声 诶 主公啊 陈原计划投降草草 让他进兵以图张隆 可退张隆的军队 虽之草草 国贼也 傲慢贤士 看不起咱们西川派的使臣 口出不信 并且我得知 草草有吞并咱们周县之心呢 这种狼子野心的人 岂能与他共处呢 那先生如之奈何 有办法 在路上我就想好了 草草不仁 咱也不义 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 大汉皇叔刘备 仁德住于四海 跟主公又是同宗 我意思最好请刘备来 帮助主公治理四川 可保无恙 另外的刘皇叔 不但说仁德 而且武功盖世 当年曹操被刘备杀得片甲不回 如今胡炙金枪 兵精良足 非请刘备不可 对对对 刘章一拍手 我也久闻忠兄的大名 刘备盖世奇才 如果皇叔答应尽春 我是求之不得呀 太好了 要不怎么说刘章这个人 软弱无能呢 说个方就是方 说语就是语 当时下定决心 提笔在手 刷刷点点 给刘备写了封信 盖好了自己的手冲 又问张松 谁可为史 主公 为史臣的人 非法政孟达不可 好 选法政孟达 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法政孟达来到殿上参拜刘章 刘章把信交给法政 孝之上 你代表我赶问荆州 问候刘皇叔 带着礼物权去犒赏三军 让孟达领精兵五千 赶被一州借口 等候刘备 请刘备无论如何 竟四川帮我 共守成都 遵命 这个话刚说的 就听电脚之下 有一人狼声告诉他 主公 主公且慢啊 你要这么办 成都修议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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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人提带撩袍 来到殿上奖身跪道 奔奔奔 磕头都再响了 刘章大惊了 一看这个人 五十挂领的年纪 花眉的胡须 赤红的脸上 高大的身材 认识 正是手下的主播 名叫黄泉 黄泉是个忠臣 跟随刘章三十多年了 黄泉 你这是何意 主公啊 方才 陈听得明明白白呀 你怎么能让刘备来 刘备 奸兄爷 我不是对他看法不好 这人先靠曹操 便想杀曹操 后靠刘表 便想占荆州 如今占地荆州 又跟东吴不合 刘备反复不长 人面兽心之辈 如果把此人严禁西川 这就叫眼狼入室啊 不用问 张松路过荆州 对于刘备等密谋 要出卖主公 主公应当先斩张松之手 玄仇于国门 以示天下 另外紧闭城门 拒绝刘备此为上策 主公 不能犹豫啊 登登登 又磕头 张松法政 孟达在旁边站 三个人脸上也变了 偷眼看刘章 让刘章决定 刘章文庭此言 把脑袋晃得跟波棱鼓一样 黄泉 此言差 刘备乃是我荡家的宗兄 我们两个人还是骨肉啊 如今请我哥哥进四川 帮着我供守 成都有何不可 先生何必猜忌 退了下去 黄泉不走啊 趴着地还磕头 正在这么说 又一人平身而出 跪倒在地 主公 不可不可 黄泉所言 金石之论 怎么能说您不听呢 张松卖国之贼 这族人刘章有什么用啊 主公 您要听我的话 绝不能让刘备进川 如果他要进川 我们四十一周镜 全属他人意 刘章一看 这是谁 这么胆大在那吵吵吵吵吵 望下一看 他认识帐前从事官 姓王总 王磊 跟着自己也多少年了 刘章大怒一拍桌子 叮 王磊 如果要照你这种说法 汉中张鲁兵发西川 我们怎样退地 不请我哥哥进川 帮着我守成都 你说怎么办 王磊望上客头 主公张鲁进兵好办 我们紧闭城门 就可以了 深沟高垒 一带失青 将来我们把队伍派去了 打呗 这都是小事 张鲁之患 乃为许完戒 那就像身上 长点戒长点嘎的 抹点药就能好 所以刘备进川 心服之爱 刘备要进了四川 这可是大病 五藏六府要闹了病 就好不了了 王磊再三苦苦相倦 刘彰就是不听 哎呀 把这两个狂人 给我赶出去 说俩人是狂人 把黄泉王磊 都年下燕安宝殿 回过头来 又告诉张松 按原计划执行 张松心中暗自高兴 法政梦达为始 各办各的事 书不重续 单说法政 既然坐着天使官 带着各种礼物 是赶奔惊重 这一天见着刘备 刘备太高兴了 新说话 张松言而有信 果然大夫人来了 既然法政来了 就不是外人 刘备仍然像招待 张松一样招待法政 住到金庭馆 每一天设宴困难 这一天的晚上没人了 就剩下刘备和法政两个人 刘备并退从人 把门关上问法政 先生 久闻你的亲民啊 张松张先生对我说过多次 既然你为使臣赶奔金庄 但不知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好 问法政啊 那怎么办呢 法政文庭望上十里 诸公 我不过是属中一小力 蒙主公如此爱戴 心识不安 遇上您了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岂不闻 马封伯乐而思 人欲知己而亡啊 诸公 对西川之事 您还有什么怀疑没有 刘备口打嗨声 哎 先生 备一身尽客 未尝不感伤而叹息 常死寂寥上屯一致 狡兔还有三乎 何况人乎 蜀中风雨之地 飞雨不去 爱刘继郁 信备同宗不忍相途 故此犹豫而畏绝 刘备说的也是真话 你说那个企鸟 在树上还有个汁 兔子还有撒窟窿 何况是个人 寄居临下占据人家的荆州 有什么意思 也是想取四川 就叫着刘长也姓刘 我也姓刘 我们是一家人 你说这玩意 我就愣夺人家的地盘 叫着于心不忍 故此犹豫不决 对着法政 把心不话一说 法政一晃脑袋 不 中共 一周天府之果 非治乱之主 不可拒 刘长不能用闲 此业必辅他人 今日自负于将军 天也不可措施机会 如果你要不娶 将来这个地方也是别人的 皇叔要娶西川 谋当孝司 你要娶四川 我卖命 就听得你一句话 先生 一休息 上荣商 刘备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 法政法孝之走了 刘备背着手 在屋溜达了半天 是犹豫不决 这时候门一开 庞统 庞军士 在外地进来了 看刘备的样子 就知道刘备的心事 君臣之间 无话不谈 庞统说 主公 是当决而不决者 于人也 主公高明 何被疑惑不定 军士 那么一公之言 应当如何 主公 向我们荆州 东有孙权 北有草草 难以得志 一州户口百万 土广财富 可资大业 今天姓张松 法政为内度 天赐也 何必怀疑呢 是是是 不过军事我老脚的 我这个人办事 与别人不一样 看看我这些年所办的事 我与别人是水火相敌 拿草草来说 草草以急 我以困 草以豹 我以仁 草以柔 我以忠 每于草相反 事乃可成 今若以小力 而实行于天下 无不仁也 哈哈哈哈 主公之言 随和天意 乃离乱之时 用兵争相 故非一道 如果要居之常理 寸步难行也 依从全变 且兼绕功为 力取顺手 他无之道也 若设定之后 报之以以封为大国 何复于信 望主公果断 势在紧急 您别再犹豫了 这个 刘伟一想也对 旁同旁军说的不是不对 从表面上看 我进了四川 昨天见刘章的地方 是缺点德 但是现在都用兵争强 有几个不缺德的 何况我刘伟 再者一说 良心良心 哪那么多良心 我要广顾良心 我什么也得不着 现在是天赐的良机 要叫做自己 于心有灰 占据西川之后 风流张个大官 养着话他吃喝 那不也就行了 旁军说的有理 刘备八角一舵 亦然做出决定 说就这么 决心一定第二天 跟法孝之说明了呗 法政非常高兴 刘备请了军师诸葛亮 军臣商议 孔明说 主公你进川 路途遥远 荆州不派重兵 把守也不行啊 咱们最好分兵吧 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么的 诸葛亮 总统京湘九郡 留下关羽 关群长 张飞 张义德 赵云 赵子龙 留下这些人 总守京湘 刘备拜 旁统为军事 身为参赞军居 总统军务 带着官平 刘峰 身为胡威 大将 前部正印 先锋官 黄中 魏言为后合 点精兵 幕外有法政陪同 浩浩荡荡地 开进西川 早在两国交界上 孟达领的西蜀的兵 武千在这迎接 双方是兵和一处 刘备派人 先通知刘张 我已经进川了 刘张等得知刘备的报告 心怀不怕 吩咐一声 燕路之上 不管关爱 渡口 河路把头 一律是供应饮吃 不准拦荡 这就给刘备开了同行证了 刘备的军队是长驱之务 你看有给他吃的 有管喝的 这有什么说的 刘张这个人心还真挺实的 一想我哥哥来了 这么老远 这人够意思啊 帮着我手西村 我对待人家能不礼貌一点 这一天跟文武说清 要亲自赶在福城前去迎接 刘备派人心说 我不得远点接一接 表示表示我的诚意 这福城离这成都好几百里 他要亲自去接 刚要去接 听底下有人高声喊吓 主公 哎呀主公啊 刘夹心说我们这怎么了 怎么竟出这味 仔细观看又是黄泉 再看老头的黄泉哭得浑身颤抖 登登登 跪爬几步抱着刘夹的大腿 主公啊 晚了 回不听陈之言 把刘备眼尽吸吹 眼见得四十亿州军 尽属大儿贼了 主公 到了现在还不太晚 应当斩张松 灭国贼 关城门 拒刘备 刘备没有吃喝彼军自退 成都可保 若在港阵陪官去接刘备 主公 你是深入虎口 自投送死 臣跟随主公多年 不忍看主公伸手一处 王主公 听了我的良言吧 这栋哭 刘夹怒气不息 打一脚 把黄泉踢倒带立 当 胆大黄泉 我忠兄来了 人家乙人 我到福城去接 属于义 我弟兄见面有何不好 竟是你等这些人 老糟头子 在我的面前 尽蝉言 胡说八道 再要胡说 我要你的脑袋 说了话 刘夹甩袖掉走 这黄泉也喝出去 连滚带马 赶上刘夹 一张嘴 把刘夹的袍子给叼住 周公 臣我说什么 也不撒嘴 这老头破了病 刘夹赌气的 一拽自个儿的袍 使得劲儿太大了 喀巴 把黄泉俩门牙给挡起来 来呀 把黄泉驾鸟出去 人们把黄泉连腿再拉 拉出去 哎 刘夹这气还挺大 一看袍子也坏了 重新换新的 又换好了新衣服 刘夹吩咐一声 来呀 外面背马 不但背了马 准备的花盖车 驿仗队 一千多车 拉的都是酒肉牛羊啊 给刘备犒劳军队 不得像个样子 刘夹在外头上马 随从武将保护着 刚到了外头 有个城门叫玉桥门 刚到玉桥门 就听有人向他报告 主公 城门那块老百姓 拥挤不动都出不去了 刘夹就问 出了什么事了 从事官网磊 用绳索把脚脖子绑上 资格把资格调到城门中 左手拿着剑杠 右手拿着宝剑 他说明白了 这个剑杠要亲自交给您老人家 您要答应他的要求 那就算拉倒 您要反对 他用宝剑拉断绳子 自可把资格摔死 啊 这般国贼 气死我也 把剑杠拿来我看看 有人在王磊的手中 把剑杠拿过来 刘章说他定情看看 上面是这么写的 益州从事官 王磊气血肯告 窃文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昔日 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 会蒙于无关 为秦所困 金主公清离大军 欲应解刘备于浮城 红有去路 而勿有回路意 倘能 咱张松一世 决刘备之约 则蜀中百姓姓身 竹公之姬姓身也 刘章一看 气得 咔嚓咔嚓 把剑杠撕个粉碎 王磊在城上吊着一看 妥了 大叫一声用宝剑把绳索割舌 脑袋是碰壁而亡 刘章气得连看也没看 命令把尸首装裂在官国之中 拉在一边 起队 这才起身赶奔福棍 刘章到了福棍 这块有一座大江 这座大江叫福水 到了福水的北岸 他把军马囤住了 一打听 刘备还没到 刘章叫做挺高兴 问一问 宗兄刘备还有几天能到 有人告诉 明日中午可到 刘章在这准备应接 这件事 张松早就知道 张松留的程度 才一看刘章起身 接刘备去了 心里是高兴 心说话 刘章啊 你是自寻死路 这台好 哪找这好机会 他偷着写了封密信给法证 命人偷着 就送交给刘备 刘备没接着信 这封信 落到庞统跟法证的手里 法证打个信一看 上面大意思是这么说的 说刘章 清离成都 已到福城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应当在九县前 把刘章干掉 并不许认 垂首可多成都 此事千万不要犹豫 唐统高兴 跟法证一伤 说这个事 十分的机密 在现在来讲 对任何人也不能说 对刘备也不能说 咱们到了福官之后 见机而坐 见警生清 两个人心里都有数 书说简断 第二天中午 刘备就到了福官 刘章亲自迎接 敲锣大舞 鸣鞭放炮 刘继郁一见 刘备哭倒在地 哥哥 哎呀 我想哥哥多年了 大家今生 咳到了西屯 对万分荣幸 哥哥呀 刘继郁这人挺爱哭 心肠挺热 刘备也掉了眼泪 兄弟 清奇 哎呀 你我弟兄 九恩大名 金星得见 足位平生 望临晴 望临晴 弟兄二人 携手揽腕 进了福官 在旁边 法政法孝之一拽 庞统庞士员 军士 到了时候 该下手了 庞统才传令 要暗害刘章 刘备进了西村 与刘章两个人 会合在浮城之内 二刘正一见面 庞统和法政一伤 趁这机会 就把刘章干掉 可是有一样 刘备总觉得 欲心不忍 在第一天 二刘见面的时候 这个亲热就别提了 哥哥长 兄弟短 刘备也爱哭 刘章也爱掉泪 这两个人这个亲密 任管庞统摇头挤眼睛 打手势 刘备全不理会 把庞统急得直跺脚 这一天 习散之后 刘章 刘继郁 回到自己的住处 刘章挺乐 问文虎 各位 看我宗兄 刘玄德 何人也 他看个大伙 对刘备怎么个看伏 大家都说 主公 刘备 势之奸雄 这个人笑里苍刀 别看嘴上说的是甜言蜜 一肚子难道 女昌 主公 不可不防 哎 你们看错 我宗兄 这人人 君子 我们哥俩 谈得甚是偷鸡 要他再戏吞 我何怕 曹曹和张鲁 刘章这个人还不错 心地良善还挺实在 那么刘备回到住处 感觉到刘章这个人 确实也挺好 当天晚上 居然是旁统开门去了 主公 我从您视眼色 您看见没 干什么 哎呀 主公 我们到西川干什么来 万水千山 还不是围了四十一周庆 您看这是天赐的良举 刘章 亲自离成都 砍盾浮城 这是送到我们嘴里的一块肥肉 主公 趁此机会把刘章干掉 西村 唾手可得呀 这是天赐的良机 既不可施 时不再来 望主无功绝才 明日西间 必要把刘章干掉 哎呀 先生 我老脚的刘章这个人不错 我老脚的刘章这个人不错 我们这么做 与心和人 这可万万使不得 哎呀 主公 这个机会你要脱掉可就没有了 大丈夫办事 当机立断 该断不断 比刘后患 主公 你千万别犹豫 刘备晃脑的吸冷气 就是拿不定主意 到后半夜 法政开门也来 法政睡不着觉 他接着张松的书信 张松告诉他 就在这把刘章干掉 到现在刘备 犹豫威绝 法政也怕留下祸患 所以到这屋来劝刘轩德 主公 方才庞君是所言 一点不假 今时之论 您别犹豫了 明日在西间 就刘章干掉了 哎呀 二位先生 我总脚的于心不忍 哎呀 主公以夫人之见 大势休矣 千年日月 倘若张松跟我们联合这个事 被刘章之之 对咱们不利 一旦此事泄露 反为他人所害 主公那时候就毁之晚意 哎 二位先生暂退 龙某殊死之 刘备还是下不了决心 这天晚上 刘备直作噩梦 翻来覆去睡不牢 次日天光见亮 熟悉已毙 刘章在宫廷 宴请刘备 给宗兄赞臣 双方的人都到齐了 刘备见着刘章 苍兄论地 携手揽腕 两个人还是那么亲密 推杯换掌 开回畅 庞统在下面一看 算了 看来刘备这个人 优柔寡断 想讨出的一句痛快话 不容易了 跟法政一伤 事情到了现在 不容古宫不答应 咱们干脆就下手吧 法政点头 庞统是一点手 把大量魏烟叫回 魏将军 如此之斩 三斩出 遵令 再和魏烟出去 时间不大 带来二百名削刀手 这些人都带着绿裤子弯刀 有的夸着宝剑 埋伏在宫廷左右 专等着庞统一声令下 望着一窗 把刘央就乱认分尸 魏烟埋伏完了 跨宝剑大踏步走上宫廷 躬身失礼 二位主公 九戒宴前无畏为乐 焉只有学会八仙剑 打算无剑已住九姓 二位主公 你看如何 刘央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看上了医院红面大烂 赶紧点头 好好好 将军请 魏烟摁崩荒拽出宝剑 高往秀面 把自己的一脚一在大袋上 走行门迈过步 五栋八仙剑 这是五剑 这就是找机会刺死刘央 再看魏烟 把宝剑五栋开了 寒光闪闪冷气 逼人 这玩的五几趟 等着刘章不注意的时候 冷不定好下手 他能拽后宝剑就砸了 你就刘章手下也有人 但是这个事瞒得了刘章 却瞒不了刘章手下的大将 刘章坐镇四十一走线 手下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 你别看刘章心里都不想别的 手下文武 对刘备这些人都有戒备 大将刘贵 张任 郑贤 林包 这四个人就挨着刘章 刘吉 注意着刘备的一举一动 当时大将刘贵这么一看 魏焉为什么武剑 这里边有没有阉谋诡计 不可不妨 刘贵一伸手 把腰刀拽出来 呸 飞身形跳得正中 魏将军 你一个人武剑多有孤单 来来来 我陪你五趟刀 说吧 把大刀五中开 这就是保护刘章 魏焉一看 呀 这小子夹了防备 冲着厅脚下 眼睛一眨了 告诉官平流风 再看两个人都彻剑 在手飞身到了宫廷上面 来来来 咱们大家群勇 拉宝剑加入战团 在这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紧张 在这刘章首席的大将 邓贤 林包 也拽出配刀 加入战团 这哪是五刀五剑 住九姓 这就要玩命 刘贝是何等聪明之人 一看 就知道要出事 用眼角一操 两旁边埋伏的都是自己的人 每一个当兵 全瞪着眼睛握着刀发 就等着一声号令 刘贝火望上转 新说话 甭问 这都是庞土埋伏的 庞先生 你怎么没争取我的同意 就这么干 刘贝把酒杯望桌上一顿 啪 从腰间把宝剑也拽出 立于宫廷之上高声喊吓 别无了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我跟我宗帝刘章 骨肉也 我弟兄多年不见 在宫廷之上 畅谈肺腑 功能 拿刀冻剑 这是黑 赶紧把刀剑放下 由违抗命剑者斩 刘贝还真杀茬 这一句话 都把刀剑指住 刘继郁也站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 还不退了下去 把手下的人也赤退 刘贝一想 刚才说的冷言冷语 有伤大家的心呢 二次转怒为喜 把宝剑收起来 哈哈哈哈 众位 我们是弟兄 今日相见 十分亲密 众位不要胡思乱想 来啊 刺酒刺肉 反过来又安预大家 刘贝的一举一动 感动了刘章 刘章一伸手 把刘贝的手脖子抓住 哥哥 我不说别的 你我弟兄 但愿同生共死 我不能放哥哥 你走了 刘贝也落罪 当天的酒席 不欢而散 刘章回到自己的住处 众将围拢过来 刘贵先说话 周公 您看见没看见 刘贝手下的人要干什么 今天酒席见钱 咋说要下独手 周公啊 刘贝这种人 太危险了 唉 不管怎么说 我哥哥是个好人 是 刘贝倒没有这种心 他首先的重将 不是好东西 以我等之地 主公赶紧回成都 拒绝刘贝 让他出离西川才是 刘章犹豫未决 那么刘贝回到住处 可生得气了 把庞总跟法政找上 刘贝是大发雷霆啊 二位先生 你们要干什么 要选刘贝与伯爷 我出禁四川 恩信未利 妄杀好人 与良心何人 你们这样做 我祖然得了四川 我心里头也不高兴 两个人弄了个大红脸 不欢而散 从此以后 二流每日相见 每日演演 突然这一天 消息传来 家门官告急 汉中的张鲁领十万铁甲军 日夜攻打家门官 刘章大惊了 跟刘贝一杀命 说哥哥 你能不能领着本部的人马 替兄弟我镇守家门官 那是西川的北大门 北大门一丢 成都尾 刘贝连奔都没拿 凯然英勇 率领本部人马 去守家门官 刘贝走了 刘章回到成都 哎呀 把手下这些人都过来 这个爷劝 那个爷讲 说刘贝是狼 说庞统是虎 说荆州兵不能久留 中共天赐的良机 他上下门官 我们应当断绝他的归路 永远被叫他回来 开始 刘章有点犹豫 下不住大伙老吹风了 后来刘章没办法 这才派下精兵良将 把守各路关口 断绝了刘贝的归路 刘贝还在鼓里的蒙着 根本不知道这事 到了家门官之后 命军兵严守城防 服役百姓 鼓王收民心 一天一天就这么拖下来 咱们话分两头 刘贝入川的消息 像长了翅膀一样的 传造东吴 尊全得的报告之后 左思又想 嗯 刘贝走了 没在荆州 趁此机会 我不夺荆州等待 可是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 送文武给出主意了 头一个都是大谋是张昭 张昭先说话了 这个机会可太好了 您再别犹豫了 应当分兵两路 一路卡住西川的村口 让刘贝没有归路 然后进取江东的精兵 抢夺荆州 这是多好的机会 对 孙权 朝起令将刚要怎么办 屏风后面转出一人来 孙权呢 谁出的这个主意 应当把他脑袋砍下来 孙权 鸡鸣鸣打一篮仗 回头一看 仗是自己的母亲 吴国太 宫女们搀扶着老太子 手术的拐杖 气得浑身之多数 孙权是个大孝子 一看娘来了 赶紧攻身失礼 娘啊 您到阴安殿 有什么事情 孙权呢 我平生就这么一个女儿 许配给刘黄书 现在的孩子在荆州 我想着想着 连觉都睡不着 你光顾了得 周城府县 这要新兵达荆州 我女儿怎么办 你妹子怎么办 你怎么光想这些事 不替你娘想一想 如果你妹子有个三长两短 我唯你试问 老太太疼姑娘 吴国太又哭又闹 吓得孙权直冒汗 喝退了文武 给娘赔不是认错 说我刚才说的事绝不办 算把娘劝回去 当天晚上孙权背着手 在厅房里他来回之溜 心说这事多糟糕 刘备不在荆州 正好给我造了好机会 趁此时不许 毁之晚意 怎么办 门一开 张昭探他脑袋 看看乌梅人 张昭又进来 孙权抓住他 自动再给我出个主意 哎呀主公啊 这个事国太一提 我也想到了 确实不好办 如果在郡主身上做文章 我还想个主意 咱们应当派个人化妆改办 偷入荆州 跟郡主打好的招呼 就说国太病重 嫌闺蜜 让郡主坐船赶紧回东屋 那么郡主回来了 咱们还有什么顾虑 国太也就不生气了 放开胆子再打荆州 这是一意义 另外我听说刘备走了 把他的孩子七岁的恶斗 留在荆州 咱们让郡主 把这小孩也弄到江东来 人质在我们手里的 何怕刘备不欢荆州 刘备答应给荆州 活字罢了 不给荆州 他也就别要孩子 主公你看怎么样 对 孙权一跺脚 主意拿命 说我这块还有个人 专能办这种事 我哥哥手下 有一个最心爱的大将 姓周 名叫周善 周善这个人 不仅水量精通 而且这个人高来高去 陆地飞腾 走高楼 越大大如走平地 而且这个人 时间嘴小 可以威食 好吧 当天晚上偷偷地 把周善给找上来 孙权做了主妇 周善凯然应允 孙权代表自个人母亲 给妹子写了封信 周善到了第二天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化妆改办 带着五百亲兵卫队 二十支团 顺江而上 是赶奔荆州 一路之上 他们就说做买买的 做了一些假护照 以免荆州兵盘查 这一天扎船靠岸之后 周善命军兵在川仓里的埋伏 挡着 他一个人偷偷地进了荆州城 到了刘备的住处 不敢走府门 到了后脚门 跟法门的一说 我要见郡主 有人就给夫人送了信 刘备的夫人就是孙权的妹子 国泰威的女儿 那么刘备远征在外 夫人没有随队出发 在荆州城降府 每一天 跟自个儿齐碎的儿子 恶斗作伴 这恶斗虽然不是他亲生的 女儿两个处得有感情 左右不离 突然听着报告什么 江中派人来了 快叫他来见我 咬人在后脚门 把周善邻近内侍 周善早深下拜 哎呀 郡主啊 我给郡主磕头了 蹦蹦蹦 磕了啥想头 夫人还认识他 都是江东的人 呀 周善 你怎么来 哎呀 郡主 您别着急啊 国泰病重 日夜思念郡主 郡主能够回江东 能得意见面 如果郡主不回江东 恐怕你们娘儿俩 见不着了 哎呀 郡主闻情此言 吓得浑身立斗 芳心乱跳 怎么 我娘她病了 可不是 病了不是一天了 今天午后实在着急 命我偷渡大将 来见郡主 郡主听完了 怎么办不周善 你先住在这儿 容我禀明军事 然后跟你回东 不不不 郡主 那可不好办 你要跟军事诸葛亮 一说 诸葛亮做不了主 必要请示留备 往返之间 千年日月 恐怕耽误的时间太长 你儿俩就见不着了 那 我要不跟诸葛军事说明 恐怕路上也不方便 方便方便 臣我这次来 带着船来 就在江边 只要郡主点头 马上咱们就可提升 一个父道人家 听说母亲有命 哪能不着急呢 一和解 我不跟诸葛亮打招呼 就不打招呼 此事例外 先看看我娘再说 郡主马上收拾箱子棍 带着亲随人 三十名各配刀剑 跟谁也没说 跟周善起了身 就赶奔江边来了 当然他们来 没有空着手 带着刘备的儿子 鹅斗 小鹅斗穿着一身新衣裳 听说要回江东看老娘去 心里他挺高兴 嬉皮笑脸 跟着他娘 弃暗征周 上了船 周善心里高兴 吴侯派我来 你看这个事办的 干净利涩脆 到这就办成了 他也上了船 赶紧皮毛撤跳 开船 纯志一掉头 刚要走 顺着岸边沉头大起 一匹快马如飞四箭 就赶到江岸 马鞍条冤大将 严甲速跑 冲着大船就喊了 站住 别开船 周善提刀站着船头上一手 愣着 正是长山赵云 刘备远征西村 赵云没去 在诸葛亮手下 巡查四军 刚才得着报告 说有一个人 鬼头鬼脑的 把福人给领走了 还抱着鳄斗上了船 哎呀 赵子龙心中怀疑 说进主你这可不对 不管你上哪去 你得跟诸葛军事打个招呼 不刺而别带着幼主 你遇下河王 子龙是个精细的人 心想主公在外 家里的事我们不给照顾到了 躺生意外 对得起刘备 所以子龙带着亲兵卫队 二十多人 诸一道江岸 可是晚来了一步 业意提毛撤票 大船离了江岸 赵子龙再遭击 他飞不到船上去 周善这小子把狗幽狐一捋 哈哈哈哈 子龙将军 请你跟诸葛先生说一声 就说郡主斩回江东 要见他娘吴果泰 事情太急了 未能告别 多多原谅 再见再见 开转 这船跟飞了一样子 靠近江西 奔江东就下去了 把赵子龙击挡 喊破了嗓子 人家船只不站起 子龙没有办法 这匹马顺着江岸追 砸眼之间追出十里地 这怎么办 可巧 江边有只小船 四名水兵在这修理船 刚把船修理好 还没等试航 正好赵子龙赶到 喊了一声 快把我渡到江京 追赶大船 赵云也不骑马了 皮带撩跑 手倾大倾撑 换上这只小船 当兵的一看 子龙将军这么着急 知道有重要的事 翻江摇入 再看小船 七块如飞 追着大船就下去 赵云着急 立到船头上直喊 快快 加快速度 是 时间不长 这只小船就迷着大船 周散在船尾上 站立出来 追上来 开攻掌 就 在一声令下 再看水手各把弓箭 朝在手中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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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箭如与发奔赵云就设定 赵子龙首达银枪啪啪啪 啪啪波打凋零 一面命令水手加快速度 就这样小船又靠近了大船 还离着大船的船尾二 两丈左右 再看道云 圆争虎目 舌尖一顶上牙膛 一脚单天一类混元气 脚尖扁船板 啊 呸 飞身形就飘上大船 做大将口有亏身挂甲 那是多大的份子 一百来斤在身上呼着 要说在江心之中登小船 往大船上蹦 没有独到的能耐 能吗 这是周善做梦也没想到 呀 上来 再看赵子龙把枪子上 啪这一枪赶 把周善打的一六魂 叭 掉水来去 用大枪赶散军兵 开门是在进了穿舱 再说郡主怀中抱着恶斗 听着外边一阵大乱 吓得方心乱跳 抬头一看 子龙来了 子龙 你这是何 赵云勉强把火往下压了压 把大枪往旁边一顺 攻身失礼 夫人 因何 不辞而别 子龙啊 你不知道 因为我母病委 来不及跟孔明先生 在打招呼 事出特殊 你还管得着 主母 您要走 我不管 因何带着小主人 什么 带小主人 你还管得着吗 这是我儿子 虽然不是亲生的骨肉 也差不多 与你何干 夫人 此言诧异 像当年我在长坂坡之中 奢侈旺盛救出小主人 这是我主公一边不学 岂能被你随便带到都 不吗 你要走 我不管 应该将小主人 给毛留下 夫人一听柳梅道树 姓也冤 咱啥狼一声 拽出了宝剑 赵云哪 你要造反不成 卡剑 说罢是轮剑 便砍 刘备的夫人 孙上香 白宝剑要砍赵云 子龙的心里一翻个 这可怎么办 人家是当军的 我是当臣的 他是一女人 我是一男人 在穿藏之中 我们俩格斗起来 这个事怎么办 子龙又一琢磨 这个事是事出于例外 迫不得已了 刷拉申请往旁门一闪 把宝剑躲开 一抬嘴 啪 这一脚把夫人的宝剑就踢飞了 赵云你真要反 子龙一伸手 把小恶斗裂过来 把恶斗吓得咧着嘴直哭 赵云把恶斗抱到自己的怀里头 转身往外就走 这任夫人喝了一声 来啊 要他的命 三十多女人全冲上了 把子龙包围 赵云没有办法 伸手把乐家的青钢剑拽出来 断壳一声 我与你等 无冤无恨 你们再要靠前 我认识你们 宝剑可不认识 青钢剑的剑光一闪 吓得这些人谁也不敢过来 子龙转身到了后船 想要下船可下不去 水流也急 船也快 这阵船都到了江心了 赵云是干着急啊 抱着个恶斗 一手提着剑 这怎么办 上不了岸我怎么回荆州 要看掩石的意思 非把我带到东吴去不可 昌山赵云 恶脚之上 汗珠子就下来了 正在这危机的关头 就要见油江口那个方向 咚 一声炮响 战船密麻麻拍摆开 把油江口封锁 噗嚷嚷大提之下 一员大将 正是张飞张义德 啊 子龙 不要担心害怕 我老张在这 张飞也得着报告了 事先就埋伏在油江口 把东吴的船只拦住 等张飞来到这只大船上 见着子龙 两个人高兴的了不得 张飞一开舱门到了里边 看着自己的嫂子 嫂子 你这事办的可不对 我哥哥远征在外 你来个不辞而别 回江东 你要干什么 夫人一吵可坏了 遇上张飞这个事更缠手了 哎呀 三弟啊 我跟子龙说的明白 我母病重 不容我不回江东看望 这些事情 你们也拦着 嫂子 拦着我倒不拦着 你带着恶斗可不对 是不是孙权这小子 又有鬼八卦 现在这孩子 我们得带回荆州 临别之时 嫂子你听我一句话 我哥哥对你可不错呀 大汉的皇叔 名正言顺 要说娶你当夫人 也不能说委屈你什么 你们要有夫妻的感情 早去早回 夫妻得以团聚 要没有夫妻的感情 从今以后 你们就一刀两断 张飞也不好说别的 能过来拉扫都不让走吗 就这样跟子龙 带着恶斗 坐船回到岸边 夫人的大船 顺溜而下 自回江东 从这么以后 刘备与夫人 这个关系 就算一刀两断了 而且夫人 回江东不提 单表二位大将 带着恶斗 高兴性 回到荆州 是一场的虚惊 赶忙把这个事情 报告军师诸葛亮 诸葛亮也挺高兴 这件事不能掩瞒 写了封信 令人赶奔西川 报告刘备 但是说刘备呀 在加盟官的官上 替刘长守着北大门 每一天心急火燎 坐卧不明 忽然这一天 接到荆州的书信 展书观看 刘备大吃了一惊 哎呀 老婆跑了 哎呀 刘备心说话 我到了西川的日子 可不少了 那么我就在加盟官这 一待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家里呢还出着这些密室 不行 最好我是得退兵啊 把军事庞统找上来 一伤 庞统急忙摇手 不不不不 主公错了 那么一来不就前功尽弃了 我料有孔明军事坐镇经相 高枕无忧 主公 您就把这心放下 为今之计 还应当把西川得到我们手里头 嗯 那么军事你看 咱进也不能进 退也不能退 得怎么去西川 中文 我替你想了个主意 您啊 现在给刘章写封信 就说要回荆州 也把荆州的事情 对他讲一讲 那么回荆州 我们缺兵少将 我刘章 借三万兵马 再要求刘章 供给我们十万斤粮草 那么刘章要答应 不用问 跟您是全心全意 那咱就不取他的西川 如果刘章心怀二心 不答应主公的要求 我们找这个借口 就取他的西川 您看怎么样 行行行 刘备就按庞统的策划 给刘章写了封信 信上的大意思是说 我家里有事 夫人已经回了江东 孙权早晚 毕攻荆州 我放心不下 打算告辞回去 要求刘章 供给三万人马 十万斤粮草 这封信写完了 让官平为始 赶奔成都 一句话简断 等官平到了成都 见着刘章 把刘备的信往上一线 刘章看完了 低头不语 手下众人赶紧建议 主公 刘备这是一计啊 我们要供给他军队粮草 就如同标误生意 对西川大大的不利 主公不能给 刘章有一句味觉 一想念刘备 替自己守北大门 就管我借点军队和粮草 我什么也不给 这玩意里交代不下去 给吧 文武又不答应 最后刘章做个决定 博下老绕病残的军队 四千两米一百车 派了个使臣 就送到家门关 等官平也回来 见刘备一送信 那个使臣把李丹 往上一送 刘备一看 什么 我借三万军队 就给我四千 借十万斤粮草 就给我一百车 他到交军场 再一看这军队四千名 老弱病残啊 什么毛病的都有 这军队能打仗吗 刘备是勃然大怒 把刘章的李丹和书信 叉叉撕了个焚碎 又把刘章的使臣叫过来 大骂了一顿 说我劳心费神 替你们守大门 你们就这么对待我 我怎么动用我的军队 怎么给你们卖命 痛骂一顿 把使臣赶回 刘央的使臣 抱头鼠串走了 庞宠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主公啊 千日打柴 一日烧 就您刚才这个做法 是千功尽弃啊 看着没 人家的使臣回去 能说好话吗 这回的好 恩来无义反为仇啊 主公 以我之计快想办法了 再要千年日月不取西川 我们就毁之晚夜 先生 我也有点后悔 那么你说又能怎么办 我替主公想的 有三条计策上中下 现在选精兵 绕小路 齐齐成都 杀流当 这是上策 如果您讲的上策太急 还有中策 那就是我们再给刘章写封信 一定要回荆州 这就是蒙蔽他们的耳目 然后我们取齐兵 取他的浮城 占据浮城 大兵直直成都 再抓刘章 这是中策 再有一条就是下策 按您所说 我们领兵带队回到荆州 日后再找机会 上中下三策 望主公定夺 唉 上策有点太急 下策有点太缓 我看 按中策行事 就按着旁统的中策 做了决定 刘备又写了封信给刘章 告诉他 我坚决告辞 因为事出紧急 不能面别 请刘章原谅 日后有机会 咱们再相会 这封信是假的 按现在新名词 这叫烟雾带 迷惑大家的耳目 刘章记日封信一看 还挺乐 刘备要走 这省着我得罪你了 不战而自退 望后把西传的大门一关 再也不让你来了 刘章是这么想的 文武都相信了 可急坏了张松张永年了 张松得着刘备的书记 一听说 刘备要走 哎呀 亲说话刘时军 你白叫我费劲了 我到了荆州县的地图 挖空心思耗尽了心血 把你接近四川 你怎么随便就走了呢 有心到家门关去见刘备 又怕刘章怀疑 当天晚上张松回到府里头 借着灯光给刘备写了封密书 这封书信就是劝刘备 你说什么不能走 如果你有心去成都 给我来个信 咱们理应外合可杀刘章 这封信刚写完 把手牙按上 外头咚咚咚 有人叫门 吓得张松赶紧把这封信 藏在自个儿的绣筒里头 命人开府门一头是谁呀 正是张松的亲哥哥 名字叫张岩 这个张岩官拜巴西从事官 在刘章手下也是多年了 他跟张松长得不一样 别看这亲哥俩 张松身材矮小 张岩身体高大 因为最近到成都来办事 先来看看兄弟 哥俩见面有说的 张松摄白酒席 捆带抛胸 谈了谈离别的情况 这张岩就发现 自个儿的兄弟张松啊 反常 说话前言不达后语 精神恍惚 脸是变毛变色 张岩心里说话 我兄弟不是这样的人 今儿个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有什么心事 可也没忘别的上的想 喝了几杯酒 张松就喝醉了 这就叫酒入宽敞 酒入愁敞 高兴的时候喝酒 喝多点不醉 心里他要变得喝点酒 就醉了 这一喝醉了可恶了事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张松这一脱衣服 把这封信就掉到地上 他一点都没发觉 这封信就被他哥哥张岩发现 张岩把信打开 从头到尾一看 吸了口冷气 咳嗨 喂哟呀 哎呀 难怪张松说话前言不大后议 闹了半天的高尖刘备 要陷害我主刘张 这还了得 心里说话 兄弟 你可别怪你哥哥不留情面 你做出这种事 招惹的灭门之祸 这要叫外头知道 连我都活不了 祖坟都得抛了 张岩也没告诉张松一声 连夜晚间拿着这封信 就密报刘张 当哥哥的 把兄弟张松给出卖了 刘张疲而起 借灯光上下 看看这封信 啊 不刘张可气坏了 张松啊 我对你不博呀 你说一就是一 你说二就是二 我说的呢 你再三建举 刘备入四川 闹了半天 你们狼狈 威艰要图我的成都 真应了这句话 我岂能容饶 马上派精兵包围了张松府 在被窝 把张松就掏起了 布荣芬说 老老少少 上市下下七十多口 皆斩于成都 临死的时候 张松后悔 后成悔 恨刘备 他说你耽误吧 大丈夫当断不断 避留祸患 怎么样 落到我头上了 成都没卖了 把我的命先搭上 那么张松一死 消息很快就传到刘备的儿子 刘备放生痛哭 又咬脑袋又跺脚 恨谁 恨自己 当初要听了张松的话 何至于千年日月 等了这么长的时间 早晚还得打四川 要早点有多好 跟庞统一伤 庞统说主公别难过了 事得现在回也已经来不及了 围巾之计 按中策行事 我们赶紧撤 刘备传些令件 拔债启程 名义上是回自个儿的金钟 这队伍正好路过浮水关 浮水关离成都三百六十里 那是成都的大门 浮水关要得过来 成都就暴露在面前 刘备为什么绕走浮水关 有意把这地方得过来 你看表面跟真事一样 大车小辆 要回我们荆州了 实者别有用心 到了浮水关的附近 消息就传到关上 关上有两员大将 一个叫杨怀 一个叫高佩 这两个人都是刘长首席 这大将心服的人 两个人一听什么 刘备要走 没那么便宜 两个人一商议 要不把刘备干掉 早晚对咱们是个威胁 咱们主公把他都恨坏了 应当借着这个机会 要着刘备的命 怎么要呢 哎 两人商议一个好办法 你刘备不是要走吗 我们给你送行 靠劳你的军队 趁其不备 攻其不意 在酒席眼前 要着你这性命 他们俩有个办法 第二天派人 知会刘备 我们要慰劳荆州兵 刘备跟庞统一商议 庞统笑了 主公 给你道喜 咱们这么这么这么办 好 主义就拿定了 第二天早晨 杨怀高配 带着牛羊酒肉 二百兵亲随 赶问刘备的联营 未捞三军 刘备跟庞统亲自迎接 一见面假好假后 把杨高二人 让进中军宝藏 还没等说几句话 庞统先说 二位 你们来的太好了 我有一件机密大事 跟二位将军商谈 啊 军师什么事 请你让手下的人退出去 这个事第三者不能让职子 杨怀高配信以为真 命令手下亲兵卫队退出去 庞统把酒杯 啪 往地一摔 摔杯为号 荆州兵四起 上来把杨怀高配 打翻在地 马肩头 戳二倍 把俩给捆上 两个人高喊无罪 刘十七位 这是干什么 庞军师你这是何意 庞统说何意 搜 搜到他们身上 结果一搜这俩人身上 暗藏匕首 确实这俩人是行刺来的 庞统一笑 怎么样 要行刺我家主公 还有何说 推出去 砍 你说这俩人 胡说八度 把脑子就掉了 杨怀高配死了之后 又把他手下 这二百军兵 全都收降 有顽固不化者压起来 又愿意投降 就涉酒捆带 庞统就利用这些乡兵 打着自个家的旗号 当天晚上 乡兵在前 刘备的大队在后 来到浮水关的南门 乡兵一叫城 开城啊 我们回来了 杨高二位将军回来了 城上人也不便真伪 城门大开 荆州兵是一拥而尽的 刘备就占据了浮水关 这仗打的这个票 天光大亮之后 刘备的人马全都进了城 这个消息像长的翅膀一样 穿着刘章在耳朵里 把刘章给气的 大人贼啊 刘备 都说你不是东西 今天可看出你真不是东西 我这才叫掩狼入室 哎呦 刘章消死我去嘴巴 后悔掉命 文武之劝 主公别着急了 浮水关一丢 城都休矣啊 为今之计还有一座城 咱们得守住了 这座城要再丢了就完了 什么城 洛城 这个洛城离着成都和浮水关都不远 地势凶险 要把洛城一丢 成都就完 派谁去呢 刘章派新福的爱将 张任邓贤 领兵是赶奔洛城 这回军队去了能少吗 发了五万精兵 咱们那是蜀中的名将 邓贤勇冠三军 他们两个人到了洛城之后 哥俩一伤 说现在主公这么重视咱们 把这么重要的关口让咱俩守着 这个责任可不轻啊 咱们面前的大尔贼刘备足智多么 那个庞世元神机妙算 咱们哥俩要不想出一个好办法呢 是守不住洛城的 对 怎么办呢 他俩分了兵了 咱们人自提虎狼兵三万 死守洛城 闭门不战 邓贤呢 领着两万生命军 埋伏到西北的小路上 就落凤坡 先说你要打洛城 两条道可走 一条是大道 一条是小道 估计大道 你不敢走 你非走小路不可 我在这当阵 邓贤就埋伏在两山的山壁之上 掩其西谷避而不战 翻回头再说刘备和庞土 大获全胜占据浮水关 军心大认了 这一天军臣正在庆贺的这时候 突然报马蓝旗报告 军师诸葛亮来了封信 哦 刘备一听孔明来信了 高兴 赶紧把信展开并经调侃 诸葛亮的戏程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荆州 高枕无忧 主公不要挂面 您甭想 不过我担心的就是主公和庞军师 现在你们深入复兴 事事都要谨慎 千万要谨慎在意 不要轻举妄动 诸葛亮的意思 就告诉刘备和庞土 你们不要叫胜利冲昏头脑 做事情要冷静 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诸葛亮的一片好心 刘备呢 对诸葛亮那是太信任了 见信之后吩咐一声 来啊 三军砸在湖水关 每日操练 没有确实的把握 不要茫然进军 刘备是这么想 庞同可一了心了 庞同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 心里都反来伏去的想着 哦 诸葛亮军是来这么封信 什么意思 嗯 不用问 孔明对我嫉妒啊 他怕我占据四十一州军 立了手工 对他脸上污光 来了一封含糊其词的信 阻止我们进兵 怕我多偷工啊 孔明 都说你是福龙先生 胸襟开阔 今日一见 你是济贤独能之辈啊 庞同一想 不能听你的 听你的这手工我就立不了了 气得他一宿没睡觉 第二天来见刘备 让刘备进军 刘备只不得脑袋 军事不可 孔明先生有言在先 我们要处处谨慎 哎 周公 孔明坐镇荆州 不了解成都里边的事啊 现在我们大公就在眼前 成都唾手可得 燕河不禁兵 千年日月事有变化 对我们兜不利 周公你别听孔明的 你听我的 不出一个月 我让您在成都歇达 刘备本来不乐意 他得听出个亮 但是又架不住 庞同再三的这么说 你说伯乐面子 对庞同脸上不好看 不伯伯起心眼 不乐意 最后眼还得顺着庞同 庞军师你看咱怎样进兵 主公咱赠牌 辞去落成 有两条路 一条大路 一条小路 这条大路能进三十里 小路远三十 咱们军臣分兵 你领着一支军队走大路 让黄忠为前部正宴 先行官 臣带着魏燕走小路 让魏燕为先行官 早晚都到洛城聚齐 您打南门 我打北门 让蜀兵服备受敌 一战可胜也 好吧 刘备不乐意 也没办法 当时两个人分了兵 每人带军兵一万五千 等君臣临分手的时候 刘备抓住庞同的手 军师 我这么想 被征战多年 我这匹马擅走山路 是不是咱们俩坏一坏 你从大路去取洛城 我从小路去攻洛城 咱们话会怎么样 不必 主公放心 我这匹马也擅走山路 还是按原计划不变 好 刘备看了看 庞同这匹马不如自己的 那不差多了 刘备这匹马是西凉的走马 拔了又拔 选了又选 日走一千夜走八百 登山大海如走平地啊 这就是君臣的感情 刘备坚持着要换马 你看你走小路还远 道还不好走 我骑好马有什么用 庞同拗拗不过 君臣俩人换了马 庞同这黄马 刘备骑着 刘备的走马 这匹波动军 让给庞同 这是一样事 另外刘备再三的叮咛庞同 就这样 君臣两个人暂时告别 分兵两路 去取落城 而且刘备这支人马 不提单说庞同 奉处先生 领本部人马绕小路 赶奔落城 一边走着 庞同一边想着 诸葛亮 孔明 我露两手叫你看看 嘿嘿 你不说叫我们谨慎吗 你看看庞同大胆欺财 过日子不多 把你接到成都 他心是这么想着 先锋部队就钻进山路了 越早越难走啊 翻山越岭 竟是山东 树木交杂 怪草横生 庞同走着深夜就问 此处是什么地方 回军 此地名叫锦平山 离着前面的落城 还有多远 还有三十五里 加速前进 庞同传些令 双脚点灯着 就进了山沟了 走着走着 庞同带着四江 抬头一走 嗯 就见两面 力都筛 全是山地 此刻这人马 跟车袋子一样 夹在两个山之中 庞同一想 这个地形对自己十分不利 哎呀 我别再上了当 刚想着这可了不得 就听见天崩碧烈一声 四位泡号无雷 军事庞同 物重奸计 人马走进落凤坡呀 就中了人家蜀兵的埋伏了 啥时间就听见天崩碧烈 炮号连天 扶兵四起呀 蜀将邓先 早就埋伏好了 在一座山崖上 指挥蜀兵 开工放夜 他可不知道 今天领兵带队的是谁 当兵就向他报告 说为首的主将 骑一匹大白马 他就打听 什么人骑这种马 有人说刘备他骑了匹大白马 当时还心高兴啊 刘备要进了我的埋伏圈 我把他这里死地 这是骑弓一箭 命令三千弓箭手 对准骑大白马 给我开弓放夜 其实不是刘备 是庞桶 可怜庞军士 身上连甲斗都没有 中了人家的埋伏 往哪跑 一阵乱箭射的跟刺猬一样 就死在落凤坡 先头部队的先锋官是魏烟 魏烟那这阵出了落凤坡的 因为他是先头部队在前面 听后边一乱赶紧 搏砖马头 哎呀我三五一看可了不得 自个儿的军队全都夹着给他 扑命轮到上里头抢救 英面正遇上蜀将邓先 邓先引着得胜之兵 把魏烟拦住 双方混战一场 这时候蜀将张任 也在洛城出骑兵 抄了魏烟的后路 魏烟是大败而归 这个败仗太厉害了 不但说旁军是死了 这一万五千军队 剩下不到几百人 魏烟杀得浑身是血 夺路而走 天光见亮 这才遇上刘备的部队 当时魏烟见着刘始军 从头到尾这一讲 刘备一听死了 军士死了 哎哟 疼死我也 刘备再马上就掉下去 昏迷不醒 你说这个仗怎么打 黄中跟魏烟一商议 保护着刘备又退回浮水关 这是前功尽弃 他们刚一进浮水关 人家张任邓贤的军队 跟着屁股就到了 把浮水关四面八方 紧紧的包围是风雨不透 刘备明白过来放生痛苦 可惜的是 旁军士的尸首都没抢回来 这不让人难过吗 刘备传话全军挂校 望兮遥望 这就是远远的超度 祭典了七七四十九天 那么刘备光在这超度能行吗 黄中魏烟打算领兵决于死战 刘备一晃脑袋 不不不不不 我军锐气挫伤 不能再打了 应当死守扶水关 闭门不战 到荆州前去告急 不请诸葛亮 这个事不好办 要这么比较起来 扶龙凤厨 那么旁冲照着孔明 差点还不是一点半点 要诸葛亮在这能上这个当 刘备心里都明白 嘴不能那么说 给诸葛亮写了封信 命令关平 闯连营回荆州 当天的晚上 关平背背着班兵的热报 饱餐了战饭 偷偷地开了城门 这就要闯连营 黄中卫燕带着三千军兵 保护着 刘备登上敌楼给看着 不知道关平能不能出去去 关平挂起把赏弓大刀 戴好了蒙面具 出其不意识 攻其不备 杀入张任的大营 张任的军兵毫无防备 就看一个小伙子 劈把大砍刀杀入连营里头 再想拦就已经来不及了 黄中卫燕 回城交令 盼望救兵 暂且不表 单表关平啊 一路之上 鸡餐科也夜住小行 不敢走大路 竟走山路 恨不能一步回到荆州 这一天总算到了荆州城 到了湖北的土地上 关平长须了一口气 这个事儿算有希望 赶紧入城建诸葛军事 诸葛亮这些天 心忙意乱 吃喝不下 那时候什么原因 诸葛亮就惦记着刘备 说我在荆州平安湖市 主公与文征在外 能不能遇上意外的事儿 但是诸葛亮对庞统的为人 撩足之上 庞统这个人哪儿都好 就有一个毛病 自大 从洗眼里往外讲 他不服诸葛亮 诸葛亮还不好意思 公开给他接嘎嘎 因此前者给去了封信 暗示庞统应当注意 暗示主公应当小心 没想到这封信恰得其反 要不去这个信 庞统还不至于出事儿 现在诸葛亮可不值得庞统死 就老惦记西川的事儿 忽然听说官平来了 诸葛亮是插杯落地 啪摔一个分岁 诸葛亮一哆嗦 官平来干什么 大概是有急事儿 连关羽 关军长 赵子龙 张飞众人都吃了一惊 赶紧让官平进来 官平这一进来 败倒在地 二句话没说 放声痛哭 诸葛亮就知道不妙 官平把班军的折报 解下来交给军事 诸葛亮斩书官桥 一行醒目的大字 映入眼帘 庞军事落凤坡身死 这个消息 传在连营里头 所有的军兵全哭了 诸葛亮马上传令 荆州兵一律再笑 诸葛亮一想 主公既然盼我进川 我得快走啊 那么我走之后 把荆州交给谁呢 这可是千金重担 这一天把官与众人 找上议事厅 对众说明 交给谁呀 只有交给官与官军长 那是帅才呀 二将军听令 咋 二将军啊 主公让我进川 即刻我就要起身 京香九郡 千金的重担 就落到将军的身上 末将不裁 怨领军事的令箭 且慢 诸葛亮想要交印牌 但是在手中停住 没交 正言荔色的问官与 官将军 临别之际 我问你几句话 那么我走之后 命你总领京香九郡 曹操要领兵打你来 你怎么办 回军事 郭某以力拒之 管军长心说话 那还有什么说的 跟曹操水火不相容 他要敢犯京香九郡 那我就打呗 以力拒之 嗯 诸葛亮点了点头 那我再问你一句话 倘若曹操 孙两家联合 打京香 你又怎样 军事 某分兵拒之 官云长心说 这有什么难说的 那么孙权也来 曹操也来 我把军队 分给分兵拒之 哪知道他这句话 刚一说完 诸葛亮吸了口冷气 把宴牌放到桌上 一晃脑袋 二将军 如此荆州西微 要那你怎么办 荆州完 官云长不解其意 就问诸葛亮 先生 此话怎讲 官将军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办 你千万记住 我临走 给你留下八个字 先生 哪八个字 你记住 北面抗朝 南河孙权 孙权 咱们不能得罪 只有孙刘两家 共抗曹操 才能保住京香九军 二军头 千万莫忘 谨遵先生的吩咐 官云 明可废服 诸葛亮嘱咐完了 这才把印牌交于官宇 从这以后 官军长是总领京香九军 诸葛亮把这个事委托完毕 帅领京兵五万 让张飞为钱不正印先行官 赵子龙为后合 起身是赶笨西川 当然了 官军长 率领重将送到荆州 借手 自己回去不提 单标苦命 一路之上嘱咐张飞 我们进川之后 轻毫无犯 不准丧失人心 不准轻易吃酒待醉 鞭打士族 这些事三将军千万莫忘 先生放心吧 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你说张飞这人粗鲁 我粗中有戏 诸葛亮告诉他的事 百亿百随 张飞在路上还禁酒了呢 自己不喝 当兵的也不喝 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 命令三军 见到老百姓先笑后说话 不准业入民宅 不准随意抢抢 借东西要还 买卖公平 广收民心 张飞的军队是长驱之路 这一天就走到八郡 这座八郡是一座大城 正好守住咽喉要路 飞也飞不过去 张飞的军队过不去 只好扎下连营 把投降的当兵的找了一问 当兵的向张飞报告 说八郡有位太守 乃是蜀中的名将 姓炎 叫炎炎 外号人称花刀将军 别看老头子六十来岁了 这人跨下马掌重刀 所向无比 两臂一晃 有千斤之力啊 说这人对刘张是最忠不过 张将军不能等闲是之 哈哈老糟头子了 无比杀之 张飞传令 当天休息 次日天光见亮 领兵带队在八郡的城外 讨敌马阵 打入船以来 张飞还没遇上这个事 就听见八郡城里 炮号连天 紧跟着城门大开吊销放下 一支鼠兵就来到梁军镇 齐甲鲜明啊 齐兵在后步兵在前 各拿十八班的兵镇 二龙出水式拍开 正中央秀奇之下 是一丸老将 金甲绿袍 跨下马掌重鞠齿 飞连大砍刀 望脸上关条 面塞银盆 皱纹堆垒 刻下一步炎然飘洒于千辛 别看老 脑门蹦亮 鼻子头发光 老得有一团精神 张飞一看 甭问 这就是名将严严了 张飞双脚点灯 马望前提一晃 掌重 杖大舌毛点钢枪 对面 来的这圆老将 你是严严吗 严严老将军 戈登把四将带住 一晃掌重这把大刀 橘木留身 定睛侨悍 就见对面 说话的这位大将 身材高大 胡提狼腰 这张大黑脸 黑中透亮 亮中透明 一对大腕眼 连盆磕的胡须 雅塞去了尖的钢针枪 乌金盔 乌金甲 赵罗毛 跨下大黑马掌中 蛇毛枪 真不哑入 烟熏的太岁 是活了的金刚 望大旗上观看 旗上说着 斗大和张字 哦 不用问 这就是著名的大将 张飞啊 想当年贺顿 党羊条 贺退 操兵 百万 早就听说过大兵了 严严别看听过 可不怕张飞 什么原因 这就叫义高人胆大 老头的坐镇八郡 已经十几年了 跟刘章交情密切 刘章对老头十分信任 因此给他五万军兵 在此驻守 这些日子 严严就生气 生什么气 恨刘章 你怎么把刘备 给招进来 刘备进来 这不叫隐郎故事吗 有心进成都 见刘章前去顺说 可是 自己责任重大 又不能亲离访利 不去吧 心里都憋气 后来听说刘备 取了拂水棍 老头子更生气 先说刘备 大耳雷 人面授心 可惜我主没有传旨 要传旨 凭着我跨下马掌中刀 把荆州的人马杀得 一个不胜 谁知今儿子 跟刘备的人马碰上了 还不是一般的人 正跟张飞相遇 老严严心里说话 我要把张飞给赢了 不仅明扬天下 也去掉刘备的帮凶啊 想着老头的双脚点灯 马往前提 对面 你可是张飞 你跟你哥哥刘备 狼子野心 占据京香九郡 还不满足 还要夺某的稀俗 这款了得 由我严严三寸气在 让你插翅 飞不过八郡 而往哪里走 从一把轮刀 奔张飞便喊 张飞心里头 很喜欢这老头 老家伙 抖了抖了都掉渣了 还不服劲的 呸 今儿个叫你 知道知道 俺老张的厉害 张飞渊中浑眼 定睛看着 大刀奔自己 面门不太远 张飞使了个海底捞月 仗把蛇毛扁钢群 望上一头 哎哟 蛇毛群正绷在大刀上 张飞那意思 我给你绷个飞刀 你撒着手就得了 哎 没想到 老头真有点劲 颠起三尺来高的 炎炎的大刀 更没撒手 虽然没撒手 把炎炎阵的眼前冒金灯 两臂发麻呀 张飞也震得虎口发酸 两匹马一错 我瞪他 哎呀 哎呀 张飞心说话 不会是蜀中的名将啊 老头真有靶子劲 这仗打着才过瘾 来了 提回马去 二人就站在一处 刀锚并举 各为其主 实战其能啊 张飞这个人还用说 那个能为在这套书上是上等的 炎炎也不错 跟张飞大战四十多个回合 未分输赢 毕竟年老不讲筋骨为能 上了岁数 跟年轻的没法比 三十个照面过去了 炎炎自有招架之功 并未还手之力 后边的偏富将恐怕老头受伤 赶紧鸣精 颜颜听见收兵罗翔不能不回去 徐晃一刀驳马退回八郡城 调桥高条是城门紧密 随后张飞演兵杀来 刚到护城河 就被人家城上的灰瓶炮子滚过雷石 一顿乱箭 把张飞打回 这个仗打的就是四军力敌 没分上下 张飞多少占了点便宜 收兵撤队回奔连营 张飞心说老匹夫 今儿个算你的便宜 明儿个吃饱了喝足了 我飞把你生擒活着 到了四日天光见亮 张飞披挂整齐 领军叫阵 事出意外 严严呢 闭门不战士高挂免战牌 一个他知道张飞太猛 论力量和能力敌不住 二一个自从昨天收兵回来之后 众将苦苦的劝他 说老将军我们打什么 张飞是只虎将 您跟他动手能找着便宜吗 闻今之计闭门不战 闭门不打 咱就有好处 张飞这个人脾气暴躁 又爱喝酒又爱务势 张飞还有个最大的毛病 喝醉了就打他手下的士兵 您忘了 当年他要不是烟酒务势 能丢血手 咱就给他来个不打 老爷不打 张飞就着急 一着急就发脾气 一有脾气就喝酒 一喝酒就打他士兵 一打士兵的 当兵的军心就要变 军心一变 对我们就有利 等比一军一乱 我们乘胜追之 必能大获全胜 严严那也是个兵家的内行 听完了这些建议认为是正确 所以老头是闭门不战 果然不出严严所略 张飞连着叫了几天阵 人家不出零 张飞的脾气上来 老皮肤 哎哟你这么泡 这谁受得了 我们等着进成都 见我大哥去 有你在这横着寸步难行 张飞一想明了 我还得救朕 第二天张飞又逃地骂朕 严严闭门不出 张飞气急败坏 吩咐一声驾军提给我攻城 攻什么呢 没等到人家城边 就被城上的乱建社会 连城墙都靠不进 一连半个月过去了 张飞急得是一筹莫展 最后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 第二天告诉当兵的 你们在两军阵前给我骂 用这种激将法 当兵的在两军阵前 把刀枪放下 把腰一刹舔着肚子 拔着拨 冲着八军城顶就骂 把严严的祖宗三代都骂犯个儿 张飞领兵在后都等着 多着把严严骂极了 只要你一出来 我还抓你 谁知道这个计策呀 不好使 严严就报定这么个宗旨 你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 你骂我 我不上火 实在不爱听我把耳朵堵起来 摆了一座镇 叫肉头镇 你看什么镇都好 这肉头镇可没辙 张飞到了二十天上 还不见开兵建杖 把老张气坏 这一天张飞拖了个大光网子 跨下乌龟马掌中射毛枪 单人匹马来到八郡城下叫温 他这骂人还有好听的 把严严骂了个六门到底 最后严严登上城楼了 一个在城上 一个在城下 张飞用手点着严严的鼻子 老皮革 有能的下城大战三百合 你小子属耗子得在洞里头钻着 你敢不敢出来 严严故意的气他 手扶着舵口用手点指 张飞 哈哈哈哈 我就不下去 看你能把我如何 哎张飞 有能的你进我的八郡了 想当年你喝退操兵百万 你不有能力吗 来来来 你敢往前来 张飞咋受的 马往前一村 到了护城河的河边 谁知 严严早就准备了弓箭 一瓶珠红搭上悬口 冷不防的奔 张飞就是一箭 啪当 张飞一个围住 以捕了下脑袋 这一箭稍微射得歪点 正设得张飞的偷窥顶上 夺旋 张飞下着心口冷气 不夸把退回去 赶紧把这支箭的窥身拔下来 张飞咬碎钢牙 冤争虎目 老皮虎 等我把你抓住之后 扔大锅里煮着吃了 严严在城就乐 可惜你做不到 有能力进城 张飞是愤愤回应 哎呀 晚饭气得都没吃 张飞一想不行啊 诸葛军事命我风山开道 玉水大桥 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 我在这挡着过不去 岂不有福军事的委托 再这一说 我大哥刘备不定多着急呢 哎呀 怎么能拿下八军来 不行 都说我粗 这回我得细脸 动动脑子 张飞不睡觉了 想啊想啊 你看这黑子脑袋 还有点心眼的 突然想了个主意 对 我这么这么这么办 张飞越巴的滋味 认为自己的计策越高 第二天升保障 把当兵的教练 哎呀 老皮肤严严 这是跟我炮上的 你不出兵 我也不见证 咱们拉开线看活 我炮你一面 来啊 你们不用训练阵法了 拿绳子拿刀 到山中给我砍柴火 派人到后队 摧凉韵米 咱在这儿过上 这叫什么令件呢 当兵里有很多 也不练阵法都去打柴火去了 到了晚上当兵就回来 张飞还要亲自点名 还看看当兵的打多少柴火 还给予鼓励 一连着十几天不讨地骂阵 翻回来再说炎炎 哎 一看张飞怎么不出兵了 登上低楼瞭望 再看荆州兵十分松懈 原门那块连个把门的都没有 可一问手下的当兵 才知道张飞派人四外打柴火 准备赤酒战下去 炎炎心里说 老张啊 这回你上我的当 我何不将计就计 把新复的当兵的点了五十名 让他们过来 趴在耳边告诉他们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炎炎的新复当兵的下去了 也伴坐荆州兵拿着柴刀打柴火 夹杂到张飞的军队里 到了晚上 人家荆州兵回去的时候 主兵也偷着进了莲营 张飞照样点名 点完之后查查人数 把柴火都收完了 命令摆上瓶酒芳肉 张飞就问这些当兵的 我说你们天天打柴火 找没找得有密路可通成都的 难道非走八郡吗 就没有一条小路吗 突然有当兵的说话 三将军 今天我们打柴的时候 发现一条密路可通往成都 是吗 这条路在哪 哎呀这条路谁也找不着 要不是我们到深山打柴 还真发现不了 离这不到屋里 那条路你还记得吗 我们太记得了 将军要去成都 我们可以带路 那好 今夜晚间 二今天造反 三今天咱就出发呀 老阎阎我叫你守着八郡 明儿个我们都长翅膀飞走喽 张飞说完了就这么办了 就有阎阎的戏作 当夜晚间就向老阎阎做了报告 就是刚才跟张飞说话的当兵的 都是炎炎的戏作 半座荆州兵混到营盘里头 故意像张飞这么说的 这都是炎炎告诉人的密册 等炎炎得着报告之后 老头心里高兴 什么 张飞 你珍重了我的技了 那条路是通哪 不是通成都 是通鬼门关 张飞我叫你死无丧身之地 来啊 定耕天造反 二今天起身 给我如此赠般 捉拿张义德 老将炎炎 分兵派将 决定今夜晚间 要活捉张飞张义德 等把军兵派完了 炎炎披挂整齐 偷开城门 下了八郡城 就埋伏到密林之中 今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不见人 蜀兵避住呼吸 瞪着眼睛看着 在炎炎对面不远 是弯弯曲曲一条山路 叶已知的清楚 张飞就走这条山路 当啊当啊 哎 三惊天还不到 就发现对面 有一支军兵偷偷在这路过 炎炎知道这是荆州兵了 时间不大 先锋部队过去 有一人骑着大黑马 拿着蛇毛青 虽然看不真切 估计也是张飞 炎炎其说你过去吧 浑炎贼 我断你的归路 我看你往哪里跑 张飞过去 也就是片刻的功夫 后面就是自重车 这个车走山路不好走 咳咳咬呀咳咬呀 半天也过不去一亮 前头一慢 后边的军兵就堵成嘎子 炎炎一看正是好计划 吩咐了一声 点火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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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炎炎连天 金谷大作 炎炎一瓦当心 冲杀下来 蜀兵再一杀不来 荆州兵大乱了 炎炎正在高兴的时候 嘿嘿 高兴就早了点 就听自己的身边背后 四面大方 无声如雷 没想到 荆州兵在四面杀上来 嗯 言言一愣 这怎么回事 舶马三回声点起 灯秋火把亮子幽松 他刚这一看 在自己身边背后是张飞杀到 再看张飞 今天是轻衣小帽 穿了一身便装 画下大黑马手挺蛇猫腥 在火光阵中照耀下 这不雅如烟熏的太岁 啊 老屁股 你上了我这当了 方才过去那是假的 我才是真张飞 拿命来 这就是张飞自个儿定的计策 把炎炎骗出八郡城 炎炎这阵心忙意乱 打算夺路而走 哪走得了 与张飞动手没有五个会合 张飞虚晃一招伸进手去 探胡招抓住他的盘侠司头 你过来吧老家伙 把炎炎是走马活去 当官的完了 当兵的是不战而自乱 天光见亮张飞大获全胜 就是占领八郡城 张飞传令 凡是荆州兵进了城里 不准伤害一名百姓 不准打骂蜀兵 到里面买卖公平 发出布告是出榜安民 这才叫七五毫不犯 军师这么告诉他 因此城中的老百姓 谁也不慌乱 相反摆着香岸迎接荆州兵 张飞到宫廷坐定之后 吩咐一声把炎炎推上来 炎炎这老头还挺厉害 气得嘴冒白沫色 利而不贵 两旁人贺喊一声 贵贵 上面是我们张将军 呸 张飞呀 你和你哥哥无异之徒 想要勤占我们蜀国四十一周军 你们想的倒挺好 恐怕你们这个梦 做不到好处 炎炎炎炎 败军之将还敢猖狂 你就不要脑袋不成 来 推嘴 刀不手望上一喘 望下推炎炎 炎炎是骂声不绝 张飞又吩咐一声 推回来 张义德这心里对炎炎很尊敬 这老头子 见死不惧啊 哪能随便杀人呢 张飞转怒为喜 哈哈哈哈 老朋友 我跟你闹着玩呢 张飞离坐 清洁其往 把炎炎扶于上座 张飞是倒身就败 磕了俩头 老将军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咱们各位七主可没有私仇 将军 愿意保我大哥刘备 我欢迎的了不得 我这儿行礼了 说完了 小刘备 张飞把战袍脱了 给炎炎披上 有那么句话 人心都是肉掌 炎炎一看 感动得不得了 哎呀三将军 我罪该万死 老朽 愿意投降 这多好 炎炎这一投降 张飞赦酒祝贺 在酒席宴前一问 老炎炎表示 三将军放心 从我的八郡 进成都 在路上一共有四十五座关口 跑出洛城和棉州之外 剩下的地方 都是我的弟子秃孙 有的是我的朋友 只要老夫到城下一声召唤 让他们不战自乡 是啊 感情好 老将军要能这么办 刀不血刃 你算手工一剑 张飞也算会用人 这也算立了大功 第二天是长驱之路 所过的关矮渡口 只要是炎炎一说话 城中马上就投降 因此荆州兵是长驱之路 这一天就到了浮水关 咱们话分两头 单说刘备 自从庞统庞军是死了以后 刘备是愁眉苦脸 闭门不战 手下的军兵也都嗨声叹气 就等着荆州派援兵 等着诸葛军师来 这一天刘备接着信 说诸葛亮已经在七月二十二起身 入了川 他算起这个日子 快来了 刘备一想 军师快到了 我一仗也不打 大伙都吹头丧气 这也不像话 末如配合军师的来临 我们双方打一个大胜仗 振作振作军心 刘备来了高兴近 当天晚上披挂整齐 也没带黄中卫焉 领了亲兵卫队二十名 打算看一看洛城 这座洛城呢 是蜀中的名将 张任刘备把守着 刘备冒着险呢 到了城里东北几角 来回七马六城 新州话我们军师来了 应当从哪往里进攻 怎么样能拿下这座城池 他正来回六这可坏了 被蜀兵发现了 报告张任 张任一听什么 刘备来了 赶紧带着亲兵副将 登上低楼打凉棚一看 可不是吗 就见刘备带着几十个当兵 哈哈 大耳贼 你自己来送死来了 张任心说 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 领着两名大将 偷偷地开了城门 放下吊销 跨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 是直奔刘备而来 刘备刚要拨马走 就听见马蹄子说响 一回头 哟 他一看俘兵来了 刘备拨马就走 被张任当面给拦住 大耳贼 大耳贼 刘备啊 你还往哪里走 而留下人头 三尖两刃刀轮起来就看 刘备慌双武将应战 手下的当兵的扑死命望上一闯 二十来人 驾得住人华了 眨眼之间 一个没胜 刘备一看回不了 浮水观 是躲路而走 落了荒 奔西北的小道 下去 急急如丧家之权 茫茫赛漏网之鱼啊 心中这个后悔 不如不出浮水观 张任在后 是紧紧的追赶 眨眼间追了个马头 接上马尾 你再这么离 大刀望空中一举 刘备扣双戒 往马安子上一趴 牙关一摇 把眼一觅 误 诸葛军事 各位弟兄 谁也见不着了 没想到我刘备 伸手一触 死到荒郊野了 正在这时候 就听见 弓弦一响 飞离之剑 奔张任就设定 张任那是当大将 眼睛也快 耳朵也好使 他听着金锋一响 吓着一扑着脑袋 把大刀撤回来 这只剑在他脑门子过去 在这一愣的时候 就见一匹快马 飞在面前 马安乔一员大将 高声喊吓 好小子 修伤我大哥 张飞倒了 大老张赶到 就因为张飞 有炎炎带怒 赶奔浮水关 今夜晚间是 巧遇此事 人的名书点 张任一听说 张飞二字脑袋挂子 嗡一声 还怀疑中了刘备的埋伏 不敢练干事 脖马而走 张飞也不注意敢把大哥给救了 众人欢欢喜喜才进了浮水关 张飞的人马这一进城 当然荆州兵是高兴了 双方和兵在一处热烈祝贺 刘备拉住张飞的手 三弟 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万水千山 关爱渡口 你是怎样过来的 哥哥 你兄弟长能的了 再这么远我也来得了 不过这得多亏一个人就是他 要没有这位老将军 炎炎投降给开路 我飞也飞不过来 张飞把炎炎做了介绍 刘备非常高兴 能去西川 劫老将军之列 刘备把一挂金锁连环甲脱下来 就赠给炎炎 老头当然也高兴了 第二天中午 后续部队也上了 军师诸葛亮 带着常山赵云赵子龙 大兵也到了 自然又有一番的庆贺 等诸葛亮一抬头一瞅 张飞先来了一步 三将军你怎么先来了 军师 昨天我跟我哥哥说的 我长能的了 走到你们前面来了 张飞又把经过说了一遍 孔明非常高兴 三将军你能用智谋 这是咱们使军的红府啊 众赏炎炎 那么刘备跟诸葛亮 把鼠中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 孔明说主公不必着急 取四川一如凡场 明日我去看看 第二天早晨 诸葛军师坐着四轮车 有魏延黄中保护 坐着车围着洛城转了一圈 看了看地势 看完了孔明回到浮水关 来啊 扫骨巨匠 将官们 亏名甲量 伺候军师 诸葛亮手拿雨扇传令 说是在洛城正东 有一条河 河上有一座桥 桥的名字叫金燕桥 本军师决定在那埋伏 明日我到梁军阵前勾引张任 张任追我过的金燕桥 子龙啊 你领一千军兵把桥拆了 断张任的归路 不得有 遵律 黄中魏延 再 你两人 每人领了一千军兵 魏延 埋伏到芦苇之中 准备削刀 专门削着骑兵的马腿 黄中 领一千兵准备长枪 专门挑骑马的骑兵 那时蜀兵大乱 张任就得往回走 桥段过不去 就得投东北而走 三将军听命 你埋伏到西北枯树林中 单等张任道 我让你立手工一箭 将他活勤 对 你看人家诸葛亮派将 不费吹灰之力 当时分派完了 告诉刘备 主公您都准备好了 赶奔洛城歇马 来啊 没准没法 准备功劳部 给各位将军贺功 说完了到了次日天光见亮 诸葛亮仍然坐着四轮车 带了老绕军兵五百 赶奔东门 用余扇一支高声断和 来啊 叫张任大王 蜀兵报告张任 张任登上第一楼望下 一看啊 怎么诸葛亮 好个牛逼的你来了 哈哈 我看你往哪跑 马上带着邓贤 领包 两员大将 分下东门 诸葛亮用扇子一指 张任 我听说你是属中名将 属于常言 到底确好 实事物者乃为寸杰 你朱六章十分暗绕 西川保不住了 你要明白事情 赶紧下马受香 我保你高官得作 呸 诸葛亮 你和刘备无端占我西川 这环了的 而往哪里走 排马五刀直追诸葛 诸葛亮的车一吊个 就逃过金燕桥 他过了金燕桥 当然张任也追过来 后边邓贤 林宝也追过来 追了追去 哎哎 再找诸葛亮是踪迹劫 张任在马上定睛条 看这什么地方 左面全是一人多高的鲁尾 右面密杂发全是宠民 我要中了诸葛亮的埋伏 就不好了 退兵 说退兵的刚一拨马 左右炮号连天 扶兵四起 魏燕的勾干手 皇宫的长枪手 从里扬溢杀出 砍马腿的砍马腿 扎当兵的扎当兵的 是一场混乱 张任之的自己上了当 带着邓贤林宝 赶紧拨马过金箭桥 再走可走不了了 桥被赵勇给拆断了 子龙在对岸高声喊贺 张任 此路不同 来 开弓放箭 隔阂放箭 蜀兵死伤无数 张任一看不好 赶紧奔西北方向逃跑 刚到枯树林 正遇上大老张 张飞心中高兴 孔明先生略是如人 他真来了 嗷嗷一嗓子 领着扶兵把张任拦住 邓贤一看 手头无路了 晃大枪直去张飞 二马香蕉 没有两个会合 让张飞大吼一声 这一射毛枪 刺中前心 挑一马下 大将领包 斗枪望上就闯 大战张飞 没有五个会合 被张飞大吼一声 吹你马 一大样边 正奏的后套勺上 把领包做了个万朵 韬花开 死尸栽于马下 张任一瞅 这还眼贼真厉害 不把就走 那走得了 张飞说 你要走了 我怎么力投工 两人大战五六个会合 被张飞卖了个破绽 一把抓住张任的叛甲 刀是走马活进 隆等张飞到了和这岸 赵云也一起下洛城 荆州的旗号插在洛城之上 洛城的蜀兵是全部投降 诸葛亮刘备是进城歇马 这个仗打得这个漂亮 人们从而想到庞统庞军事 如果有诸葛军事这两下 就不至于死到落凤坡了 那么这个话是过去的事 咱且休提 刘备进城出帮安民 凡是蜀兵 皆用好言安慰 只要投降者一律欢迎 不降者发放川子路费 任期自便 多数的还都内降 刘备就把他们改变到自己的部下 那么落成这一丢 成都可危险 残兵败将者败回成都 见刘章报告了一切 刘章那脸都绿了 哎呀 回不听各位将军之言 才有今日之祸呀 没想到刘备真是狼子野心 真诚战地 战我西村 进成都尾 刘章口大害声低头不语 正在这时候 有人到里面送信 报告主公 刘时军刘备 猜人给你送信 刘备给我来信 拿上来 信拿过来 他一手不是刘备的信 是他手下的大臣法政 给他写的信 打个信一看 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 说主公啊 臣奉命赶奔荆州 应接刘时军 已经把使军接进西村 你们都是荡家子 本无厉害冲突 因为主公左右不封其人 挑拨离间 致使你弟兄 现在不合 刘时军宽仁厚德 必不加害于你 只要主公大开城门 阳间刘备 保你江山还在 一家老小平安无事 臣法政叩首 法政这封信来了 刘章不看此刻 看大多士 咬碎加官 去吧你给我 咔嚓咔嚓咔嚓 把书信撕个粉碎 那么信也撕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 前面还有一座城 这座城就是棉柱 棉柱要再丢了 成都那大门都没了 派谁去呢 到了现在 就想到自己的人了 刘章对谁也不放心 把自己的儿子刘顿 叫上来 刘顿今年二十五岁 小伙子长得 糊糊湿湿湿 大眼睛中眉毛 刘顿兵马武艺 很纯熟 来到上次见爹的 刘章告诉他 孩子 最后一战了 我给你精兵三万 镇守棉柱 无论如何 不准给我丢了 要丢了 提头来见 刘顿点头答应 刘章怕儿子 岁数太年轻 临走的时候 让自己的小舅子 姓废 叫废棍 让他为参赞军机 帮着刘顿 爷儿两个起身 去守棉柱 这多少兵儿不用 管用自己当家子 当然是替他尽心卖命了 人派出去之后 刘章吃喝不下 黄泉建议 说主公 这也不行 免主我看守不住啊 免主要一丢 成都休议 为今之计 我们得请外援呢 没有外边的军兵帮忙 刘备的兵是绝不能退 哎呀先生 到了现在 孤 孤掌难鸣 还有谁 千能结我的危机 有人 主公可派人 迅速翻山越岭 赶帮汉中 去投张鲁 顺说张鲁 发兵抄刘备的后路 哎呀 先生 此言诧异 我跟张鲁 世代的仇恨 他母亲 他兄弟 都死在我手里 历年之间 我们两个人 是解不开的仇嘎子 今天我成都要丢 他乐还乐不过来 怎么能发兵 前来救我 黄泉说不然 主公 您别给我看这事 我想那汉中的张鲁 这个人是个贪婪无厌的人 只要我们隔地请和 多多用金银财宝 买动他的心 他不能不出兵 臣愿为时 赶帮汉中走一趟 但愿卿早去草灰 孤尽厚加烟 刘彰一面派人 死守棉珠 主党诸葛亮 一面派黄泉为时 赶帮汉中 咱们话分两头 黄泉带着所有的礼物 又带着刘彰的书信 这一日就到了汉中 进了汉灵之后 金庭馆一住下 他一想 要想见张鲁 必须把张鲁手下的两个人 给买通了 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姓杨叫杨北 一个姓杨叫杨松 这是青哥俩 一对不是东西 这俩小子 在汉中是独揽大权呢 在张鲁的面前是说一不二 另外人家这哥俩 有个最大的毛病 是贪婪不厌 见钱眼开的货 只要给钱我就办事 多数年这个名声 早都传得稀数了 因此黄泉 第二天带着重礼 是看望杨松 见着杨松没过几句话 把珍珠玛瑙 翡翠钻石 重礼望上一线 杨松果然是没开眼笑 哈哈哈哈 哎呀黄先生 万水千山到了我的汉中 送了这么多的重礼 你打算干什么 哎呀先生 我求你一件事 黄泉就把来意说清 只要是张鲁能抄刘备的后路 能把刘备的军兵给撤了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愿隔地请和 给你们二十座连城 一座谢礼 把整个的西川 嘎起一半的给你们 咱们说话算话 先生能在张将军面前 好言为之 哦哦这事 哈哈哈哈 说了包到我身上 这不叫有钱能买鬼推磨 杨松也没想想利害关系 广为这个钱 广为连城高兴 第二天是面见张鲁 张鲁这个家伙 也是个四肢发达 大脑平滑的这么快货 专门听杨松的 杨松上来嘚啪啪啪啪啪啪 跟他一说 张鲁开始不乐意 哎呀你就瞪着停了 说我跟刘章世代的冤仇 他还叫我发兵 他不胡扯 后来听说给他二十座连城 哎他乐了 他问杨松 先生你说应该发兵 应该 主公救人至极呀 如果你能把刘备的兵退了 我们名利双手有何不可 有这二十座城 就不愁那二十座城 早早晚晚 西数都是咱们的 对 哎呀 何人能领兵带队 去退刘备的军兵 那刘备可不好惹 有孔明威军士 官张各位大将 都是万人的一样 话音未尽 就听班部之中 有人高声朗诵 主公 臣不才 愿提一缕虎狼之事 去诈刘备 这个声音跟同种一样 张鲁一哆嗦 仔细观看 哦 说话的非是旁人 正是著名的盖世英雄 马超 马孟起 马超怎么跑到张鲁这来 咱们前文书说过 马超兵败同关 兵败将王 这个损失可太大 领着几百人无处投奔 后来就投到张鲁这 张鲁一看马超来十分高兴 如获至宝 心说马超有旅物之勇 要有他 望西可以抗草草 望南可以争八俗 这多好 就封马超为镇国的将军 今日马超这一请令 张鲁高兴 非梦起不可 马超他要领兵带队大战 加盟官 张鲁一看 马超请令 心中大喜 当场加盟马超为镇西将军 给马部军兵武啊 命马代为先锋 请兵攻打加盟官 马超啊 手下有两员大将 一个是大将庞德 一个就是马代 现在庞德有病 不能随军远征 就在汉中养病 因此马代为前不正义 先行官 浩浩荡荡 赶奔加盟官 马超在一路上 心里都想着 百感交际 不是滋味 什么原因呢 爹爹马腾 死得那么惨 至今大仇未报啊 如今兵败将王来到汉中 张鲁对自己是不错 可是杨松杨柏 这两个坏蛋 是百般的刁难 这一次我起兵 赶奔加盟官 要不露出两手来 也让汉中众人小消 马超这个心就安下了 等这一日到了加盟官外 吩咐一声 扎下联营 马超坐在中军宝藏 命军兵架起云堤 是攻打城市 加盟官的主将是谁呀 正是刘备的干儿子 刘峰 因为刘备赶奔成都那么去了 现在城里就留下他 带着五千军兵守着 怎么能抵得住马超呢 刘峰还不错呀 死守加盟官半个来月 后来一看汉中的兵不退 这才向刘备告急 说要来得早的城市可守 要来得晚了 加盟官就丢了 现在刘备呢 跟诸葛亮正在落成些瓦 准备打成都 突然接到这个战报 刘备也大吃了一惊 跟军师诸葛亮一商议这怎么办 现在成都的事先放好 咱们有后顾之忧 那么加盟官一丢 咱们屁回后的都是敌人 伏背受敌 七战必败呀 诸葛亮点了点头 主公放心 我先给主公贺喜 天赐马超 要归降主公 您就多了个左膀右背 刘备就问 怎么见得诸葛亮说 如此正般 正般如此 君臣两个人就把这窝窝念好了 当时诸葛亮传令 扫骨巨硬 首先大将全到齐了 黄中卫焉 紫龙张飞 连新手的老将严严 诸葛亮当众宣布 现在加盟官告急 由马超 领兵数万攻打城市 刘风来了告急的文术 主公你看这事怎么办 假意的问刘备 刘备知脑脑袋 先生你看怎么办 哎呀 据贫道所知 那马超是盖世的英雄 有吕布之勇 我看我手下的众人 绝非马梦奇的对手 危惊之际 赶紧派人赶奔荆州 把二军侯关羽调回 要想赢马超者 非官女不可 他俩像说相声似的 一对一句 就给其他的将官听 别人听了也是不高兴 歇州话军士 你怎么长马超的威风 灭自己的锐气 可像赵云这样的人 听完了人家不说别的 张飞可受不了 冤争火眼 倒树虎须 娃娃的暴叫 分塔尾来在前面 军女 修掌马超的威风 灭咱们人的锐气 马超有什么了不得的 小白脸的胎毛未退 乳春未干 俺张飞不才 讨令会战于他 卓格亮看了看张飞 微微的一笑 三将军 去年的皇帝 今年看不得 你绝不是马超的对手 我看算了吧 腿在一旁 张飞可不干 先生 怎么 我不管在皇帝看的看不得 我老张是吃闲饭的 想当年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在党洋一战 我贺退 曹兵百万 这件事你忘了不成吗 马梦起了三头六倍吗 哈哈哈哈 三将军 是 你贺退 曹兵百万 那是怎么喝醉的 因为曹兵不知咱的戏底 恐怕上当重埋伏 故此不敢倾尽 如果曹兵就知道咱的人马不多 你严能得胜啊 他跟马超可不同啊 不 先生们 我今天讨这支令 会揍马超 赢了 你不用给我继功 俺老张要是输了 看见没看见 把这颗黑衣脑袋 我给你了 哦 三将军愿意打赌计刀 对 愿立军令状 好好好 愿立军令状就好 军政策 取过执笔 这就叫激将法呀 张飞不会写字 还得找个代笔的 代完之后 张飞听了一遍 把手牙按上 诸葛亮收藏起来 三将军 君无戏言 梁就任先开兵建战 如能胜马超 大功一剑 如果败兵回来 敢当军令 对 诸葛亮怕张飞一个人 人担事物 命令魏燕为先锋 让刘备为后河 军臣三个人领兵两万 去支援加盟官 诸葛亮领着常山 赵云 黄中卫 言所有众人 在这手落成 分兵两路 但安歇孔明不提 单表张飞 气昂昂领兵带队 来到加盟温 刘峰一听说 援兵来的高兴 大开城门 把张飞接进城去 这老张是个直性的人 坐到宫廷 连饭都没吃就问 马超这小子攻城没有 哎呀 每日攻城 轮番攻打 实在紧急 放心吧 现在他就活着实话 来啊 外面给我整军亮队 魏燕在旁边过来 三将军 杀鸡燕用载牛刀 有势末将福其劳 亮马超义勇之福 何俗为论 末将不才愿逃 投之令会到马儿 行 你先试试也可以 我随后给你打接应 魏燕领领领 兵三千 就分下加盟温 在两军阵前 套地瓦阵 那魏燕也是名将 心里他不服气 慢说他不服马超 连关于在张飞 他起心眼也不服 魏燕心说 马超有什么了的 还用你张飞呀 我到那首盗病除 立下偷工 人前贤胜奥利多尊 让你们看给我魏燕 也不是白吃饭 所以他这一骂正不要紧 就见对面炮号三声 一只军马左右拍开 正中央一匹马飞出 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 魏燕 闪不留神定睛观看 就见这员大将 炎甲速炮 白马大刀 小脸蛋长得溜光水滑 剑为虎目逼之口方 岁数不大 啊 甭问 这就是马超 马蒙奇 他在看大旗上 绣这个马字 那准是马超 魏燕并不大话 拍马五大刀是直取来向 两把大刀流开了 寒光闪闪就站在一处 两旁边鼓声震震 三十多的回合没分输赢 魏燕心里都想着 这马超也没特出的能力 不也就这两下子 可你赢不了我 我也赢不了你 咱俩打个四就立敌啊 可为什么名声这么大呢 说他不见吕布之勇 在哪能显露出来呢 其实魏燕呢 想错了 跟他动手的不是马超 正是马超的兄弟马带 马带也不含糊 这把大刀上下翻飞 也受过名人的指教 高人的传授 尤其年轻力壮学习方刚 受哥哥之命来攻打加盟官 能不卖点力情 故此与魏燕两人 打了几十个回合没分输赢 马带心中暗刺着急 我们领兵带队来到加盟官 日夜攻打 半个月多过起来 像这样千年日月 汉中的张鲁要怪罪下来 如何是好呢 小伙子心里着急 恨不能一刀劈魏燕与马下 但是魏燕也有两下子 这把刀舞得风雨不透 想要望里尽朝 势必登天昏南 马带眼中一转 记上心来 虚晃一刀是 拨马就走 魏燕不舍在后的颈椎 眼看就要追上马带了 马带是马往前面跑 眼往后头看 一瞅来向追了 心中暗息 一踩一腿 咯咯 挂上自己的三厅刀 找少胡宣天带着 抄弓搭箭 一敏诸红搭上悬口 反背弓身就是一剑 直射魏燕 魏燕正追着 听弓弦一响吓成一跳 身子往旁边一蹦了 躲得晚点 这剑来得太快 正射的魏燕的肩胛头上 哎呀 射击就三寸多深 魏燕在马上一摘一摘 是脖马变跑 马带又把马学回来 在后头轮刀就追 眼看就把魏燕给撵上了 就在这时候 嗷嗷一嗓的 跟打沉了一样 张飞就冲下家门关 马超 羞伤我的好朋友 小子你拿那个 跟一溜黑线一样 直取马带 在这魏燕败归本队 起见智商不提 单表张飞 晃蛇猫像直奔 马带分心变刺 马带一看 呵 这家怎么这么大 真好比燕军的太岁 活了得精啊 这才把心神定了一定 用刀点直 对面黑小子 暴民在战 连我你都不认识 双瞎了狗眼 烟人张飞 张义德 人的名书的影 马带温婷此言 吸了一口冷气 这琵琶 往后退了一丈左右 啊 这就是张飞啊 明阳四海 我早有耳闻 没想到今日再次相遇 马带着小伙子 心里一转个儿 合计着 我得住点意 不住意识 飞吃亏不可 张飞瞪着眼就问他 小子 你就是马超吗 飞 马超是我哥哥 我是他兄弟 前不正义 先行官 大将马带 张飞一听 顺着马带 谢了气 哎呀 闹了半天 不是马超啊 马带 听我的良言相劝 你给我滚回去 你让马超 出来见我 你白给 这一句话 错动自尊心 马带火望上撞 黑小子 你要把我赢了 我哥哥自然出兵 你何必废话 走走 白刀就剁 张飞一看是 结架相魂 与马带站在一处 这一打到一起 行家看门道 立不看热闹 行家伸身手 便知有没有 没过五六个照面 马带就大吃了一惊 一瞅张飞 真不白给 别看此人相貌粗野 要讲究武术 十分的精妙 这条杖八舌貌情 上下翻飞 真是神出鬼没 如果自己没两下子 早就败了 他心里的着急 大刀夹紧 能耐跟不上去 这玩意 赌气不行 也就是十几个照面 马带是抵挡不住 拨马二头 张飞 抖舌谋情 再后的是紧追不舍 眼看就要把马带追上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高声喊吓 张飞 休要猖皇撒野 按马 超大 随着声音 一匹不住马如同闪电 一般是直奔张飞 张飞一听说马超来 鱼 隔阵把丝江裸住 横射毛巷 定睛瞧看 有一人把马带撤换回去 他看一看 这个才是马超 再看马孟起 头戴凤翅亮音窥 皮挂银甲 外照素罗袍 挂下马掌中一条大枪 面如浮粉 长得个俊劲就别提了 二目放着电光 人塞蒙虎 马赛昏龙 这才是 来的正是马超 因为方才得着军兵的报告 说马带大战张飞 他吃了一惊 知道兄弟不行啊 赶紧披挂整齐前来驻战 果然马带败北 他要晚来一步 马带很完了 马超过来把兄弟救了 当时把张飞拦住 用枪一指 对面 你可是张飞吗 对了 正是你黑爷爷 小白爷的 你就是马超吗 正是 马超 我可是个 我可是个粗鲁人 说两句话 不知道你爱听败听 就凭你这么大能耐 你保张辱干什么 我大哥刘备 乃是有道民君 李贤下士 你能下巴受降 我保你高官得作 你看怎么样 马超一阵冷笑 张飞 你说的太清楚了 好 要叫我投降不难 你得露出两手来 我看看荆州的人 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赢不了我马超 想叫我投降 是比登天欢南 哈 你还有点不服气 来来来 咱俩大战 八百合 招枪 张飞那么喊着 心里的也叫上劲 先说我跟军师立了军令状 我赢不了马超 回去我得掉脑袋 今天遇上了 人的名数得影 能不住点影 因此蛇猫枪前后一喝把 内有千斤重 奔马超分心就刺 马超一看蛇猫枪 来得圣极 赶紧使了个怀中抱枪 开 用掌中虎头造金枪 往后一搏 踏个狼一声 把张飞的蛇猫枪 绷出去 二马一错凳 马超反背一枪 奔张飞的后背打来 扎者是枪 算者大望 张飞赶紧使了个 苏青背剑 大铁枪 望后一背 把银枪给拦住 就这样两个人是双枪并举 站在了一处 马带呢 回到本队 替哥哥马超 捏着两把汗 恐怕哥哥一旦有失 命令军兵雷鼓助威 那边魏严 把剑起了上好的刀伤药 不敢回城 在这会儿立法驻战 怕张飞有误 赶紧也吩咐 摇旗大喊 两军阵上打了个难解难分 划分两头 单表刘备 压着自重粮草来的家门官 一看三帝不在 听说是两军阵前开了仗 刘备不放心呢 亲自登上家门官的低楼 首付舵口前来观战 他往战场上一看 真好看 黑的真黑 白的真白 是黑白二将 真好像两只猛虎 倒在一起 别看刘备能力不大 对无数颇有研究 他一看马超的枪法 吸了口冷气 神人也 怪不得都传说 马超有吕布之用 那吕布也不就是这两下子吗 哎呀 要能够把马超给收乡 真是天赐的良将 这阵张飞 他们二人一百个回合过去了 没分出输赢来 刘备恐怕三帝有失 吩咐一声 来啊 明金 催命的鼓是救命的罗呀 文金必退 文武必进 这是兵法成定的规矩 张飞都懂 正打得高兴的时候 一听罗响 不敢乌回去 虚晃一蛇毛枪 驳马回归本队 瞪着眼睛就问 谁瞧着罗 打着打着怎么退兵了 哎 三将军 您别着急 主攻在地楼上 换你回去 张飞一听说 大哥命名金 不敢说别的 这才领兵带队 回到家门关 见面就问刘备 哥哥 我打得正高兴 正要活捉马超 您怎么叫我回来了 哎呀 三弟啊 其不闻二胡相斗 必有一伤 马超有吕不知勇 我对兄弟你不放心呢 让你回来歇一会儿 哎呀 哥哥 您怎么跟诸葛亮一样 一会儿我就抓他 好不容易 刘备把张飞给劝住了 休息了一会儿 张飞吃了点东西 又请令出征 咱们叔说简断 二一次开城门 张飞又斗 马超 马超这个人也好斗 两个人见面时 又一百个回合 未分输赢 两旁的当兵的 没有一个不赞成的 有赞成张飞的勇猛的 有赞成马超能力出众的 到了日晒偏西 双方的收兵锣又响 马超跟张飞 各归本队 刘备在护城河这边等着呢 三弟 收兵带队回去吧 明日再战 不 明天 这一宿我怎么过 今天我跟马超 飞分上下 弄高低 要分不出个长短的 我认可抹脖子自杀 刘备知道张飞的脾气 特别任性 以好言相劝 三弟 晚上打也看不见 掌灯秋火马 非打不可 那面马超也下了决心 遇上张飞这样的大将 打仗也过瘾 跟马带一商议 多点灯秋火马 跟张飞业大 两方面都做准备了 吃完了晚饭之后 张飞领兵带队 飞下加农棍 吐了口吐了 呸 把蛇猫枪 拧了拧 直接奔两军阵 马超 小子赶过来了 今天分不出上下 咱俩是打一球啊 马超也到了两军阵 哈哈哈哈 张飞 在下奉陪 张相 两个人都较量过 这能力是四军力敌 等晚上这一打 当然还不能三下五出二 就分身上下来 又是一百个回合 没分输赢 马超心说怎么办 这黑的脑袋不好赢啊 马孟齐一想 枪招我领教了 我再看看他暗器如何 想着这假印力量不低 吁吁带喘张飞丑 行了 马超没劲 这可该着我露脸 啪啪啪啪啪啪啪 招数加紧一个劲往里进攻 果然马超不敌 是搏马而走 张飞丑说跑了还行啊 跑了我见诸葛亮怎么交代 再后的是拍马就追 眼看把马超追上 马超是假败 头颜望后观桥 一手张飞追的 赶紧把大清横站铁枯梁 在鹿皮套一身手 撑 把流星锤拽出来 古人身上都有暗器 远了是什么 近了是什么 都有防备 马超带着暗器 叫流星锤 这小锤可不太大 也就像一般人拳头大小 这么大就重十好几斤 后边有条链子连着 这链子是无金的 一般的力量都拽不舍 在这头有个玩手套 可以套到手腕子上 用的时候把玩手套套好了 流星锤可以发出去 暗器暗器 不能让对方知道 马超打这种东西是百发百动 套好玩手之后 拽出流星锤 一回头 张花这个事 笨张飞灭门别拿 张飞现在小子有心眼了 也是初中有戏 他看马超往前败着 跟一般人的败不一样 别人要是真败的话 那马搂开了跑得快 马超这匹马是懒翻蹄 听声音挺快 其实不出步 张飞就疑惑这里边有蚊帐 瞪着眼睛在后头看着 果然见马超肩膀头一动 一路寒慌 奔自己面门而来 张飞脑子一撞个 哦 暗器 哎 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 双脚点凳 伸得望后一样 流星锤贴着脑门子 车流去过去 多悬 这十六斤大铁锤 逮得脑门子上 就得脑僵蹦裂 就这样把张飞吓得一鼻子冷汗 两旁的军兵高声喝彩 哎呀 有的喊 打得好 好神锤 有的喊 躲得好 躲得真快的 张飞脑马从马上坐起来 脚子挺憋气 哦 你马超使暗器 哎 我也给你回敬一下吧 脑马就跑 马超认为这一锤把他逮跑了 虽然没揍着他 可是把他吓走了 心中高兴 哗哗哗哗哗 把锤炼的一碗带着陆皮套 回过马里 颤枪就追 追着追去 就追着张飞的背后 刚要走枪扎张飞的后信 再看张义德猛有灰身 小子你招见了你 啪 大老张也使暗器 灰身就是一剑 吓得马超一缩脖子 啪 正射在头盔上 马弄起真魂出窍 两旁军兵又高声喝彩 好神兽 射得好 躲得好 马超回归本队前去换马 把头盔上的剑起下来 咬牙措施 黑贼呀 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张飞回的本队 换了刘备的马 把亏也摘了 甲也卸了 也换成短肌小的半 小白脸子 今天我非赢你不可 张飞驳马再战马超 才演出了诸葛亮 定计巧收马梦起 张飞夜战马超 两人五次比是要量 仍然是分不出高低上下 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诸葛亮军事来 刘备赶紧把诸葛亮接到城内 孔明登笔楼 定一条卡 贵呀 主公 赶紧收兵 这样打下去就还了得吗 不是马超受伤 就是张飞受害 就这样 刘备传令 民心收兵 又把张飞 叫回家门关 张飞不服不分 哇哇地抱一个 孔明说 张三将军你放心吧 你这就算了立手攻击剑 我绝不怪你 马超我这小子真能做 从心眼里 张飞也赞成马梦起 是盖世的英雄 刘备就跟诸葛亮说 军事 我太爱惜马超了 贤德你在湖城跟我讲 你说马超可以坐着左膀右臂 那么军事你来了 请问怎样收他 哈哈哈哈 主公 臣就为此事而来 放心吧 不除数日 我让马梦起 败倒在皇叔的脚下 是吧 那么军事有何良策 有办法 对我所知 汉中的张鲁耳软金火 这个人没什么信仰 主宰他一切子 是手下的二阳 一个叫阳柏 一个叫阳松 这两个人极贪贿 专横跋扎说一般 如果我们派一个使臣 携带众礼 收买二阳 那么让二阳 在张鲁的面前面斗 叫马超撤兵 如等张鲁同意了 马超撤兵的那时候 不自有办法收降马梦起 太好了 现在开始霸兵不战 诸葛亮按照资格的计划 派孙谦为使臣 携带众里和一封信赶盾汉中 孙谦离开了家门关 到了汉中的汉民府 进了城里住的京都过去 一打进杨宗住的什么地方 在礼物前去拜卖 你看杨宗这个小子 一天送礼的还不少 没有什么好事 杨宗一听说什么 刘备派使臣孙谦来见我 那大概是有大事 赶紧把他接到府中分宾主落座 头一让孙谦代表刘备和孔明军事 向杨宗置了记忆 然后把礼担成上 你让这个礼物能听得了 那可以说黄的是金的白的是银的散亮的如宝玉器 往杨宗的面前一线可以说是珠光宝气闪闪逼人 把个杨宗乐的眼睛都成一条缝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孙先生 吴公寿路情绪不安 您给我送这么多的礼物 难道说黄叔有什么要求我的地方吗 有 有有有 您先看看这封信 杨宗看完了就明白 哦 在一时之间黄叔打的要求我 在我主的面前保本 把马超的兵撤回 对啊 哎呀 这事不好办 怎么能叫马超退兵 孙谦说有理由 你想 我们进了四川 为什么 我们跟刘长打仗为什么 实际上也是得汉中的张鲁母亲和兄弟报仇 不就这么意思 你说我们正打刘长给你家主公血恨的时候 你们派马超抄我们的后路归为不仁不义 对不对 你放心 只要马超领兵带队回来 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刘长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刘长不是答应给二十座连城吗 我们也给二十座连城 永迁蒙好 这还不说 我主刘皇叔 还要保持你主张鲁身为汉明王 你可知道好不好 是啊 要那么说这个事还好办 第二天杨松来见张鲁 就把史臣孙谦所说的事跟张鲁一样 张鲁一周围 他说这个事不太好办 他说这个事不太好办 下不住杨松 嘚不得嘚不得嘚不得紧跟他说 最后把张鲁 切完的心活了 张鲁不放心就把孙天叫出来 当面一问 孙天代表皇叔 刘皇叔 刘皇叔 他身为左将军 怎么能保我当汉明王 孙天一叫 将军你忘了 怎么叫皇叔刘皇叔 他是汉先帝的叔叔 保你当个汉明王 那还费劲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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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把这个查忘记日我就叫马超徽师 你看这玩意多好 张鲁传些旨意 让马超赶紧收兵彻队回归汉明府 孙谦也没走 就住在杨宗的府城听信 这一篇信传回来 马超拒绝挥民 这为什么没挥民 就我在嘉明关两军阵前 没分输赢长短 不能撤兵 这一撤是强行尽弃 张鲁就挺不高兴 那个意思 马超是抗执不对 杨宗借此机会 散布流言飞行 就说马超有造反的心 要取下西川来 自己当赎主 张鲁听着这些谣言 更生气了 问杨宗怎么办 杨宗借此机会 能给马超说好话吗 说主公啊 你看见吗 马超这家是个野主 抗旨不须教徒之罪 将来这个人立的功 还有咱得好吗 既然他不回来 主公里再穿着 让他办三件事 越比以前 一要留背的脑袋 二要留张的脑袋 三要巴蜀四十一周军 三件事缺少一样 咬他的脑袋 看他回来 杨宗借此小子说话 张鲁是百依百负 传件旨意 命人送交马超 马超见的心一看 这三件事太难办了 干脆退兵了 马超在决定退兵的时候 杨宗借号上又散布流言飞行 说马超恼怒张鲁 挥师汉民府 打算取代张鲁的地位 还是想造反 张鲁顾名跟一样 就信以为真 赶紧派重兵 把关矮渡口一律封锁 不准马超回师 现在马超是进退两难 尊千一看 大功告成 这才告辞起身 回到家门关 见诸葛亮诉说了一切 孔明大笑 马超 在无掌握之中 主公 咱们现在就可劝详 先生怎样劝详 主公 您守家门关 我亲自敢问马超的连营去一趟 凭两行零历史 三村不懒之舍 顺说马超来降 什么 您要去见马超 是啊 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不行 刘备把诸葛亮拽住 说什么也不怕 说你是我的君士 倘若有个一叉耳朵 叫我倚靠何人 说什么也不行 诸葛亮就要去 刘备就不放 军车二人 争执不下 正在这所 有人报告 说长山赵云赵子龙 派一个人拿着书信 来求见军 哦 子龙派人来 让他进来 再看这个人 迈大步来到义士厅上 藏衣耳外 参见黄书 参见孔明军士 诸葛亮不认识这人 赶紧当作 这个人自己一介绍 乃是刘长手下的从事官 姓李 叫李辉 这个李辉也是属中的名人 哦 诸葛孔明 点的点头 孙女们李先生 前者我听说 我们进西川之时 你见举六章 一定不让我们进 再三反对 今日言和 来到我们的属下 同名先生 您看看子龙将军这封信 您就明白了 诸葛亮把赵云的信 打开从头到尾头 闹了半天上的是介绍 李辉愿意倒戈投降 扶不保留黄龙 赵保留贝 孔明大喜 说那么先生 你竟然倒戈过来 我们非常欢迎 那么你来了 大孙怎么样帮助我们 先生 找到半道我听不说 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地 缺少一舌片之人 赶本他连迎之中 前去信说 这次我不来了 寸功未利寸草未得 愿代替先生 赶本连迎 顺说马孟起归乡 刘贝勒的一拍手 真是来得太凑巧了 问李辉 你有什么把握能劝马超的 李辉说 当初我到西凉 见过马腾 我跟马腾拔带结交 金兰之后 与马孟起早就认识 我凭两行领秘史 准能陈说厉害 劝他来降 好吧 刘贝当时让李辉 代表自己为使臣 去顺说马超 李辉领命之后 直奔马超的连迎 打门的当兵的拦路 干什么呢 啊 请报告马将军 就说故人李辉求见 等一会儿 当兵的道理头 报告马孟起 在这儿马超的心 都碎了 正跟兄弟马带 在中军宝藏议事 马超是喊一声叹气 又恨杨松 又恨杨柏 你说话 这两个奸臣 在张鲁的面前 进了谗言 害得我进退两难 这可怎么办 马孟起正在 着急的时候 当兵的一报告 李辉来 李辉 马超二某子一转 想起来 哦 就是那个说客 知道知道知道 这个人足智多谋 跟我爹交情不错 能讲的 蛇剑春刀 他怎么来 不用问 大概是顺说我归降吧 哎 李辉啊 你要不为这个来的 我按照老前辈 乐心接待 你要真是顺说我来降 我让你死无丧 真之地 啊 刀副手准备 准备了一百名刀副手 列列在两箱 马超分 来人不当说客 还他罢了 要顺说我归降 看我的令件形势 把他剁为肉泥 马带跨宝剑 在旁边里的人等了 马超分 抢 时间不大 就见李辉 昂然而入 李辉光头 没戴着帽子 法纪高碗 朱丹爹顶 元岭大右 飘飘然 跟神仙将士相仿 满面的春风 胡须飘洒一千心 来到马超率案前面 攻身失礼 马将军一向可好 灰 你过去了 马超 连屁股都没欠 元正虎上一眼下一眼 看看 李辉 多年不见 你来者为何 叶子之间 你来干什么 李辉 仰念 大笑 将军 您真是明知顾问 某特座 朔克尔 你这句话 烈还不烈 马超最不爱听这句话 他就说这句话 马带在怕 不听 真当 朔克尔来 拽出防身的宝剑望上就要躲 马超一摆手 让马带先别下手 可是人家李辉 一点都不在乎 挺着胸脯就在那站着 捋着胡须看着马超 马超脚的心中疑惑 李辉 既然做说客 我问你想说什么 我可跟你说 要说错了一句 今天可没你的好处 好 马将军容饼 马超出你说吗 李辉文文当当跟马超出 马将军 你太不明白 死到眼前 上去不命 你想 兵败将王 投靠张儒 张儒手下有二扬专村 如今你是什么处境 进 不能一曲家蒙棍 退 不能回到汉民府 藏不能报复仇 下不能学死 你现在是一身无阻 四海漂流 将军 将来你依靠何人 四面受敌 身风绝地 你还叫着你不含糊 我李辉 欺人做事 不知道马将军 你想过没想过这些事 将来你下一步 咋子怎么办 要不含糊 要不怎么说好汉出的嘴上 好打出的腿上 一句话 点中到马超的心病 这个 哎呀 马超摇头叹气 可惜自己有盖世的能为 只落得身风绝地是进退两难 看来李辉是都了解 啊先生 既然你说到我心病之上 不知何一叫我 那么你叫我怎么办呢 李辉说要想问我怎么办 您看看您手下这些人 额腔赤剑 我性命都有危险 叫我怎样回答 来啊 退出去 刀骨手全除去了 马超欠身离坐 这才让李辉坐下 命人献查 李辉是顺说马超 说将军 文经之计就有一个好办法 赶紧保留皇叔 皇叔刘备宽仁厚德 迷阳四海 四川眼看就是他的 将来必能统一大业 将军 依靠刘皇叔灭曹贼 可以报复仇 依靠刘皇叔平四海 可以建功立业 将来燕子风气流传百事 何乐而不为呢 将军 趁此机会 你还不投降 等待何时 这个 我恐怕刘备 不收我 不 我就代替刘备来的 这里有刘皇叔的一封书信 马超打个信 一看 内容写得十分恳切 马超受了感动 决心投降 第二天 马孟起 打起了白旗 跟着李辉赶奔加盟官 去一见刘备 刘备一听说什么 马超投降来了 大开城门 热烈接待 明罗大鼓 放鞭 放炮 像什么喜日子样 把马超接近 夹不过去 马超跪倒在 厅堂之上 碰头带想 被难之人 马孟起 投靠皇叔 望皇叔如纳 马将军 请其请其 哈哈哈哈 获得将军 如鱼得水 太高兴 请坐请坐 刘备 把自己的奴袍 拖起来 呸到马超的身上 马超望左右 一看刘备手下 兵兴良主 跟自己伸手 那大黑脑的张飞 站在背后 张飞咧着嘴 还笑 现在冰黑处 将哪一家 马孟起 欢迎你来 往后有机会 咱们俩在 彼此较量 他还没往这个谈 马超心中高兴 手下精兵 到了家门关 刘备传令 仍然让刘峰守着此城 全部人马赶奔洛城 他们到了洛城 赵云京 马超心说 我投降来了 寸功未利 寸草未得 我得干点什么 当时向刘备讨历 说从这几身奔成都 这些事全包住我的身 不用你们一兵一奴 我眼本部人马足矣 马超能够卖命 咱们书说简断 马孟起走马兵去 年中大兵是直击成都的成家 年中的败兵 刘顿众人跑回成都 见着刘备讨历 见着刘备讨历 刘备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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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也保了刘备了 看来大事已去 刘备放声痛哭 闭门不站 连面都不敢见 第二天有人向刘备报告 说主公 昨夜晚间 我们手下有六十多人 翻城墙跑到城外 都归降刘备了 刘备一咧嘴 好啊 这叫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垂 到了现在 兵败将王 谁还向着我 放声痛哭 手下还有一部分人 主大和主公 不必难过 我们成都府中 上游几万金币 梁台可足以支持一年 闭门不站 身沟高来 如果跟他坚持一年 还可以 刘备一步的脑子 断了 我父子在成都二十多年 无恩得一百姓 如果守城一年 得饿死多少百姓 不不仁议 既然到了现在 哎 随便吧 刘夹哭得 连饭都吃不下去 第三天 有人进城面 见刘夹 言说皇叔六倍 君师诸不良 有信来死 刘夹打开心一看 也外乎 劝刘夹投降 表明没有加害之力 到了第四天 刘夹下定决心 决定投降 到了第二天 刘夹头领相书 怀抱顺了 带着满朝文武 出东门 去见刘备 刘备听说刘夹来了 亲自迎接到 五里之外 兄弟二人见面 握手难过 刘夹是真难过 刘备是假难过 还跟刘夹解释 先帝 非是欲凶 不仁不义 乃派于行事而 他哭开 这叫派于行事 不过戒题就这么说 刘夹点的点头 弟兄携手揽万 进了成都 从这么以后 成都府就落到刘备的手中 诸葛亮向刘备建议 说天无二日 果无二组 那么刘夹在这 对咱们大大的不利 刘备心里还不忍 诸葛亮又说 诸葛 你怎么学妇人之见 前有车后有德 刘夹怎么找就没 这位大丈夫 当断不断避流火焕 优柔寡断 能办得了事吗 不读不狠 非仗 刘备最后同意 告诉刘夹 贬帝啊 带着我弟妹和家口 离开成都 到公安去养老子 刘夹敢说什么 点头称气 到了这一天 刘夹带着妻子老子孩 还有几名普人 箱子棍 也就是三车东西 哭着离开成都 赶奔公安 从此以后 刘夹忧郁成疾而死 含下他三就不行 单说刘备 占据西川四十一周军 自领一周末 人也增加的太多了 刘备是大封功臣 不管投降的 或者是有功的 或者是原来的人 一律从并明觉 怎么封的 范氏抽象的 像严严 是天将军 法政 蜀郡太守 董和为掌军中郎将 许敬为左将军长使 唐夕为营中司马 刘八为左将军 黄泉为右将军 其他的 像吴仪了 废官日彭永年 李延 吴兰 雷同 李辉 张义 废师梦达 等等的 文武官员六十余人 全部中郵 其他的 都是岸财陆永 加封诸葛亮 为军事 踪踪水陆军马 关于观云长 为荡寇将军 汉寿听侯 张飞为张鲁将军 新听侯 赵云为镇远将军 黄忠为张熙将军 魏燕为杨武将军 马超为平夕将军 孙谦 简庸 梅竹梅坊 刘峰 吴丹 官平 周苍 廖化 马良 马素 蒋运 一帝等等 一些文武官员是 进阶生上 刘备 封这些人的时候 官宇 官云长不在 刘备 惦记自己的二弟 给筹钻一千匹 钱五千冠 黄金五百两 白银一千斤 令专人带着自己的旨意 赶奔荆州的慰劳官云 对官云长是 特殊的照片 那么史诚发早 又由诸葛亮 逆定新马 可以说是赏发分明 属中是军民大约 这一天 刘备正跟诸葛亮 商议军情 忽然官平 在荆州来 参见伯父 参见金 哦 说平儿 你来干什么 啊 我爹这官宇 官军长 接着我伯父的礼物 十分高兴 不过我爹有个要求 听说新晋 收了一丸大将 马超马孟起 不见当年 吕布之勇 我爹有个要求 他说早晚进成都 要与马超 鄙视上下 一句话好像 冷水泼头一样 刘备 几零零 咋一冷战 看看军事 这可怎么办 孔明一笑 主公解放关机 亮一封书信 二将军就不能来了 诸葛亮亲自给官宇写了封信 命官平赶紧回京州 交给官宇 官云长把信打个定睛一看 诸葛亮是这么说的 亮文将军 对于马孟起 分别高下 一亮渡之 孟起 虽雄烈过人 也乃京都 彭越之徒儿 当于义德 并驱征仙 由魏姬 美丹公 是绝伦 朝群也 今 公寿任守 京州 不为不动 藏一路穿 若京州有事 罪莫大言 望照 明察 这封信来了 对官宇表扬了一顿 官宇长超虚然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看来孔明知我耶 那意思 诸葛亮是最了解我 正在这时候 就见探视的蓝鸡官 撒脚鹿飞 跑进一时听 刀尖尖辟 报 报二王天遂 大事不好 官宇官宗长 正在荆州大台宴宴庆贺 突然正在这么个时候 有人向他报告 东吴的诸葛姐 前来求见 云长就是一愣 嗯 他来干什么 本来孙刘两家 面和心不和 你别看脸面上 人情奋亡 什么都好 心里面 动刀的心都有 诸葛锦是诸葛亮的亲哥 他到我的京都合适 人情奋亡 那么怎么回事呢 咱们话分两头 刘备占据了西村 得了四十一周军 从刘备这讲 这是天大的喜事 刘备争杀了办事 无有立足之地 如今进了天府之国 这个事能不高兴吗 要说刘备空手 就白得了四十一周军 这玩意儿有点不符合 但是也没费多大的劲 遇上那么个暗绕的刘张 软弱无能 就等于双手把四十一周军 交给刘备了 世界上的事往往都是这样 有高兴的就有烦恼的 有乐的就有忧的 刘备暂去西村庆贺 把孙权可气坏 孙权得了消息之后 马上去文武商议对策 把孙权气得啪啪直排桌子 用手指着成都 大耳贼呀 大耳贼 老天真是张哑 怎么给他四十一周军 真气死孤爷 后来孙权就琢磨 你不得了西村了吗 算了 京香九郡 你该给我了 瞎手指都算了算 刘备暂去自己的荆州 九年多了 原当初你就说过 得了别的地方 你就还我荆州 如今你得了四十一周军 难道还有理由不可以吗 跟文武商议 有的人就主张 派一只人马 把西村的川口堵死 然后发动江东的人马 用武力抢回京州 有的牟师们就不同意 说如果我们大军远征 草草乘虚而入 江东西游义 但能不打 我们就不打 后来张昭给出了个主意 是这么办 诸葛 一成之地 我们知道 刘备指的是谁 他的靠山就是诸葛亮 要不把诸葛亮给打通了 想要要荆州 势必登天昏蓝 我们想了什么办法 能把孔明给制作呢 传我想了个主意 他哥哥诸葛景 现在在江东 赢了 干脆就狠点心 把诸葛景这一家子 牢牢绍绍 男男女女 全都乱进去了 都押去 然后叫诸葛景 赶奔成都见孔明 以厉害说之 以亲属和通袍手足的感情动致 让诸葛亮 把荆州还给他 就这么说 如果诸葛亮给了荆香酒去 还他了 如果诸葛亮 再赖着荆州不给 就把诸葛景 一家老小叨叨斩镜 认认诸葛景 您看这招怎么 我想人生在世 都是有感情 诸葛亮念他哥哥 一家子眼看要死 背不住 又把荆州给他 也比出动千军万马 胜强百倍 诸葛你相信 我爱你啊 孙权听完了 很不高兴 瞪着两只眼睛 看了看张照 子宝 你怎么能给我出这个主意 想到诸葛景 宽仁厚德 这个人最忠厚不过 在我的手下 从事多年 还有比这个人再好的 咕 怎忍许你 把他一家老小 全都压起来 这上 未免出这个主意 缺点德 主公民别生气 宁容臣把话说完 压诸葛 您老小 是假的 从外边来讲 是真的 从咱们君臣 是假的 就是掩盖 古民的耳目 应该怎么生气 如果荆州的给也罢 不给也罢 我们计策不成 再把诸葛先生 一家老小放出来 未尝不可 要这么说 还可以商议 来啊 请诸葛先生 诸葛景给找了 孙权和张昭 并未隐瞒 把方才的计划 向诸葛景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诸葛景真是忠诚 赶紧望上十里 诸葛一看的办 怎么的都行 只要把荆州要回来 臣百一百岁 好 如此说来 咱们可就这么办 你放心 把你一家老小秀 压起来 也是假的 孤绝不亏待 尊命 别人不知道 第二天 孙权就传了话 和派武士出动 把诸葛景一家子给抄了 压到天牢 因为很多当官的都不明其理 心说是怎么了 诸葛景这个人这么好 家里犯了什么罪 全给蒙蔽桌了 压完了以后 孙权写了封信交给诸葛景 让他带川子路费和普通 继日起身赶奔成都 临走前 君臣之间再三计议 那么你扶而办外交 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 如果遇上这样的事 应当怎么怎么办 遇上那样的事 应当怎样对 诸葛景那是有学问的 关棍一点就透 孙权教给他的事 都明刻肺腑 记得心上 这一天领着仆人出发 那么在路上 鸡餐可饮 夜住小行 咱不必记住 这一日就来在成都益州 一路上诸葛景就发现 现在的益州可留 这益州管着四十一周间 自从刘备入川之后 人心高兴 可以这么说 武汉八桌三教九流 各安生业 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走在哪里 哪里是一片的歌声 走在哪块 哪块都是生气蓬勃的样子 诸葛景心里讲 刘备 人中之龙烈 这个刘备早晚 要有了资本 天下无敌啊 嗯 我还得帮着我家主公 快把荆州要回来 还要赖着不给 早晚天下都得让刘备吞并 诸葛景心里的想着 路上紧紧的赶路 这一日进了成都 住得惊惊不平 他一来这个消息 整个成都就知道 有人非报孔明军事 报告刘光树 刘备把诸葛亮请了 说军事 你哥哥不远天里而来 大概有事吧 诸葛亮一笑 哈哈哈哈 主公还用问 为荆州而来 对 我也想着这 那么你哥哥要要荆州 我怎样回答 咱们有什么对策呢 我早就想好了 主公 这许如此正般 正般如此 你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诸葛亮又像导演似的 给刘备导了出戏 君臣纪役已定 诸葛亮起身赶奔 金平管义 见自己的哥哥诸葛丽 见面之下 兄弟二人抱头痛苦 说句俗话 他们俩都是一个娘的 奶嘴味大的 一奶通饱 能说不想 只不过是各位其主 老不在一起 见着面了 思前想后都很难过 连孔明也落了肋 兄弟二人携手揽拌 到了里面 迅速了迅速 多年扩别之事 闲话说完了 这话的主题就转到正题上 诸葛亮就问了 这哥哥万遂千山 来到成都 大概有事 这一问 诸葛锦是 半生痛苦 你别说 诸葛锦也会演技 他为了孙权嘛 来到这儿来了 一家老小明明是 夹压起来 装得跟真事一样 哭 哎呀 先帝 朱亮大惊 说哥哥不必哭啼 到底为什么 朱葛锦就说了 先帝啊 你是刘皇叔的军事 执掌军政大权 占据荆州九年之久 现在吴侯十分震怒 当初你们说着明白 得了西村就还荆州 如今得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怎么还不还荆州 吴侯大怒 无意发泄 把火系统的我身上 如今把你嫂子 把一家子全都压制 先帝啊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仪庭看行心 你我一乃同胞 亲手住我 看在我一家老小 被押的份上 先帝 在皇叔面前哭哭哀求 早日把荆州交割 我一家老小还能活命 要再不给 我一家人就全完了 如果你一边哭着 一边用眼角 偷着观看孔明 瞅瞅兄弟有什么变化 接着过咕个亮 也顿足吹凶 放生吐吐 诸葛亮比诸葛顶 哭得凶 哎呀 兄长 小弟不猜 一家老小受我一人的拖累 一日坐牢 我心是万把钢刀扎得一样 哥哥放心 明日面见皇叔 我苦苦的哀求 无论如何 你要把荆州要回 还给吴侯 您看怎么 哎 这就对了 诸葛锦 大喜 心里说话 吴侯这个计色 不错 胜似万马千军 这叫一感情动之 人一落泪就好办 我兄弟孔明这一难过 行了 在一天晚上 诸葛亮没回家 就跟诸葛锦 住在金庭管舍 夜晚间无话 到了次的天光见亮 熟悉一闭 孔明坐隐见 到义士庭 来见皇叔刘备 刘备迎接诸葛锦 礼礼方面十分隆重 一方面他是诸葛亮的哥哥 二一方面是中吴的使臣 因此刘备接到中门 携手揽腕 把诸葛锦接到正厅分 拼住落座 又谈了几句客气话 刘备也问 说诸葛锦先生 您来到这有什么事 诸葛锦照样放声中枯 诸葛亮在旁边帮枪 哭得更凶 比诸葛锦的调还高着两个调 刘备就一愣 第二位先生一句话不说 放声痛哭 所为何来 诸葛锦就把昨天晚上 对孔明说那些话 说了一遍 忠心就是要惊重 刘备不听责咳 听完之后 把袖子扒几水 两蛋子就沉起来 哼 他没见过刘备这么生气 我说诸葛先生 好好好 咱们把话说清楚 料地摔三枪了 什么事摆到桌子面去 你是我们军事的亲抛兄 咱们之间无仇守恨 但是你既作为使臣来的 代表孙权来见我 我就没有话不跟你说 你说孙权是个什么东西 趁着我大兵远征之时 派了个周善化妆改办 到了京东 把我的妻子她的妹妹 偷偷地接回江东 罢了婚 拆散了我的家庭 孙权是个人吗 既然你妹子许配我了 双方接受亲 我刘备没有害她的心 她倒要坑我之意 临走之时 还要把我儿子 恶斗给拐跑 其手段之毒辣 令人罚之 我呀 正想发兵问罪 打他 他还有脸派人 要我的京东 实在可恨 我要不看他先生 是我们军事的抛凶 换个别人来 我要他的脑袋 这下刘备恨 人排着我再坐脚 满嘴下冒白沫 眼中瞪断 诸葛基 吸了口冷气 从未见过宣德 发过这么大的贫瘠 偷眼看胸 心说诸葛亮 你得说话 我这个人说话不好办 诸葛亮 放生痛苦 诸葛 哎呀诸葛 别的您别提 您很顺全 那是当然的 可现在这个事 牵连到我身 我哥哥一家老小 没这个事牵连 压到天牢大一 朝不保兴 要不回荆州去 我哥哥一家老小 一个都活不了 主公 汉在我的份上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自从在龙中出世以来 拼嬴待业 保主公 争杀多年 就拿我这点心血来换 还换不来一朵 金州 您放心 把金州给了东吴 我再想办法得汉中 我再想办法统一中原 不报主公的恩德 主公啊 快答应了要求 把金州给了东吴 就得了 那诸葛锦你看 打仗亲兄弟 上阵素子冰了 还得说我兄弟 到了关键时刻 到了尽头的时候 就看出远近高低来 要换个边来 他能这样吗 没看出这样 诸葛亮再三要求 诸葛锦在旁边说好话 刘备的气 算去消了一半 嗯 君士 起来起来起来 诸葛先生 怪我刚才发脾气 说话有十里之处 多多原谅 这么办 按理说 一寸土我也不给 这就是看着我们 军师诸葛亮的分子 这么办 把荆州 割出一半 还给你们三郡 那三郡等以后 我们得了别的地方 再还不吃 诸葛锦就问 说皇叔先给我们 哪三个地方 怎么办吧 先把长沙族 林林 桂阳 这三郡 交给你们 愿意就这么地 不愿意 那就拉倒 诸葛锦一想行啊 要了九年了 一寸土都没要回来 现在总算露天了 能给回这三郡了 就不愁那几郡 买买来的 这也不算白来一趟 诸葛锦想着这 这才点头 谢皇叔 那么你给了三郡 我一家人就不至于死 回去我苦苦的哀愁 那么什么时候给我三郡 你回去赶奔荆州 见我二弟 关于关军场 就传我的话 让他继日交割 把三郡交出 多谢皇叔 刘备点头同意以后 诸葛亮陪着诸葛锦又回清清管理 诸葛亮也劝 哥哥 有三郡你先接三郡 事情都是这样 事急了 不好办 事还则也完 慢慢说 我一定想办法早日 把其他的几郡交换 好吧 诸葛锦再不能带 心急如火 这件事办成的次日 告辞刘光叔 起身奔荆州 他认为这回这三郡 还有个跑 等一到了荆州 见关羽 关云长一听说什么 哦 把这三郡给了东吴了 云长的脸望下一顿 竖起卧蝉 还没睁开丹封脸 面带不悦之色 诸葛先生 这是谁说的 你哥哥黄叔刘备亲自答应你 君师诸葛亮这样点头的 好 哈哈哈哈哈哈 诸葛先生 此言差异 向我关某 与皇叔刘备 桃园结义 嗜同生死 辅佐大汉 汉朝的土地 一寸也不能给外人 你别忘了这句话 将在外 亡命不少 我关某既然同帅 京乡九郡的人马 外人休想得过一寸铺利 这三郡不给 啊啊啊 苏葛姐一听真好呀 那头答应这不给 好好说呗 二郡侯 这是你家主公的姐妹 说得清清楚楚 难道你还要抗旨不尊吗 所以 紫玉是谁 就是诸葛锦 字叫紫玉 你赶紧给我出去 我不管谁答应不答应 要想叫我给土地 是必争骗 要不看待你 我双方的感情 要不看待军事的份上 我岂能容你 哎呀 二郡侯 你们说话不能阅理 你家主公说话 你都不听 军事发令 你都不听 这真叫我奇怪 还想往下说 云昌 啪 一拍桌子 三车的宝剑拽出来 啊 温平在旁边过来 跌跌 跌跌喜怒 跌跌喜怒 看在军事的份上 不能阅理 跌跌一变声音 咚咚咚咚 云昌把宝剑还下 紫玉 要不看待军事的份上 我岂能容你 来啊 宋客 宋客呀 好听 变相就是望远连 旁边有人过来 先生先生 挪挡地方挪挡地方 呗先生 出去出去 两块两块 两块两块 撵出来了 诸哥你又羞又恼 心说 我怎么回东吴 见到吴侯我如何交代 哎呀 怎么办 哎 我还回成都 我问问刘备 你说话倒好使不 你兄弟抗指不须什么罪 他憋着一肚子火 二次返回成都府 坐在金庭馆一打听 不巧 诸葛亮 奉旨查奔四周 夜以巡查四郡群 独败成都 哎呀 诸葛景一打听得什么时候回来 说这个时间不定 也许半年 也许一载 那哪等得了 见刘备吧 第二天把手本递进去 这才得到允许参见刘备 刘备见那还挺客气 说先生 你怎么又回来了 诸葛景就把金库说了一遍 哦 诸葛先生 你别着急 我二弟云场 性如烈火 可不是吗 冷不定的这么跟他一说 他难免有些想不开 诶 怎么办 先生 你这回回去了 别找我二弟 念证吴侯 马上派人 接手三郡 我这就给三郡写信 让三郡的主将 马上把地盘交出来 你看这多好 如果我二弟有不通之处 我弟兄之间 慢慢在商谈 多谢皇叔 诸葛景你看 诶 诶 别说 人家皇叔刘备还不错 在各方面还交代得过去 高高兴 这才回到南徐 念见吴侯 孙权说了一遍 孙权一开始挺生气 后来大家就劝 给了三郡就可以了 紫玉这一趟就算没白去 好 先把三郡接手 再说 安排了三郡的官长 次日走马上任 去接收三郡 去接收三郡 没过几天的功夫 这三郡的人全这人揍回来 一个个鼻青连肿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们都回来了 哈 你们怎么回来了 这事谁 你们怎么上一个 我们一到那块上任 官军长派的兵马早埋不好了 一顿灰瓶炮子 把我们全都包围了 官军长手提青龙燕月刀 警告我们 说他在荆州 一寸土也不给 谁说也不行 念两家的感情 不伤我们的命 要不念感情 早要了我们的命 都给打回来了 哈哈哈哈 那 去 死我也 孙权 我们把诸葛军找的这顿臭骂 你怎么办 哎 不用问 你又上了你兄弟诸葛亮的大路 他把你气爽了 不不不不不 我好 你们这可屈王好人 我兄弟诸葛亮 确实替我使了劲 不过做不了官军长的主 啊 啊 外面兵兵 给我攻打荆州 孙权可气烦 马上知会卢素 扁水陆军失败 用武力要强惊州 大谋是张昭张子木跑上来 摇着双手 不不不 不可不可不可 哎呀 主公喜怒 子木 这倒是你出的主意 岂不被外人耻笑 空走了几趟 你还有什么办法 主公喜怒 不能轻动 干戈 真要打起来 欲试不分 两败俱伤 草草 趁虚而入 咱就不好办了 我还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哎 您把卢素找了 我跟卢都督 我们商议商议 如此 办这 办如此 您看怎么样 嗯 好吧 孙权传旨 把卢素给掉了 连张昭 三个人研究一条命迹 什么命迹 张昭就告诉卢子敬 在路口的江边上 选个合适的地方 埋伏一支重兵 然后派使臣赶问荆州 聘请关中昌 过江赴宴 关羽要来了 以摔杯为号 把关中昌 剁为鸡盆 关羽一死 去掉咱们心腹大海 然后领兵攻取荆州 这不是多少可得吗 如果关羽不来 我们再发动水路军马 攻打荆州 也不吃完 这不能阅理 卢子敬不住的点头 对对对 这此地太好了 咱们就这么办 临走的时候 孙权告诉卢素 子敬 我可不是埋怨你 这个荆州倒霉 就倒在你身上 你要不是从中作宝 能让刘备站了九年吗 今天再要拿不回荆州的 我可不能饶你 主公放心 臣一定尽力去吧 本来鲁肃是个人人的军人 在这一套都市是难得的好人 好人也不行 各位其主啊 鲁肃等回到自己的住坊之地 选了个地方叫临江亭 这临江亭离这路口就无理地 这本来是草原水军的地方 哎这个建筑物相当不破 鲁肃心想 就在这地方舍白九年 把关羽给起来 你要敢来 关羽啊 嘿嘿 再不听我们的 你命休矣 休怪我鲁肃 一狠心毒 咱们叫各为其主 马上的传言一致另眼 命甘明陆逊吕蒙 引兵三万 就埋伏到临江亭四面八方 这军人全是拔了又拔 选了又选 各代千功应主 刀天混浪 鲁肃把一切全都筹备好了 这才选得了一的人 敢问荆州下注 才演出一段关羽场单招赴贿